场馆室,春末夏初。大雨初歇,夕阳挣扎着从云层里射出残光,丝丝缕缕的晚霞俯卧西边。江淫将最后一组照片修完,放下鼠标,活络几下发酸的驳梗,舒舒服服撑了个懒腰。杨叔端了两杯咖啡过来,集中一份半糖的递给他,江江,这周六晚上同城那边的时尚慈善晚宴,灵姐不是说让我们俩到时一起过去吗?你机票定了没? 江淫捧着咖啡作一口,身体自然地靠近一背,我定了周五晚上的。这么早?杨叔惊讶了一瞬,忽然想起什么来,脸上浮现暧昧地笑,想提前跟男朋友约会是吧?江淫的男友谢少远在同城工作,距离场馆稍远,养人是异地。江淫大学时作为P大摄影系的细花,追求者无数。杨叔跟她是同班同学,见过不少优秀男生朝她献殷勤。 表演戏某些被她拒绝过的男生,现如今都在娱乐圈混成一线了,有的还拿了影帝奖。 如此算来,江淫这个连影帝都拒绝过的男追大美人,在娱乐界也是相当有排面了。 哥在三个月前,杨叔怎么也不会想到,江淫能和谢少远在一起。 谢少远从大学开始就是江淫的追求者之一,她读的编剧是戏里出了名的才子,但因为家境清贫,又不是本地人,是众多追江淫的男生中杨叔不看好的那一个。 但她很执着,也是追江淫时间最长的。 三个月前,江淫被她的深情打动,两人终于在一起。 不过由于两人一直异地,在一起后并不常见面。 杨叔摸着下巴仔细算了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们俩在一起三个月,见面次数不超过五吧? 嗯,四次。 江淫冲她伸出四根手指。 而且几乎每次都是吃顿饭就分开。 实在是因为太忙了。 刚在一起没多久,江淫就连续接了几个国外的拍摄项目,那两个月不停飞来飞去, 因为时差的原因连电话都很少打,也就这个月两人才开始偶尔见见面。 说起来,江淫心里还挺愧疚的。 之前都是谢少远来找她,她还没去过同城。 这次恰好借着去同城参加时尚晚宴的机会,看看她的男朋友。 晚上下班回到家,江淫蹬掉脚上的高跟鞋,习惯性给谢少远发了个微信,我下班了。 她平时几乎秒回,今天没有动静。 兴许是在忙,江淫也没多想,拿手机提前点了个外卖,踏着拖鞋回房间洗澡。 擦着头发从浴室出来,她点亮桌上的手机,谢少远依旧没回消息。 思索着,江淫又发了个消息,在忙吗? 门铃响起,她的外卖到了。 接到心心念念的螺丝粉,江淫把谢少远不回消息的事暂且抛在一边。 坐在餐桌前打开盖子,浓郁的香气阵阵扑鼻,勾得她五脏六腑开始叫嚣。 什么味儿这么臭? 杨文提着蔬菜一进门就皱起了眉头,手在鼻前挥动着驱散那股难闻的气味。 目光闭向餐桌前的江淫,音量陡然拔高,你这孩子,怎么又吃螺丝粉? 江淫迅速把外卖盖子合上,脸上堆笑,妈,你怎么过来了? 杨文换掉鞋,推了推鼻梁上的眼睛,摆她一眼,就知道你一个人不好好吃饭,今天有空,过来给你做饭。 与爸提着蔬走进厨房,洗完手,力索地换上围裙。 江淫站在厨房门口,扶着推拉玻璃门的门框,我哪有不好好吃饭,这不正吃着呢? 就那臭哄哄的玩意儿? 香着呢,哪臭了? 梁文一边洗着菜一边叨叨,你说说你,平时饭都懒得做,将来嫁人了怎么办? 对了,小谢会做饭吗? 你说谢少远啊,好像会。 那还挺好的,将来你们俩结婚了,饿不着你。 咱也不图他什么,只要他是能干,对你好之冷之热的就行。 妈你扯远了,我什么时候说要结婚了? 小着呢? 二十五还小? 我和你爸这么大的时候,都生你哥了。 江银嘖嘖道,杨教授,好歹您和我爸也是文化人,观念不能这么迂腐,这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能比? 再说了,我哥不也没结婚吗? 干嘛老催我? 你哥连个对象都没谈上,我想催也使不上劲儿,你如今不有对象了吗? 没准我努努力,抱外孙就有望了。 杨文看着江银把饭菜吃干净才离开,临走前还反复叮咛,让他少点外卖,实在不行,就回C大。 江银的父母都是C大教授,常年住在学校家属楼。 杨文从小区出来,头顶末地响起几声闷雷,没多久,稀稀利利的雨水落下来。 雨很急,杨文没带伞,拿包遮在头顶,跑去附近的公交站牌前避雨,打算拦量出租回C大。 前方十字路口,一辆黑色宾利右转驶入主道,随着雨势变大,司机降低了车速。 宽敞舒适的车厢后座,西装笔挺的男人长腿自然交叠,骨节分明的手散漫搭在膝上,肤色稀白,手指修长。 前排副架上的林秘书抱着一打文件,正挫着身子,回头向他汇报未来几天的行程安排。 男人微合双目,英俊的脸上内敛沉稳,不见波澜。 伴赏后,他按几下眉骨睁开眼,神色清幽,去同城的时间室。 林秘书看一下行程表,尹总,专机安排在了这周五晚上,周六早上,同城分公司有高层会议,上午那边有一部电影的首映典礼,特邀您助阵。 下午我们与陶清和老先生协商新书改编影视的版权事宜,晚上有一场时尚慈善晚宴在远商丰益酒店举办。 尹穗淡淡恩了声,路过公交站牌时目光不经意瞥向窗外。 冷清的公交站,昏暗路灯下一位妇人孤零零站在那,身上的衣服被倾斜得与司打湿。 许氏拦了,几辆出租都没拦到,他看起来有几分急切。 随着车辆靠近,尹穗看清对方的长相,神色烧盾,吩咐司机靠边停车。 尹穗撑开雨伞,大步走向妇人,语气温和又恭敬,杨教授。 梁文一直打不到车,正寻思先回女儿那里避避雨,不料有人过来。 眼镜片沾有雨滴,他盯着瞧了几秒才认清来人,顿时眉开眼笑。 尹穗,怎么是你呀? 尹穗本科就读于C大金融系,是梁文的得意门生。 教授是要回学校吗?我送您。 尹穗递了张纸巾过去,雨伞尽数遮在老师头顶,自己的尖头很快被雨水打湿。 尹穗摘下眼镜,接过纸巾擦拭镜片,笑着推剧,这太麻烦了,恐怕耽误你正经事,我在这里,打车就行。 没关系,我刚好顺路。 尹穗没再推辞,重新戴上眼镜,坐上尹穗的车。 回C大的路上,尹穗主动跟他闲聊,我记得你本科毕业后,又去了麻省理工读硕士,什么时候回国的? 去年?尹穗硬着,又歉就地道,工作有些忙,一直没去拜访。 小宁和江教授。 梁文笑着摆手,年轻人嘛,工作要紧。 你们江教授常提起你,说他教过金融系那么多学生当中,就数你悟性最高,你当年写的那几篇论文,到现在还被他拿来在课堂上给学生当案例呢? 尹穗正要接枪,梁文包里的电话铃声响起。 他扫一眼备注,跟尹穗解释,我女儿电话。 点击绿色的按钮,手机放在耳畔。 尹穗与梁文的距离稍远,隐约听到那边传来一抹女音,妈,外面下雨了,你打到车没?没有的话,我下去接你,今晚就先别回学校了。 梁文看一眼身边的尹穗,笑道,刚好遇上的学生送我,不用你操心了,外面下雨别到处乱跑,记得把碗洗了。 学生? 哪个呀? 哪个你也不认识,打听那么多干嘛? 手机那端,江云无语地吐了吐舌头。 切断电话,谢少远那边依然没回消息,不知道在忙什么。 厨房收拾干净,江云闲来无事,抱着笔记本回卧室,盘腿坐在床上,将之前写了一半的关于摄影技巧的文章翻找出来,继续完善。 暖暖的灯光熨染在四周,噼里啪啦的键盘声和偶尔的鼠标点击声交替传来,周遭静悄悄的。 窗外的雨渐渐停歇,夜幕在不知不觉间变得浓郁。 晚上十点钟,江云打着哈欠将终于结束的文章上传微博。 她大学期间就时常拍一些照片或者短视频发布微博,几年下来,粉丝攒了小几百万。 这篇摄影技巧的文章,就是先前承诺了粉丝要整理的。 琛琛懒腰,她揉了揉发麻的腿,看微博发送成功,拿起床头桌上的空杯打算接水。 微博提示音疏然响起,收到一个点赞。 谁这么迅速? 江云正愣两秒,点开手机,封过刘恒,你过刘欣赞了这条微博,大拇指,这个粉丝去年突然关注她,当天点赞了她的所有微博, 从此,每次她发布动态,她几乎都是第一个点赞的那个人。 这是江云的男朋友,谢少远。 江云勾了勾唇,点开微信给她发消息,不忙了? 你怎么做到每次都手速这么快的? 捧着接好的热水回来,谢少远依然没回微信。 江云觉得奇怪,微博都给她点赞了,怎么不说话呢? 拨通微信视频通话过去,响了好几声,那边才接听,但没开摄像头,被切换成了语音通话模式,宝宝,怎么了? 江云顿了两秒,手机贴在耳畔,给你发消息,怎么不回? 抱歉啊,我在加班写稿呢,没看到。 这么晚了还加班? 就是突然有灵感了,一时忘了时间,所以忙到现在。 搞创作的人灵感来了,就比较容易忘我,江云也深有体会,没想到她这种状况下,还不忘刷微博给她点赞,应该是,受了特别关注。 江云心里甜甜的,又小声问,你这么忙,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谢少远无奈地笑,打扰倒是没有,不过这么晚了,熬夜对身体不好,你要早点休息才行。 一会儿就睡,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 别熬太晚。 对了,我这周六,江云话没说完,手机里似乎有扣门声传来,谢少远压低了音量。 宝宝,我还有工作要忙,先不跟你说了,早点睡觉不许熬夜,照顾好自己,拜拜。 电话被匆匆挂断。 出于一种敏锐的直觉,他末的感觉哪里好像不对劲。 原本想再拨回去,片刻后又打消了念头。 万一真是在工作,他一直打扰她不太好。 江云无奈地叹了口气。 算了,反正他很快就要去同城,等到时候见面再说。 由于之前给谢少远寄过几次礼物,江云知道他如今的住址,下飞机后直接打车过去。 周五晚上九点多,江云抵达谢少远的住处,一处偏城郊的公寓。 站在门外倾扣房门,等了会儿没动静。 江云以为记错了门牌号,翻开手机重新确认一遍,确定没找错后,再次敲门。 依然没动静。 不会还在公司加班吧? 原本计划先过来给她个惊喜,自己再去附近找酒店。 如今,既然她还在加班,江云便决定先去酒店安排好入住,晚些再给她打电话说这事。 尽头处电梯门打开,一个身材发福的中年男人叼着烟走过来,见江云模样精致明艳,不免多看了几眼。 廊下的灯免酒失修,忽明忽暗的,伴随着电流的呲呲声,气氛说不出的诡异。 江云还站在谢少远家门口,与中年男人对视一眼,看她一步步朝自己走近,下意识握紧了拉丹箱。 中年男人停在隔壁,收回视线,掏钥匙开门。 进家门前又回头望她一眼,美女,你找小谢有事? 江云身形微顿,抬头。 男人说,我刚刚还在楼下看见她了,跟她女朋友约会呢,你现在出去没准能碰见。 江云脑子嗡的一下,脸上的表情瞬间将至。 闪电一层层将乌云撕开,轰隆的闷雷声响起,没多久大雨倾盆而落。 江云拉着行李从公寓楼出来,初夏夜的凉风裹挟着清冷的雨丝,争先恐后往人的衣服缝隙里钻。 直到现在,她还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刚刚听到的。 站在眼下闭了闭眼,深吸一口凉气。 大概是跟女同事在聊工作,被刚刚那个人误会了吧。 又或者,是哪个女孩子在追求她。 也有可能是那个人跟谢少远关系不对付,故意制造矛盾的。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她不应该因为陌生男人的一句话,就怀疑她。 看着外面丝毫不见停歇的雨室,江云还是决定先去酒店安置一下,一切都等见了谢少远再说。 从包里摸到一把雨伞,往外拿时似乎被什么绊了一下,取不出来。 江云垂谋检查,发现是散柄上的吊坠和包包里内侧拉链缠绕在了一起。 吊坠是卡通版的一对情侣玩偶,两人在一起后,谢少远送给她的。 也不知怎么在纠缠着,她试着截了几下,居然解不开,稍稍用力一扯。 吊坠与拉链分离的同时,其中一个小玩偶被扯落在地,掉入台阶下的小水洼里。 江云正要弯腰捡回来,前面刺眼的车灯照过来,她眼前一白, 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能抬臂遮挡强光。 待那树光消失,江云脾气有些上来,循着方才灯源的方向瞪一眼。 那辆车已经掉头离开,浓郁的夜幕里灰蒙蒙一片, 昏黄的路灯下与是有变大的倾向。 马路边的绿化带前,此时站着一男一女。 江云本是不经意一瞥,看男人的身形有些眼熟, 她定睛多看了几眼。 两人恰巧站在路灯下,男人手里撑着雨伞,单手脱下身上的外套,披在女孩身上。 随着她的动作,雨伞往一侧偏了偏,借着间隙,江云看清了男人的脸。 轻裂干净的五官,戴着腹黑矿眼镜,温润纹雅,谦谦如玉。 是谢少远。 江云呼吸稍停,瞳孔末地放大。 而盼想起中年男人的话,我刚刚还在楼下看见她了,跟她女朋友约会呢,你现在出去没准能碰见。 江云手上握着还未来得及撑开的雨伞,收紧。 那对男女毫无所觉,女人搂上谢少远的腰,仰起下巴正跟她说些什么,举止亲密。 雨丝斜打在脸上,江云感觉像冰刀子似的疼,脊背阵阵寒凉。 那女人忽然点脚在谢少远唇上迅速亲了一下,含羞待气地笑着。 谢少远无奈地摇摇头,拢了拢女人身上的外套,点着她额头无比温柔宠溺地诉说了句什么,微微俯首,朝那女人深吻下去。 雨水被风送入眼眶,江云的眼睛被刺痛,指尖凉得发麻,双腿仿佛没了知觉。 谢少远追了她六年。 她还记得自己答应跟谢少远在一起时,她眼底有星光,兴奋地像个孩子,紧紧抱着她说定会守护她一辈子。 仔细算来,也就才短短三个月而已。 江云是个极度严控,尤其以前见到过极品男人,品味变得更加刁钻。 像谢少远这种斯文干净的男生,在她的审美标准里,根本不达标。 她原本对她一点感觉都没有,直白地拒绝过无数次。 可谢少远格外有恒心,从上大学到踏入社会,一直不肯放弃。 三个月前,江云在微博上发了张日出照,照片里她没露脸,只伸出左手比了个小心心,配字是,大家早安。 很简单的一条微博,却因为当时手腕上带了条手链,被有心之人拿来利用。 有人找到一张新车杂志社的周老板在某珠宝店专柜,让柜员打包手链的图片,图中手链跟江云手腕上的一模一样。 巧合的是,江云那段时间恰好在给新车杂志拍新一期的期刊方面。 有网友开始借题发挥,暗示她被钱规则,和周老板关系不一般。 这位周老板年过四十,已婚,有子。 于是江云就这么顺理成章地被贴上小三的标签,全网声讨。 而事实上,江云给杂志社拍封面时,全程只跟他们的主编交涉,连那位周老板的面都没见过。 舆论不断发酵,江云不得已被工作室停职,闭门在家。 那段时间,她只要登陆微博,就能看到数不尽的谩骂和嘲讽。 直到两天后,她再次登陆微博时,从众多未读消息中看到了熟悉的ID,风过刘痕,你过刘心。 这人平时除了给她的微博点赞,从来没有评论过,直言骗语。 江云还是第一次收到她的私信,没有文字,只有一张图。 某珠宝专柜前,周老板让桂园打包那条手链,而她左侧还站着跟她一起的周太太。 所以,那天是周老板和周太太夫妻二人一起去的珠宝店,手链是买给周太太的。 有人为了借题发挥,故意剪掉了在场的周太太。 有这张原图,江云就可以轻松反驳那些虚假的污蔑。 带着无比感激的心情,江云给那人发了信息,您好,非常谢谢您在此时发来的照片,我很感动,不知如何才能当面向您表达我的谢意。 对方没有回复。 江云从没遇到这么奇怪的人,如此神秘,默默关注她,又在她危难之时伸出援手。 到底会是谁呢? 这时门铃声响,江云没点外卖,也没有快递,狐移着跑去开门。 意外收到一束百合,卡片上这么写,风过刘痕,你过刘欣。 江云,无论何时我都在你身后。 谢少远看到这句话时,江云心颤了几下,再联想到微博上那个人,他几乎不假思索地拨通了谢少远的电话。 拨通后,他声音难以平静,那个粉丝,对,是我。 手机那边传来谢少远和煦的声音。 江云一下子猛了。 怎么会是谢少远,他从没想过这个粉丝会是身边的人。 可你除了点赞,怎么从来没说过话呢? 用那个聊天,感觉自己离你很远,所以不太喜欢。 谢少远笑笑,没了会儿又问,你还好吧? 挺好的。 江云声音渐渐有些激动,你帮我找到原图,让那些谣言不攻自破,可帮了我大忙了。 对了,你怎么找到周老板和周太太一起去买珠宝的照片的? 那边默了两秒,说,往上。 大海捞针哎,你花了很长时间吧,太辛苦你了。 不辛苦,只要能帮到你我做什么都值得。 谢少远,谢谢你。 江云承认,在得知谢少远默默为他做了那么多的瞬间,他心动了。 他问他最近有没有时间来场馆,他请他吃个饭。 第二天一早,谢少远出现在他家门口。 早餐店里,江云主动提出跟他在一起试试。 谢少远当时那副仿佛被幸福突然砸中,有些不知所措的表情,他至今还记忆犹新。 那时候他是真的相信,他很爱很爱她。 可如今,那个男人在跟别的女人相拥相吻。 江云视线穿过雨幕凝视着那对男女,手上挂着情侣吊坠的那柄雨伞,突然觉得脏。 他指尖一松,看那伞跌落在脚边,和方才掉下的那枚玩偶一起躺进公寓门前的水洼里。 这是谢少远回家的必经之路,定能看到。 他深吸一口凉气,唇角牵扯出一抹击翘,拉过自己的行李箱,踩着那吊坠大步走进雨雾中。 谢少远,我们分手了。 不知过了多久,路边拥吻的两个人才依依不舍地分开。 谢少远拿手机看一眼时间,我该回去了。 我送你到公寓门口。 尹英福玩耳笑着主动牵起他的手。 两人慢吞吞地朝公寓的门口走。 停在台阶前,谢少远目光掠过水洼里躺着的一把雨伞,视线落在伞柄上悬挂的情侣吊坠,神色墨地顿住。 几乎下意识地,他甩开了尹英福的手。 尹英福没有防备,身形不受控制地裂切了一下。 没了雨伞的遮挡,冰凉的雨滴朝他头顶和尖头砸过来。 谢少远将为尹英福撑着的雨伞扔在地上,弯腰捡起地上那把,撇见伞柄上断裂的吊坠,他脸上浮现一丝慌乱。 将尹谢少远低难着迅速环顾四周,现找不到那么熟悉的身影,胶着地想要去找寻。 就在这时,尹英福抓住了他的手臂,音量陡然拔高,这个时候了,你还没想明白吗? 谢少远安静下来,碎发很快被雨打湿,服贴得搭了在额前。 尹英福扬起下巴,抱着他手臂的力道收紧几分,人生在世,本就不可能事事如意,梦想和爱情之间你终究要做出取舍。 你有满腹才华,写的剧本,却没一个导演看得上,缺的只是人脉而已,如今机会就在眼前,你真的担心就此埋没吗? 谢少远,我对你的爱只会比你女朋友更多,更深。 尹英福深情捧起他的脸,声音中带着几分患得患失的轻颤,近乎央求,所以你能不能再好好想想清楚,我是不会嗨你的。 谢少远静静凝视眼前的女孩,虚余,脸上恢复往日的温润铅河。 她将手上的雨伞连同情侣吊坠一起丢进旁边的垃圾桶,轻笑着,温柔帮女孩理着被打湿的长发,我的心意,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 看到她的反应,尹英福暗自松上一口气,墨地点脚在她唇上亲了下,既然她来了,就借此机会做个了断,明晚的时尚慈善晚宴,我哥也会到场,你调整下状态, 我亲自帮你引荐。 姜云今天简直到了八辈子的眉,撞见男友劈腿不说,冒着大雨走了半个小时,居然就只找到了一家酒店。 她拖着行李箱落汤机似的站在酒店大厅,忍受着旁人异样的眼光,却只听到前台深感无奈的抱歉,这位小姐,实在不好意思,已经没有空房了。 从酒店出来,看着异地他乡的无情雨夜,积攒了许久的负面情绪,才终于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他靠墙蹲在地上,一张脸彻底埋进膝盖,肩膀耸动着,无声哽咽。 一辆黑色凯迪拉克在酒店门口停下,最先下来的是,副驾上一位西装革履的年轻男人。 他扣起西装扭扣,绕着车身来到另一侧,弯腰打开后门。 尹碎从车上下来,酒店经理已经亲自带人在门口相迎,尹总,套房已经准备妥当,都是按照您素来的喜好,经理话没说完,尹碎目光头向门口角落里缩成一团,哭得十分望我的女孩,漆黑轻烈的眼眸中浮现一丝不易察觉的波澜。 那边怎么回事?他收回视线,大步走进酒店,在代客区沙发上坐下。 知情的工作人员对着经理耳语了几句,经理道,尹总,那姑娘刚刚来住房,但今晚已经客满,许事无处可去。 经理脑子转得很快,片刻间已经想好了对策,待会儿我让人送她去其他酒店,安排好入住。 尹碎靠近沙发椅背,长腿自然交叠,修长西白的指尖在膝盖上敲打几下。 片刻后,又疏而起身,我那间套房按普通房间价格给她住。 经理惊了一下,严林秘书都有些不可置信,那尹总您,去别处。 从酒店出来,瞥一眼角落里那团小球球,尹碎回头跟经理吩咐一句,稍后再送一碗姜汤和点心给她,别跟她提我。 将秘书打开车门,尹碎重新坐上去。 车子驶离酒店门口后,定位走远,尹碎透过半开的车窗望过去。 酒店经理亲自上前打招呼,江淫抬起脑袋巴巴地看着,一脸可怜样。 经理说了些什么,她惊喜地从地上站起来,又是鞠躬又是握手,千恩万谢地跟人进酒店。 直到那抹身影消失在视野里。 尹碎无奈轻沈一声,关上车窗,走吧。 又想到江淫身上那湿得能凝出水的衣服,补充,先去女装店。 林秘书? 司机? 一家奢侈品店内,店员热情介绍着刚上市的新品,时不时偷描一眼尹碎,脸上露出藏不住的羞涩。 江淫在摄影界混得风生水起,如今也算公众人物,衣服尺码想查到不是男士。 尹碎挑了两套日常装,让店员打包时,看到玻璃橱窗里一套精美的红色礼服。 恍惚间她一起大二那年,那个穿着红裙,扎着马尾,跟屁虫似的,追在她身后,明媚张扬,活泼爱笑的小姑娘。 她肤色白,身材又好,很适合红色的衣服,笑起来像个妖精似的,专招人魂。 店员笑盈盈道,先生,这套礼服是下午刚刚到货的新品,腰身紧致, 很是凸显女性的曲线美,你女朋友,穿上绝对惊艳。 要不要我帮您包起来? 女朋友三个字,让隐碎的脸色,瞬间沉了几分。 不用! 她眉眼旁边那条黑色的,诞生丰富,拿这套。 姜尹没想到,自己人生中如此狼狈的时刻,居然还能峰回路转,有暗花明。 酒店经理跟她说,今天是酒店成立的圆满三十周年日,她是今天的第198位顾客。 198又是酒店的幸运数字,作为幸运,她可以用普通房间的价格入住豪华总统套房。 工作人员还十分体贴地给她送了姜汤和甜品。 就在姜尹已经感激涕零,感觉自己是上帝眷顾的小公主时,又有工作人员送了衣服过来,说是酒店赠送的礼物。 两套日常一套礼服,高收品牌KDL的夏季最新款,礼服更是今年新推出的经典款,姜尹在时尚杂志上见过。 天啊,这是什么好运气,这家酒店出手也太大方了吧。 前有男友当街劈腿,后有好运从天而降。 在这一杯一喜中,姜尹当晚失眠了。 次日清晨,谢少远打来电话,说当面谈谈。 看来,她认出了她丢在公寓门口的雨伞。 其实姜尹觉得已经跟她没什么好谈的,但秉承好聚好散的态度,还是答应了在附近的咖啡厅与她见面。 她也想听听那个嘴上说着离开她不行,被地里却和其他异性当街接吻的男人,如今嘴里还能说出什么花来。 但不管怎样,姜尹眼里进不得沙子,她和谢少远之间已实在无半点可能。 咖啡厅东面靠窗的位置,朝阳刚刚升起,光线透过玻璃窗流泻而入,形成五颜六色的七彩光斑。 姜尹以为谢少远会有无数个借口为自己辩解,可两人相对做了三分钟,她一个字都没往外吐。 看来,她已经不打算再挽回什么了。 既然这样,她还过来找他干什么? 姜尹唇角扯过一抹清潮,耐心告庆之时,才听到谢少远开了尊口,姜尹,我们分手吧。 姜尹气得自己都乐了,明明劈腿的人是她,如今还想给她来个先发制人。 她垂眸,淡定从容搅拌着咖啡,将上面精致地拉花打散,周边浮出泡沫。 你话说太迟,昨天晚上,我已经把你甩了。 她缓缓抬起头,迎上谢少远的目光,笑意不减,因为我有洁癖。 谢少远表情有一闪而逝的将至,最后声音弱下来,对不起。 姜尹唇角一弯,笑意不达眼底,这年头,对不起三个字,可不值钱。 我也有我的难处。 谢少远自顾自地说,你知道的,成为一名优秀的编剧,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可是我没有人脉,没有资源,我的作品连地在那些导演跟前的机会都没有。 毕业到现在,我只能去就在一家小小的出版社。 尹应福是附加千金,家是显赫,她能让我脱离现在的环境,带给我我想要的。 姜尹不耐烦听她讲述,她和小三的利益牵扯,拿起身后的包放在膝上,随时准备离开。 谢少远还在继续说,今天晚上远商丰益酒店有一场时尚慈善晚宴,她哥哥尹碎也会出席。 你也混娱乐圈,应该知道尹碎这个人吧,星途传媒的总裁,那可是能在娱乐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物。 姜尹眼洁微颤,终于抬起头,正眼瞧她一回,你想攀附尹碎。 倒也不用说得那么难听,只是找她帮个忙而已。 谢少远推了下鼻梁上的眼镜,我若成了尹应福的男朋友,就是尹碎的妹夫,到时候她稍微照顾一些,我就会有大把的资源,我写的那些剧本也能得见天日。 说到这儿,谢少远又歉疚又无奈地望向姜尹,所以我必须要跟尹应福在一起,你能明白吗? 连吃软饭都要做出这种迫不得已,被逼无奈的样子。 姜尹此刻内心已经翻不起任何波澜,连生气都觉得不值得。 她现在才知道,原来自己当初选择的,竟是这样一个男人。 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谢少远又道,我自知对不住你,有件事,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应该告诉你,就当是对你的一点补偿。 补偿? 事到如今,她还能稀罕她的补偿吗? 姜尹正欲嘲讽她两句,却听谢少远说,那个经常给你点赞的微博粉丝,其实不是我,我骗了你。 你说什么? 姜尹愕然抬头。 谢少远,几个月前你们班同学聚会,你跟杨叔说起微博粉丝的事,恰巧让你们班梁欢听到了。 梁欢当时在追我,那天后跑来问那个疯过刘恒,你过刘欣的ID是不是我的? 我这才知道,有个粉丝一直默默关注你很久,而且已经引起了你的注意。 姜尹心上陡然一沉。 谢少远继续道,我有想过把那个微博号买下来,但联系不上人,所以最后决定赌一把,给你送花时,在卡片上写下了那句话,以为这样你会对我印象好一些。 我就还有机会。 只是没想到,我送花那天,她恰好帮你找到了手链的源徒,以至于你对我格外感激,话音未落,姜尹抄起手边的咖啡,泼在她脸上,气得发抖,你动机不良,居心叵测。 姜尹记得当时以为是谢少远后,说要回关她,结果被谢少远拒绝了。 她说她就是愿意做一个默默关注她的小粉丝,不用她回关。 她还说两人以后也不要用微博聊天,因为她心思敏感,微博会让她觉得她遥不可及。 她把一切都布置好了,简直天衣无缝。 原来,那个人根本就不是她。 在她被拳网攻击时,找出源徒,为她洗脱污点的人,也跟她没有半点关系。 姜尹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欺骗。 这三个月,突然成了一个笑话。 杨淑下午赶来同城时,才知道姜尹和谢少远之间发生了什么,脑的当场要去找渣男出气,被姜尹给拦了下来。 那就是个渣男,将将你泼她一杯咖啡也太便宜她了。 看杨淑一份填膺的样子,姜尹此时反而已经平静下来。 怪不得跟谢少远在一起的这段时间,她时常觉得哪里不对劲,原来从一开始就是欺瞒和谎言。 谢少远这个人,未免太可怕了些。 姜尹坐在化妆镜前,想着她做过的那些事,突然觉得不寒而栗。 杨淑过来拍拍她的肩膀,我们参加的晚宴地址跟渣男的一样,不会是同一场晚宴吧? 姜姜你今晚真的要去? 去呀,为什么不去? 杨淑站在她背后,按在她肩膀上,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今晚上,小三要把渣男引荐给星途传媒的尹总,有那么一个人物坐靠山。 这对狗男女到时候不得趾高气扬地压你一头,你在场的话,我怕你吃亏。 姜尹刷着眼睫毛的动作一顿,这个问题她倒是还没细想。 时隔多年,提起尹碎这位现如今风生水起,在商界赫赫有名的顶级大佬。 姜尹心上还能涌起一股莫名的憋屈感。 爸妈都是C大金融系教授,高中那会儿,姜尹的未来被安排得明明白白,考C大金融系,将来进入CBD,成为金融界的精英人士。 然而高考成绩出来时,姜尹瞒着他们修改志愿,报了P大摄影系。 姜教授和梁文女士气得不轻,说摄影是不务正业,扣留她入学通知书,打算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人脉和资源,让她在C大就读。 姜尹带着委屈和不甘委身C大金融系半个月,跟老爸老妈斗智斗勇。 后来父母看她完全没心思学金融,这才态度软下来,放任她去P大报道。 在C大混搭的半个月里,姜尹军训从来不去,课堂上也几乎不见人影。 每天就只忙着一件事追C大校草,金融系大二的风云人物,饮碎。 姜尹从来不缺人追,但作为严控,那些追她的男生,她还真没几个看得上的。 直到在C大遇见尹碎,模样英俊,眼形四若桃花,温柔多情,简直像个落入凡尘的妖孽,看起来实在秀涩可参。 当时恰好没事可做,又想翘刻气她爸妈,于是,她对尹大美男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攻势。 那是她生平第一次追人,倾注了所有的热情。 最后结果,以失败告终。 她如此活泼漂亮,善解人意的小仙女,拿自己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生生捂了半个月,每天给她买早餐,陪上课,送宵夜,何等殷勤。 结果人家愣是没答应做她男朋友。 这是说起来,还挺有心理阴影的。 都自卑了。 她追求尹碎不成功,谢少远却顺利攀上尹碎的妹妹。 尹碎如果承认谢少远这个妹夫,未免也太打她脸了吧。 见江云一直不说话,眉头还时不时皱着,杨叔以为她有了顾虑,宽慰道,反正这种宴会也就吃吃喝喝,没什么大事,要不然你在酒店里休息,我一个人去。 那不行,怎么能丢下你一个人呢,我还是一起过去吧。 江云放下眉笔刷,从化妆包里翻找出口红,在唇上轻轻涂抹一层,抿了下唇。 我觉得,尹碎虽然眼瞎,但作为商界大佬,她勉强也算高智商生物,不至于能看上谢少远这种小人吧。 嗯?杨叔被江云这话搞得有些糊涂了,你说尹碎眼睛看不见吗? 没有吧,我在新闻上见过她照片,看起来挺帅的,而且也没听说她是盲人啊,你在哪儿听到的传闻? 江云一噎,摸了下鼻子,不瞎吗? 哦,那可能我记错人了。 杨叔也没太在意这些,打开自己的行李箱拿今晚上要穿的礼服,不经意瞥见沙发上的黑色礼裙,她眼皮一跳,咦,这不是KDL的夏季经典款吗? 很贵的。江云透过镜子看了一眼,点头,酒店周年庆,说我是幸运客户,送的。 乖乖,居然这么大方?杨叔拿着礼服翻来覆去地看,又有些遗憾地开口,不过我记得这个系列今年一共出了两款,最惊艳的是红色那款,黑色款在网上被很多人吐槽,说模特穿上都压不住,重归重举,又死气沉沉地,穿上像是去参加葬礼。 酒店怎么送这套啊?太难驾驭了。江云对着镜子看了看脸上的妆,起身走过来,反正是送的,又没花钱。 你这么说也是。杨叔看看手上的礼裙,又在江云身上打亮衣圈,眼前墨地一亮,咦,江江,这礼裙的尺码好像刚巧适合你,你这身材这脸大,没准压得住,要不你试试? 现在?试试吗?反正晚宴的时间还早。杨叔兴致勃勃推他去换装。 KDL这款礼服的设计很是简约,常规版型,没什么花里胡哨的装饰做点缀,这也是红色惹眼,而黑色显得沉闷不招人喜欢的重要原因。 毕竟把一套普通单调的黑裙穿出女神范。 脱颖而出,实在有点难为人。 不过,当江银换上礼服出来的那一刻,杨叔改变了先前的看法。 他今晚上的丸子头搭配如今身上的黑礼服,居然格外亮眼。 V领设计裸露出纤细完美的天鹅颈,再往下,一字锁骨性感迷人。 礼服与人体紧密贴合,展现出玲珑曼妙的女性曲线,左右两侧是宽广飘逸的雪纺袖子,垂落时随着细微的风轻轻舞动,宛若展翅玉飞的黑天鹅。 优雅,知性,像中世纪华美古堡里的高贵女王。 杨叔愣神两秒,冲她竖起大拇指,将将,绝了。 这礼服简直为你量身定制的。 她眼珠一转,建议道,KDL这款黑裙面是至今,从没人穿着它出席任何晚宴。 要不你今晚就穿这套吧,媒体肯定会注意到,绝对咽压群方,亮瞎他们的眼。 江银愣了下,摇头,太招摇了,我觉得。 杨叔恨铁不成钢地点她额头,我可提醒你,今晚上渣男和小三也会在,你不打扮漂漂亮亮的,怎么把厂子找回来? 时尚晚宴的地点在远商丰益酒店,主办方是远商集团旗下的Whole Life珠宝。 Whole Life原是英国品牌,边临倒闭时被远商集团收购。 几个月前,Whole Life引进国内,迅速侵占珠宝市场,成为业界之星。 为了引起各界关注,在今夜举办了这场盛大的时尚慈善晚宴。 江银曾经在英国给Whole Life珠宝拍过广告。 正是因为先前的合作关系,工作室才有幸收到Whole Life品牌的晚宴邀请。 宴会厅奢华迷人眼,身着礼服的俊男靓女,三两成裙,推杯换盏。 江银和杨淑在边角的吧台前坐着,随意喝着手上的香槟。 杨淑跟她聊着八卦,听说Whole Life的老板年纪不大,还真是年轻有为, 她能让面临破产的公司起死回生,这手笔,很有尹穗当初整改星途传媒的雷霆之势哀。 尹穗去年从美国回来,接手星途传媒后将企业高层大换血, 其副尹董事长也宣布让位,引起业界好一番动荡。 随后,尹穗担任星途传媒董事长兼总裁的职务,全面实行整改。 那时候没人看好尹穗,认为她放着尹市集团总经理的位子不要, 单要尹市旗下星途传媒这个不起眼的小公司,实在是很愚蠢的决定。 可如今不过一年半,星途传媒已经是娱乐界一座不可撼动的大山, 甚至逐渐有掣肘尹市集团之势。 实在是一个,可怕的男人。 杨书说起尹穗滔滔不绝,将银心不在焉喝着手伤的酒。 这时,身后突然躁动,场内宾客朝同一方向迅速狂奔, 将大门口刚刚进来的人给团团围住。 杨书点脚往那边看,看清来人后脸上逐渐兴奋,是尹穗。 怪不得那么多人上前搭话,他今晚上居然真的来这儿了, 我还没见过他真人呢,将将我们也靠近点看看吧, 没准还能要到名片。 江银几倍僵了下,脚不听使唤的后退半步。 其实他和尹穗之间,并不全是追求失败者,和被追求者之间的关系。 说不定在尹穗心里,对他还有点深仇大恨。 说起来怪难为情的。 当初他苦追尹穗无果,仗着年轻气盛,在某天气急败坏之下,把他按在地上墙。 闻。 了。 那也是他和尹穗的最后一次见面。 第二天,他就去屁大报道了。 根据那人在C大不进女色的传闻,江银觉得他当时夺走的,很有可能是尹穗初吻。 如果他记仇的话,没准杀了他的心,都有。 江银努力朝杨书笑笑,尽量保持淡定,你先去吧,我肚子突然不舒服,想去烫洗手间。 他松开杨书的手,提着裙摆,转身朝着洗手间的方向走。 此时,大家都在围着隐碎,通往洗手间的过道,格外僻静。 一道急促的声音自拐角的方向传来,听说我哥来了,我们赶紧过去。 随着话音落下,一男一女出现在拐角处。 尹应扶挽着谢少远的胳膊走过来,迎面撞上恰好走到此处的江银。 对上江银的脸,谢少远表情僵了一瞬,薄唇吸动几下,最终没有说话。 尹应扶认得江银,目光扫过他身上那件黑色礼裙,脸上闪过难以置信的错愕。 他今天特地穿了件路肩的白色礼服,波浪卷的长发披肩,看起来清新婉约,灵气动人。 原本以为,今晚上没有人能压他一筹,此时望着江银,他眼底却是难掩极度。 尹应扶保持着得体的微笑,又往谢少远贴近几分,整个人几乎要倒在他怀里,娇声开口,快点呀,我哥哥可是星途传媒的总裁,平时很忙的,很少出席这样的场合,也不知道他会在这儿待多久,再迟些没准就见不到了。 那语气,对着江银显摆的意味格外明显,生怕旁人不知道,他有个好哥哥。 那我们现在过去。 谢少远温绪笑着,主动揽过他的腰,两人无视江银,镜子远去。 江银独自停留在原地,垂在身侧的拳头,一点点握紧。 而派尹应福甜腻的嗓音经久不散,在想到谢少远谄媚的笑,他莫名觉得一阵反胃。 脑海中闪过尹应福把谢少远介绍给尹碎, 然后他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画面。 江银突然没了返回宴会厅的勇气,自己都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可怜。 清洁人员刚打扫完毕,卫生间里没人。 江银把自己关在隔间里,坐在马桶上玩游戏消磨时间。 期间杨叔发了无数个短信,问他怎么还不出来,又接连电话轰炸。 无奈之下,江银只能慢吞吞从卫生间出来。 美精打采地站在洗手台前,看着镜中的自己,突然有点像怨妇。 他打了个机灵,迅速驱散心上的忧怨与愤闷。 谢少远这个凤凰男能不能攀上尹碎,跟他才没什么关系,攀上了也是个凤凰男,小人。 他为这点事想不开,还把自己关厕所里不敢见人,未免也太看得起那个渣男了。 江银使劲摇摇头,把坏情绪统统甩开,随手将手机放在一旁的储物栏里,打开水龙头。 恰巧两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一前一后,从对面的男卫生间出来。 江银透过镜子看了眼,前面的那个身材鼻挺,肩宽腿长,健眉浓密,桃花眼深邃幽远, 蕴着几分天生的柔情,整个人丝丝纹纹的。 只是那张脸不笑时,总带着几分疏离的良意。 确认眼神,是被他染指过的男人。 还真是冤家路窄。 时隔多年,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一直记恨他。 江银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挤了点洗手液,低头装作认真洗手的样子。 隐碎在他旁边的位置站里,打开水龙头。 江银身形一僵,感觉到无形的压迫,一时间,头垂得更低了。 好在他身侧还站着另外一个西装男人,两人大概没注意到他,此时正在聊天。 乔记横道,秦夕那小子,whole life,举办时尚晚宴,让我们给他捧场,他自己倒也没见从伦敦飞回来。 隐碎几洗手液时发现手边的瓶子里是空的,他朝旁边那抹恨不得把脸埋进洗手池里的身影瞥了眼, 大臂一身,在江银额前穿过。 江银身形墨地崩直,以为他认出自己来,吓得呼吸都差点停止。 抬头时,他看到一只修长好看的手挤了点他身侧的洗手液,又缓慢收回, 慢条丝里的搓着手,眼神自始至终都没看他,whole life,已经引进国内市场, 他要回来是早晚的事,应该就在最近。 原来不是,认出他了。 江银松上一口气,关掉水龙头,手也顾不得吹干,迅速离开此是非之地。 乔继恒分析这隐碎的话,很赞同,这小子一去七年,也是该回来了。 隐碎甩了甩指尖的水滴,看见旁边储物栏里躺着的手机, 朝侧后方那抹身影消失的方向看一眼,用食指和中指的指缝夹起来。 乔继恒也看过来,这不是刚刚那女孩落下的手机吗? 对了,他身上那礼服,不是KDL被骂很惨的黑色款吗? 网上都说礼服设计有问题,我刚看他穿着挺女神的,有发,很好看啊。 果然这衣服好不好看,跟人的关系也挺大的。 洗手间出来,两人不喜欢宴会厅里的虚与尾仪,在二楼僻静的栏杆前倚着闲聊。 乔继恒一只手臂搭在栏杆上,偏头,你拿了人家女孩手机,不还给人家。 宴会厅婉转悠扬的音乐穿透耳膜,尹碎逆了眼下面的公愁交错,闲闲道,丢了东西,自己会找。 这时,耳畔传来一抹兴奋的女音,想故意黏着嗓子,在喊她,歌。 尹碎眉头机不可见地皱了下,看到尹应福挽着一个男人的手臂笑盈盈朝这边走来。 看清男人的长相后,她暮色渐沉。 二楼的灯光不似下面的宴会厅那般明亮,暗影浮动,她视线落在尹应福挽着那男人地绑的手上,眼底染上几分凌冽的良意。 片刻后,她将目光一向宴会厅,似乎在找寻些什么。 尹应福已经拉着谢少远走过来,笑容很甜,哥,这是我男朋友,他很喜欢做编剧,而且写的剧本都可好了,你有时间的话能看看吗? 谢少远也含笑上前两步,朝尹碎递出名片,尹总,我是谢少远,还请您多多关照。 尹碎口袋里手机震了声,她掏出来扫一眼,重新装回口袋,问乔继衡,刚刚说到哪儿了? 说那女孩的手机,一会儿找不到,估计得着急,真不给人送过去。 两人继续闲聊,全然把身边的一男一女当空气。 谢少远名片还举着,收回来也不是,不收也不是,只能朝着尹应福递一个眼神。 尹应福知道,尹碎从来不把他和他妈当作尹家人,更不承认他这个妹妹。 可他以为,即便不看爸爸的面子,瞧在爷爷的份儿上,他也会在外人面前给他几分薄面。 却没想到,他依然不把他看在眼里。 哥,我男朋友很喜欢编剧,而且他剧本真的很棒,你给他个机会好不好。 尹应福眼眶里喊着水雾,轻声细语地说着,很有几分楚楚可怜。 尹碎终于掀起眼皮,望向尹应福时眼神清冷威严,毫无怜香惜玉之心, 甚至不加掩饰自己的厌恶,不要在外面打着我的旗号做事,更不要以为你如今改姓尹,就是尹家的人,我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 尹碎说话不留情面,又是当着谢少远的面,尹应福只觉得屈辱,情绪再也绷不住,两行青泪滚滚而下。 局面突然搞成这样,谢少远只能笑着跟尹碎陪礼,今日唐突饮总了,我在这儿给您陪个不适。 跟我陪不是尹碎凉凉扯一下唇角,抬起手臂弹了弹衣袖,高高在上地逆着他,你有资格吗? 谢少远有些善善,拉起尹应福离开。 刚转身,他看见站在不远处,穿着黑色礼裙,亭亭玉丽,明媚动人的僵银。 他不知在那里站了多久,定定地望着这边,对上谢少远的视线时,还故意挑了下眉,得意知情异于眼表,就差欢呼鼓掌放鞭炮了。 姜云发现手机落在洗手台回去找,结果不见了,他猜测有可能是尹碎拿着,打算硬着头皮过来问问。 没想到居然能看到这么解气的一幕。 果然尹碎还是有智商的,瞧不上谢少远这种孔雀男。 尹应福一口一个饮碎是他哥,如今看来,兄妹俩的关系也不怎么样吗? 在尹应福和谢少远与他擦肩而过的一瞬,姜云实在没忍住,嘖嘖两声,未来的编剧大大。 贪龙赋凤成功了吗? 谢少远深深望了他一眼,没跟他计较,还自认为关切地提醒他,离开这里,别招惹这种人。 姜云觉得好笑,你管得着吗? 谢少远一噎,拉着尹应福远去。 姜云出了心中闷气,此时唇角高高翘起,心情都跟着舒畅了起来。 直到感觉有股视线落在他身上,他末地抬头,撞进一双漆黑如墨的眼眸里。 尹应福和谢少远离开后,乔继衡手机书而响起,他眸光在尹碎和姜云之间匆匆掠过,接起电话往别处去。 不觉间,灯光昏暗的二楼,就剩下他们两个。 对视两秒后,尹碎迈开长腿,站在他跟前。 一团暗影拢过来,由于距离太近,姜云能嗅到他身上的气息,是一种说不出的木质香调,混合甘又轻露的味道,很特别,却很好闻。 记得曾经在C大,他闻到的就是这个味道,记忆深刻。 后来再也没从旁人身上闻到过这种香。 你是狗吗? 他淡淡开口,说话间热气喷在他额头,掀起几根碎发。 姜云正愣两秒,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他不知何时把脸往他身上凑近几分,鼻尖都快贴他西装前的领带上了。 更丢人的是,他居然用鼻子在嗅他身上的味道。 你才是狗? 你全家都是狗? 明明是你自己,非要离我这么近的。 姜云心里骂骂咧咧,面上却耸得很,心虚地后退几步,想要跟他保持距离。 谁料他躲避太急,脚下高跟鞋突然不稳微向一侧,身子顺势往地上挡。 幸好他眼疾手快,迅速抓到旁边的栏杆,稳住身形。 在望向隐碎时,他依旧挺拔地站在那儿,气质沉稳,胃脸持重,趁得他模样稍许狼狈。 发现这一落差的同时,姜云立刻将脊梁挺直,撩一下尖头的长发,骄傲地抬起下巴。 虽然当初追求悲剧,但说到底,他也是夺走他初吻的人,不算绝对的失败者,坚决不能输了气势。 隐碎凝着他,唇角机不可见地牵扯一下,深沉的眼瞳在这略显昏暗的空间里凝孽不定,有事? 被他一提醒,姜云这才想起件大事来,顾不得跟他置气,恢复一向的温婉有礼。 尹总,刚刚在洗手间,我不小心把手机落下了,不知您是否有留意过? 对了,我刚刚洗手时就站你旁边来着。 您,姜云不太确定地悄悄打量他,心里七上八下的,您还记得我吗? 感觉到隐碎一双犀利的眼眸在他脸上打亮,姜云不自觉呼吸停下来,身形略显紧绷。 好像,他若有所思着,骨节分明地指尖在额头轻点一下,视线重新回转他身上,是有点印象。 好像。 咦,听隐碎这口气,难道是不记得当年的事了? 贵人多忘事。 看来多年过去,这位大佬忙着搞事业,早把他这个小人物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那可真是太好了。 姜云整个人松上一口气,心里美滋滋,笑意都跟着真诚不少,看他时也有了底气,某种满含期待,那云总您看见我的手机了吗? 隐碎从口袋里摸出他的手机,递上钱,这个。 果然在他这儿。 对对对,就是这个。 姜云恭恭敬敬地双手接过,笑得一脸真诚,我还以为丢了呢,谢谢。 实在太谢谢了。 隐碎缓缓垂下眼瞼,望着他一副感恩涕零的表情,下巴一抬,怎么谢? 啊? 姜云迟钝地抬头,有点没跟上他的思维。 他以为,像隐碎这种级别的男人,时间都是很宝贵的,不会需要他一个小透明拿出实质性的感谢来。 结果没想到他还挺斤斤计较。 刚刚如果不是为了快点躲开他,他根本不会把手机蜡洗手间的好吗? 姜云十分不想跟他在这儿多待,每停留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 万一他脑子突然灵光起来,记起以前的事怎么办? 他圆溜溜地眼珠滚动,上扬的眼尾天生带着狐狸般的脚侠,一看就是又在打鬼主意。 隐碎低头理了理袖口,声音听上去显得寡淡,姜云,看来你这么多年都没变化。 漂亮话很会说,真心却是半点都没有。 姜云! 完了! 他好像什么都记得。 这下完了。 室内明明半丝风都吹不进来,姜云却分明感觉到脊背翻滚着嗖嗖的凉意。 很有可能,他今晚得交代在这里。 姜云嘴角抽搐几下,要笑不笑地看着他,眼底是满满的求生欲。 尹总,我以前年幼无知,贪玩任性又不知深浅,如果得罪了您,现在真诚地跟您道个歉,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我一般见识。 说完双手合十,规规矩矩鞠了个弓,念念有词地小声叨叨,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万分对不起,尹碎凉凉腻他一眼,随着他鞠躬的动作,后退半步,你拜佛呢? 姜云稍正,回味着他的话,又一本正经的点头,您在我心里,本来就是那心胸宽广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如来佛祖。 尹碎冷痴一声,手臂随意搭在栏杆上,转过身背对着他。 你别不信,我是真诚的。 姜云极力为自己辩解,你不知道,当初冒犯你之后,我简直毁极了,为了赎罪,这些年,我每天都在家中为你烧香祈福,你看你现在事业顺风顺水,没准里面就有我的功劳呢。 隐碎侧目,那我还得谢谢你。 不用客气,你刚刚捡了我手机,咱们俩两亲就行了。 晚宴过后,接下来有一场慈善拍卖会。 姜云和杨叔找了个不太起眼的位置坐下,杨叔巧声问,你刚刚晚宴跑去哪儿了,给你发信息也不回。 就遇见个熟人,然后聊了两句。 姜云随口硬着,心里还有些打鼓。 尹碎今晚上也没把他怎么着。 不知道是打算放过他了,还是在攒着憋大招。 而且都到拍卖会环节了,他居然还没走,搞得姜云如坐针毡,生怕一个不留神就被他给报复了。 出神间,杨叔扯了下姜云的胳膊,他顺势抬起头。 尹应福挽着谢少远的胳膊走过来,坐在了姜云左前方的位置。 尹应福余光朝姜云这边望一眼,笑着靠在谢少远肩头,说话的声音故意加大了些, 今天我哥他可能心情不太好,不过没关系的,回头我去找我爸,他最宠我了,给你介绍几个导演还不是打个电话的事。 谢少远揽过他的肩膀,温和得耳鱼几句。 杨叔嫌弃地撇嘴,凑在姜云耳边道,刚刚宴会上,我还看到他们俩吵架呢。 谢少远说什么尹应福骗他,原来他跟尹碎这个哥哥关系没那么好什么的,如今又到你跟前显摆,装出一副你浓我浓的样子,也太差了。 姜云懒得理会那俩人,笑着接过话题,伸着脖子往前看了看,听说今晚有一款文莱国王钻石纪念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拍这个。 杨叔一惊,也有些激动地往前看,你是说1995年文莱国王生日时,莱卡特别制造的那款薄金钻石相机? 姜云点头,这款相机当年没有在市面上发行出售,是专供文莱国王用来送给贵宾做礼物的,数量稀少,市面上根本难得,没想到今晚会出现在慈善拍卖会上。 姜云对这款相机神迟已久,不过以她如今的小金库是没希望拍到这样一个宝贝的,只想看看这宝贝今晚能花落谁家。 21号拍品莱卡M6文莱国王钻石纪念机,台上拍卖师洪亮的声音响起时,姜云下意识挺直了几倍,眯着眼努力往拍卖台上看,眼睛逐渐放光。 拍卖师讲完产品介绍,爆出起拍价,30万,35万,40万,45万。 相机的主人显然十分爱护,注重保养,看起来还跟新的一样。 姜云听着不断上升的报价,目光半点舍不得从那款相机上一开。 她心脏不受控制地快速跳动,耳畔此起彼伏的报价声接连回响,她也忍不住,开始有点蠢蠢欲动。 最后一狠心一咬牙,举起手上的牌子,50万。 因为紧张,她手心渗出一层薄薄的湿汗。 杨叔难以置信地看着她,姜姜,你疯了。 姜云抿了下唇,还没开口,紧跟着又有人追上来, 把姜云的报价甩开不少,一百万。 姜云握紧手上的牌子,终究没有再举起。 她的家敌只能算殷实,在摄影界混到如今的地位不容易, 传的小金库还无法让她为一架相机做出豪至千斤的事情来。 算了,她这样也算努力过了,这东西也讲究缘分的。 姜云缓缓将自己从局中拉出来, 以一种置身室外的态度看着眼前已经上升到三百万,又一路攀升到五百万。 呼,幸好刚才及时收手,否则她可买不起这么贵的玩意儿。 不过说实话,这相机虽然稀少,也不至于价格抬这么高吧。 六百万。 尹应福骄傲的声音陡然响起,又挑衅得朝姜云这边腻一眼, 对谢少远笑盈盈的撒娇, 阿远,今晚我把这款相机拍下来,回头你给我拍照好不好。 杨淑气得胃痛,简直要吐了,这小白脸绝对是故意恶心你的,好想给她一个耳光。 姜云面容平静没说话。 隐约间,她感觉有道目光穿透在座的人群,朝她身上频频注视。 姜云狐疑着左右群寻,却并没发现什么异常。 大概是她的错觉吧。 拍卖师在上面询问, 尹小姐出嫁到六百万了,还有网上加的吗? 六百万第一次,六,一千万。 一道清冷又平淡的声音忽而响起。 价格突然被刷出新高,四周末地安静下来, 尹应福脸上得意的笑容瞬间降注。 星图传媒的尹总出嫁一千万了。 一千万第一次,一千万第二次,一千万第三次。 咚! 直到拍卖师成交锤落下,周围才渐渐恢复躁动。 尹碎和尹应福不是兄妹吗? 兄妹俩关系是不是不好? 这可是,公然打尹应福的脸。 继兄继妹,能好到哪儿去? 尹总果然好气,不明则已,一鸣惊人啊。 听着周围的讨论,再看看尹应福难看的脸色, 杨叔心情顿时极好,故意阴阳怪气地出声, 则,原来是继兄啊。 他又故意问江银,江江, 刚刚好像谁说,今晚上要把这款相机拍下来的对吧? 尹应福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再看看前方半点没把它放在眼里的隐碎, 顿时觉得委屈,捂着脸起身跑开。 江银扯了下唇角,心情极为舒畅。 尹碎今晚上是他的福星吧, 说话做事,可太对他胃口了。 跟随着众人的目光, 他看向前方淡定自若, 却随随便便抛出天价的男人。 他翘着二郎腿随意倚在沙发上, 手肘撑在俯首处支着头, 气定神闲间, 还透着几分慵懒与漫不尽心。 大佬,不愧是大佬! 这男人简直太有钱了! 不过他记得, 尹碎好像不懂摄影吧? 江银脑中神神在在地, 冒出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 如果大学那会儿他把尹碎拿下了, 现在这款相机, 是不是就能成他的私藏了? 他当初就不该一着急, 把人给抢吻了, 后来还派人报复, 逃之夭夭。 搞得两人现在关系如此紧张, 一失足, 成千古恨。 当天晚上, 江银意料之外地登上微博热搜, 江银穿KDL黑色礼裙参加晚宴, 江银除了三个月前被污蔑做小三遭到全网攻击以外, 几乎没怎么上过热搜, 排名如此靠前的次数更少。 酒店里, 他洗完澡裹着浴袍出来时, 才听杨叔兴致勃勃跟他说起这事, 江江, 我就说你穿那套礼服肯定敬艳吧? 你看都上热搜了。 这把不亏, 那么多人吐槽的礼服如今被你穿出女神范, 知名度得在网上升。 江银坐在床边拿起手机, 有人把他今晚礼服上的着装发在网上, 如今微博粉丝肉眼可见地在增加。 杨叔穿着剑吊带裙, 散着极尖的波浪卷盘腿坐在大床另一端, 手上翻看着那些照片, 则, 我家江江就是漂亮, 那个小三连你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 早晚让姓谢的渣男后悔去。 江银随意刷着微博, 忽而想到什么, 从列表中找到封过刘恒, 你过刘欣这个粉丝的微博。 曾经她以为是谢少远, 结果居然不是她。 那会是谁呢? 点开她的微博主页, 头像是黑白方块, 主页上干干净净, 一片空白。 她没发过动态, 只半个小时前, 点赞了一条热搜上夸赞她今晚黑色礼服, 很有气质的照片。 未免也太神秘了吧? 莫非是专门为她注册的微博号? 死中坟。 江银摇了摇头, 没再多想, 退出见面。 又把无聊赖地刷了会微博, 要退出时, 她脑海中闪过, 今晚上无意间帮她出气两次的男人。 要不是今晚遇到, 她其实已经很久没关注过她的消息了。 望着微博上方的搜索框, 鬼使神差的, 她输入隐碎两个字。 微博ID, 星图传媒隐碎, 头像是一张穿着西装的照片, 深邃的眼眸漆黑而犀利, 锐芒暗藏, 带着成熟男人的金贵与稳重, 不苟言笑时, 显得有些高不可攀。 隐碎不是明星, 但因为那张脸以及如今在娱乐圈的地位, 微博粉丝居然有两千万。 然而被她关注的人却不多, 小小的两位数, 相当吝啬。 江吟只付上华, 翻看她的微博动态, 都是些冰冷的商业宣传, 看起来毫无温度。 这微博, 还挺符合她一贯的形式做派。 江吟心里嘀咕着, 手指随意往下翻, 结果因为翻看时间久, 左下角弹出关注提醒。 她没留意, 点了关注。 靠! 江吟一个机灵, 顿时觉得头皮发麻, 又迅速点了取消。 她放下微博, 做了几个深呼吸, 安慰自己, 隐碎着微博冷冰冰的, 一看就不怎么上网, 估计不会发现这个小意外。 她被自己的这套逻辑说服, 心里好受不少, 去行李箱翻找出自己的身体乳, 慢悠悠均匀涂抹在身上。 给皮肤做完保养, 她打了个哈欠, 昨晚上失眠, 今天得早点睡。 爬上床, 拢着被子躺下, 睡前习惯性打开微博看一眼。 消息列表里, 赫然躺着一条未读消息, 星途传媒隐碎。 江银一个机灵, 蹭地坐起来。 不是吧, 就不小心点了下关注, 她都已经立马取消了, 还能被她发现。 江银咬了咬唇, 捧起手机, 硬着头皮回复, 抱歉, 手滑了, 没想到对方回得还挺快。 星途传媒隐碎, 哦, 江银一颗心还没落地, 又有消息发过来, 眉头莫尾的几个字, 我还以为。 江银莫名其妙地盯着她这几个字, 还没想明白什么意思, 又看到她不紧不慢发来一条, 你在调戏我江银和谢少远分手的事, 江银还没想好要怎么跟父母说, 原本打算先瞒着的, 不料梁文周末去商场时, 看到了牵着手逛街的谢少远和尹应福。 这下想瞒也瞒不住了, 江银接到梁文女士打来的电话时, 只能坦白她和谢少远已经分手的事实。 江银没提分手的原因, 只说是性格不合, 但江银刚去一趟同城就分手, 转头谢少远又和别的女孩手牵手出现在场馆, 梁文当即猜出个七七八八。 怕女儿伤心, 梁文也没戳破, 你若不喜欢分开也好, 说实话, 当初我跟你爸也瞧不上那小子, 家里一贫如喜不说, 都毕业三年了, 也没混出个样子来, 以后跟他在一起你难保不遭罪。 见手机那端江银没接枪, 梁文顿了顿又道, 你不是已经从同城回来了吗? 周末也没什么事, 晚上回西大吧, 妈给你做好吃的。 江银在同城随手拍了几张照片, 此时正盘腿坐在客厅的地上, 靠着沙发在电脑前修图, 听到这话应了声, 好, 我晚点就回去。 大概是为了安抚女儿, 梁文做了一桌子的菜, 都是江银喜欢吃的。 如此丰盛的晚餐, 居然只有他和爸妈三个人, 江银洗了手坐下, 我哥呢, 他不回来。 江炳怀放下手上的金融杂志, 过来拉开座椅, 你哥去香港出差了, 要明天才回来。 江银的哥哥江沛是个律师, 跟朋友合伙开了家律所, 平时忙得不可开交, 一年到头不见得回来吃几次饭。 那他挺惨的, 没机会吃到这么好的菜。 江银吐槽着, 给自己盛了碗汤。 梁文哼笑一声, 他惨个屁, 巴不得天天也外面跟工作相亲相爱, 都快三十的人了。 女朋友也没领回来一个, 我还没说他两句, 家都懒得回。 江炳怀手肘轻轻撞一下妻子, 递了个眼色过去。 梁文接收到信号, 立马改口, 笑着给江银加菜, 你哥年纪是大了点, 但你还小着呢, 又那么喜欢摄影, 多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也是好事, 谈恋爱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不用着急。 江银吃这碗里的菜, 点头, 我暂时确实没有谈恋爱的打算。 说完意识到什么, 看看江炳怀, 再看看梁文, 扑斥笑出来, 爸妈, 我跟谢少元感情还没那么深, 就分个手而已, 还是我甩的他, 你俩不用这么小心翼翼。 江银是真的觉得不胜在意, 这件事起初确实感觉很生气, 可如今, 他连生气都觉得是一种情绪浪费。 谢少元, 他不值得。 周一江银外出拍摄, 直到晚上快下班才拿着单反回来。 推开办公室的门, 敏锐地感觉到里面的气压有点低。 杨叔的办公桌前一片凌乱, 他脸色沉沉, 暴毙坐在转椅上。 气得胸前起伏格外明显。 边上两个小助理瞧见江银, 朝他无辜地眨了眨眼, 纷纷递出一个无奈的眼神。 怎么了小祖宗? 江银把单反放在桌上, 拉开旁边的椅子坐下, 脱腮凑近他, 谁欺负你了? 被江银疑问, 杨叔瞬间委屈上了, 今天简直要被洛欣气死, 耍大牌迟到近两个小时不说, 拍摄时还各种对我指手画脚, 他觉得自己摄影方面比我专业还是怎么着? 更可笑的是, 他说我拍出来的角度根本不能凸显他的身材。 杨叔气得直乐, 他本来就长成了妄宰小馒头, 我还能给他整出横看成领侧成风的效果来。 江银, 不过是个二线而已, 傻什么大牌, 真以为自己是个假呢? 杨叔一脸不屑, 目光在江银的身上扫一圈, 他想, 拍出前秃后撬小蛮腰, 也得先长成你这样才行啊, 不然老娘还凭空给他造一个。 江银, 杨叔还在自顾自地吐槽, 对了, 他也是屁大的, 跟咱们同届, 读书那会儿我可没听过洛欣这号人物, 在学校的名气还不如你呢? 当时他们表演戏多少男生追你, 还不是被你拒绝? 作为屁大摄影戏的戏花, 现如今的娱乐摄影师, 江江, 你比他有牌面。 拍摄时遇到不配合的客户是常有的事, 江银知道杨叔只是纯粹吐吐口水, 附和道, 他就是刚有点名气就安耐不住, 想在你跟前耍大牌来显示如今的地位, 别跟这种人一般见识。 口渴吗? 我去帮你冲杯咖啡, 加奶加糖好不好? 旁边的助理小和立刻放下鼠标, 江姐, 你刚忙完回来, 我去吧。 那谢谢啦。 江银冲小和笑笑, 又继续安慰杨叔。 吐槽这一会儿, 杨叔心情已经舒服不少, 心情渐渐好转, 想起关心江银来, 你没事吧? 今天工作怎么样? 江银被问得失笑, 怎么? 你怕我失恋影响工作? 看江银心情平静不似伪装, 杨叔才放下心来。 估计江银对谢少远压根就没多喜欢, 当初答应在一起是一时冲动。 这么说的话, 如今的结果反倒是好事。 助理送了两杯咖啡过来, 杨叔捧起自己那份靠近椅背, 叹息一声, 江江, 其实我还挺想不通, 当初追你的人那么多, 你是不是挑花了眼, 怎么就看上谢少远那个凤凰男了? 你看那个沈将, 人家现在可是星途传媒的活招牌, 微博粉丝六千万, 前段时间还刚拿了影帝奖。 影帝爱? 你若跟他在一起, 那不就是影后了? 江银翻了个白眼, 纠正他, 姐姐, 影后不是这么当的好吧? 亏你还是娱乐圈的摄影师呢? 杨叔, 我才不管这些, 不过沈将跟谢少远比, 人家确实优秀。 对了, 他前段时间的获奖照片, 你看到没? 超帅。 江银摇头。 杨叔迫不及待打开电脑, 鼠标点开一张图片, 放大, 诺, 就是这张。 照片里, 美光灯聚集下, 一身西装礼服的沈将站在台上, 双手捧过颁奖人递来的奖杯, 利落干净, 光芒万丈。 江银并没什么太大兴致, 淡淡扫上一眼, 视线一开前, 在颁奖人的背影上顿住。 男人与沈将相对而立, 照片里只有一个背影。 剪裁得体的西装, 完美的身材比例, 宽肩窄腰, 脊背鼻挺, 紧致腰身下面, 被西裤包裹的臀部微微挺翘, 再往下两条腿, 抵直而修长。 一个背影都这么强劲。 杨淑恨铁不成钢的声音传入耳膜, 你说说, 沈将这种优秀帅气的追求者, 你到底看不上他什么? 江银仍旧盯着照片上男人的背影, 视线顺着腰线下矣。 听见杨淑的提问, 他几乎没过脑地回了句, 他屁股不够翘。 扑,杨淑刚捧着咖啡喝上一口, 还没来得及入喉呢, 这下尽数喷了出来。 江银回神, 抽纸巾递给他, 你反应这么大胆吗? 杨淑擦了擦嘴, 目光瞥见照片上与沈将相对而战的颁奖人, 几倍墨地作职, 哎, 你别说, 这人谁啊, 站在那儿一个背影都不输沈将。 右上下打量一圈, 个子这么高, 身材也这么好, 看起来应该是个大帅逼, 就是不知道转过身来, 会不会让人失望。 江银喝着手里的咖啡, 耸肩, 会不会失望这个问题, 那得看在你的审美里, 沈将和尹碎哪个更帅了? 嗯? 杨淑瞪大眼睛凑近电脑显示屏, 你说这是尹碎? 你怎么认出来的? 江银内心喝笑, 他当初追尹碎那会儿, 天天就跟在他屁股后面看背影了。 这几年来尹碎除了气质更成熟稳重了以外, 身材上变化不大。 这话不好跟杨淑说, 江银随口道, 影帝奖, 颁奖人当然是娱乐圈重量级嘉宾, 再联系身高和气质, 我猜的。 你这么说还真有些道理, 我求证一下。 杨淑打开网页, 噼里啪啦敲着键盘往搜索框输入一行字, 点击回车。 看一眼跳转的新页面, 给沈将颁奖的人还真是尹碎。 杨淑重新捧起桌上的咖啡, 靠着椅背晃几下摇椅, 如果沈将和尹碎比的话, 那好像是弱了那么一点, 单身份上都矮一头, 尹碎可是他老板。 杨淑正说着, 书儿想起江银刚刚那句他屁股不够翘。 他盯一眼照片上尹碎的背影, 再看看沈将, 最后视线转移在江银身上, 不可思议地摸着下巴打量他, 乖乖, 怪不得失恋没见你伤心, 你该不会那场慈善晚宴之后, 看上尹碎了吧? 看上他? 他想得倒霉。 当初千辛万苦没追上, 江银是绝对不会在同一个人身上摔倒第二次的。 江银给他一个你想太多的眼神。 杨淑顿时把心放肚子里, 很是欣慰地拍拍他的肩, 做事情要靓丽而行, 沈将这样的就挺好。 尹碎这种级别的, 还是算了。 江银从他话里, 听出了尹碎这种大人物, 咱们不敢高攀的语气。 他哼哼鼻子, 有点不服气, 尹碎也是个人, 怎么就不能考虑? 杨淑亚然地看他两秒, 逐渐语重心长, 你看沈将多优秀, 又是主动追求你, 你要是能看上他, 那成功率就高啊。 但尹碎是什么人, 你看看他这张脸, 再看看他背后的财富和地位, 他肯定不会主动追你的, 你想要只能自己主动。 说完顿了顿, 又补一句, 当然, 你即便去追, 也很有可能追不上。 江银, 谢谢, 有被内涵到。 两人正聊着, 江银的手机, 响起微信消息提示。 江沛, 听爸妈说你失恋了, 晚上几点下班, 我去接你, 请你吃个饭安慰一下。 江银眉头一挑, 拿起手机敲字过去, 嗯哼,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大律师还能想起你有个妹妹? 江沛, 顺便说说怎么失恋的, 让哥高兴高兴, 江银, 滚。 下班时间, 江银和杨书两个人移到从办公室里出来。 正是高峰期, 电梯拥挤, 到他们这一层时已经满园了, 两人只能站在旁边继续等。 江银包里的手机震动几声, 他拿起扫一眼备注, 看向杨书, 是陈阳。 陈阳如今在时尚丽人杂志社做摄影师, 和他们俩是大学同学, 三人素来有些交情。 时尚丽人新一季的主题是, 折一天使, 之前与一位当红小花签了合约, 然而临近拍摄, 对方突然毁约, 主编着急上火, 就让陈阳联系江银。 他在圈内有些名气, 人脉也广, 接触过不少明星模特, 没准会有合适的人选。 听完陈阳, 讲完来龙去脉, 江银一时想不到, 有哪些合适的模特, 琢磨着开口, 这样吧, 我回头想想, 再联系你。 行, 那就麻烦江姐了。 写字楼里出来, 江银一眼看到不远处的江沛。 他抄着口袋, 站在香樟树下, 一身黑衣黑裤, 身材瘦高, 脸上是惯有的傲慢。 兄妹两个目光对上, 江沛抬不走过来, 还知道下来呢? 电梯人太多, 我有什么办法? 江银横胎一眼, 又想起旁边的杨叔, 叔叔, 我哥你见过的, 不用介绍了吧。 杨叔抬头, 江沛恰好望过来。 江大哥好。 杨叔微微一笑, 打了声招呼, 跟旁边的江银道, 你们有事就先去忙吧, 我先回家了。 杨叔刚转身就被江银拉住, 我们俩没什么事, 就去吃个饭, 你回家也是一个人, 要不跟我们一起吧? 不用了, 我, 杨叔话没说完, 被江沛打断, 走吧, 上车。 他走向旁边的车位, 打开后车门。 江银在车厢后座, 看到了一份包装精美的礼盒, 他朝前面看一眼, 给我买的吗? 那我拆开了? 现在拆了? 江沛没回应, 那就是默认, 他直接将礼盒拆开。 里面是一瓶香水, 他惯用的一个法国小众品牌, 香型也是他很喜欢的。 江银整个人乐开了花, 有一种江沛居然开始做人了的错觉, 江绿, 你什么时候这么懂女孩子喜好了, 还挺会安慰人的, 失恋突然都变得不那么痛苦了呢。 江沛把这方向盘将车子驶出园区, 鼻端传来一声轻痴, 那你再多失恋几次。 江银忍无可忍地对一句, 你再这样说话, 我诅咒你, 这辈子娶不到老婆。 车厢内陡然寂静下来, 江沛没有对回来, 但这一张脸目视前方。 江银眨了眨眼, 悄悄往杨淑那边挪了挪, 凑在他耳畔小声道, 完了, 我估计说错话了。 杨淑微正, 看向他, 为什么? 江银, 我妈常说, 我哥是我们家最丑的, 他这辈子娶妻无望, 我刚刚那么一说, 肯定戳到他痛处了, 没准正自卑呢。 杨淑抬眼, 视线头像驾驶位上江沛 棱角分明的侧脸。 他抿着唇, 下河线条绷着, 没了刚刚的丸事不公, 颇有即将奔赴法院的灵力气场。 杨淑顿了顿, 小声发表自己的看法, 你对你哥的长相, 有误解。 是吗? 剑坑挖得差不多了, 江银唇角一弯, 看来他长得还挺符合你的审美, 能看上不? 能的话我给你牵牵红线? 杨淑, 两人说话声音很小, 但车厢内格外寂静, 再加上江沛耳粒不错, 将内容听了个七七八八。 他透过内厚视镜扫了眼后座, 耳畔传来杨淑轻微却坚决的声音, 我可没兴趣给你做嫂子, 你还是去找别人吧。 江沛握着方向盘的力道收紧, 淡淡收回视线, 望向前方拥堵得看不到镜头的车辆, 心上没来由觉得烦躁, 你们俩到底商量好没? 吃什么? 三人最后选了家附近口碑不错的火锅店。 江沛看上去没什么食欲, 懒散地在对面的沙发上坐着, 指江淫和杨淑两个人在吃。 她很忙, 不时有电话打进来, 讲的都是案子的事, 专业术语太多, 外行听不懂。 江淫把涮好的羊肉捞进碗里, 嘖嘖两声, 跟杨淑道, 我哥这辈子, 估计就只能跟她的工作生活了。 哎, 怪可怜的。 江沛收了手机, 瞪她一眼。 江淫恰好抬头, 笑咪咪看着她, 装好卖乖, 哥, 你真不吃。 不等江沛接话, 她递了双火锅块给她, 那来吧, 你帮我和叔叔涮牛肉, 要嫩一点的。 江沛嘴角抽了一下, 没反驳, 把筷子接过来, 加了块牛肉放在锅里涮好给她。 又涮了一块, 停顿两秒后放进杨淑碗里。 杨淑神情稍愣, 忙道, 谢谢江大哥, 不过不用了, 你给江江就好。 江淫往他碗里看一眼, 杨淑几乎都在吃素。 你又减肥啊。 杨淑拙了弩嘴, 点头, 对, 我最近吃素, 控制一下身材。 江沛懒懒掀起眼皮。 在她身上审视两秒, 继续涮着牛肉, 不搭枪。 江淫放下筷子, 看向杨淑, 宝贝, 你知道熊猫吧? 杨淑有些茫然地啊了一声。 她天天吃素, 瘦了吗? 从火锅店里出来, 江淫报了杨淑家的地址, 让江沛先送杨淑。 没多久, 江淫发现, 这不是去杨淑家的路, 而是通往她的住处。 不是让你先送叔叔吗? 先送你, 我要回律所加班。 去律所的话, 送杨淑恰巧顺路, 江淫了然地点头, 没再多说什么。 车停在小区门口。 江沛摇下车窗, 江淫下了车走过去, 那叔叔就麻烦你了。 江沛点头, 手臂搭在窗子边缘, 看向她, 与重心长地开口, 分个手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别想那么多, 高兴一点。 她今晚上难得说了句人话, 江淫心里突然觉得还挺暖, 忍不住开始反思自己平日里老跟爸妈一起对她, 这行为是不是不太好? 要不然借这个机会, 她诚心跟她道个歉? 紧接着, 江沛又补一句, 小挫折而已, 千万别把自己搞成怨妇, 放心吧, 就算以后嫁不出去, 只要有你割一口肉吃, 还能没你的一只晚喜。 江淫深吸一口气, 朝她牵唇微笑, 我嫁不出去, 给你做保姆。 是这个意思, 到时候给你发工资, 一个月八百, 你觉得怎么样? 江淫打算不生气的, 可惜表情没绷住, 最后气得争鸣地拿包在她肩头砸了一下, 滚。 随后头也不回地进小区, 看她刚才气急败坏的样子, 江沛轻轻笑了声, 重新关上车窗, 武力值挺强, 看来还没那么脆弱。 透过内后视镜, 她扫一眼后座的杨淑, 发动引擎掉头驶入大道。 车厢内很寂静, 彼此无话。 杨淑舔了下唇, 主动缓和气氛, 你什么时候出差回来的? 下午, 那你去公司找江江, 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还让我跟你们一起吃饭? 我半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万一被江江察觉, 我们俩的关系怎么办? 我们俩, 是什么关系? 杨淑身形微致, 偏头望着窗外。 两人之间再度陷入冷场。 到达洛新小区后, 江沛没将车子停在门口, 而是直接驶入, 进了地下车库。 车子熄火, 她拿起椅背上的外套, 过来打开后座车门。 看样子, 她是没有要去律所的打算。 开门进家, 杨淑弯腰拿了两双拖鞋, 男士那双给她。 换了鞋, 江沛从外套口袋里摸出一个精致小巧的礼盒, 递上去, 你的。 没想到会有自己的份, 杨淑压然了一下, 接过来。 也是瓶香水, 跟江淫同一个品牌, 香氛是她喜欢的柑橘青露。 打开在瓶口秀了秀, 杨淑笑, 还挺有心, 多谢了。 随便买的。 江沛将手上的外套挂在衣钩上。 杨淑不以为意地耸肩, 那就当我沾江江的光好了。 江沛去厨房洗了手出来, 江淫和她那个前男友到底怎么回事? 不是说追她六年, 人挺靠谱吗? 追六年又怎么样, 谁知道这六年是只追江江一个人还是广撒网? 那就是个凤凰男, 想吃软饭还嫌江江给不了他事业上的帮助, 攀了个附加千金。 前两天, 同城的时尚晚宴上, 我还见着了, 那小三的嘴脸, 真够恶心的。 江沛长腿交叠坐在沙发, 拿起茶几上的橘子包皮, 眉心微微皱了下, 那小子叫什么来着? 人现在在哪? 叫谢少远, 人在话音未必, 杨淑意识到什么, 上前在他旁边坐下, 你不会想教训他吧? 江沛虽然跟江淫说话语气很欠, 但那只是他们兄妹的相处模式, 杨淑是知道他心里对妹妹的疼爱的。 怕他冲动, 杨淑抱住他一只手臂, 武力不能解决问题, 你可是律师。 知道了, 啰嗦。 江沛把橘子上面的白丝摘干净, 掰下一半送进自己嘴里。 对了, 忽而想起什么? 杨淑问, 你知道谢少远找的那个小三是谁吗? 江沛懒懒掀起眼皮看她, 是谁跟我又没关系。 杨淑说, 她是尹碎的妓妹, 尹应福。 你不是说过, 你和尹碎是大学校友, 而且, 关系还挺好吗? 江沛吃橘子的动作一顿, 眉头拧了下, 又听杨淑道, 那你得去找尹碎说一声, 不能让她给谢少远那王八蛋好处。 把最后一半橘子送进嘴里, 她又拿了一个包皮, 沉着脸, 不知道在想什么。 看她一直吃橘子, 杨淑还挺纳闷的, 你刚刚在外面, 怎么没吃东西啊? 平时也没见你不喜欢火锅啊, 难道是先自己吃过了? 没有。 江沛慢条丝里吃着橘子, 缓缓抬眸, 对上她澄澈的目光, 想回来吃你煮的面。 杨淑撇了撇嘴, 我又不是你保姆, 凭什么单独回来给你做? 这个橘子似乎比上个酸, 甚至鱼味有些苦。 不想做算了。 江沛把鱼吓得丢进垃圾桶, 截着衬衣扣子往卧室走, 我去洗澡。 杨淑望着她背影, 突然心有不忍, 最后还是走进厨房。 江沛洗完澡, 裹着浴袍擦着头发从浴室出来, 想到杨淑之前的话, 坐在床边摸起手机打了个电话。 响了几声后, 一道慵懒的声音响起, 有事? 江沛长腿伸直, 散漫靠坐在床头, 这周什么时候, 有空, 晚上去老深那喝两杯。 尹岁刚结束一场重要的应酬, 从包厢里出来, 她站在廊下的窗口吹着海风, 暗了暗眉心, 明天吧! 虚余, 又改口, 或者今晚, 现在我有时间, 刚好有个案子想跟你聊聊。 现在! 江沛顿了下, 杨淑恰恰好端着煮好的面进来。 对上她的视线, 江沛侯杰动了下, 暮色烧暗, 今晚我还有别的事, 就明天吧! 尹岁似乎笑了声, 行, 那你先忙。 刚收了线, 又一个微信电话打过来, 是江淫, 哥, 你把叔叔送回去没有? 江沛举着手机, 声音倩倩的, 难不成我还能把他卖了? 江淫直接把电话挂断。 杨淑把面放在床头柜, 听到突兀的断线声, 无语的转身, 江江肯定被你气到了, 你说话就不能有点做哥哥的样子。 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就长了张嘴? 话音刚落, 手腕被她捉住, 力道驱使下, 杨淑顺时跌倒在床上。 下一瞬, 她身体压过来, 我们兄妹的事, 你管得还挺多。 江江是我闺蜜, 我为什么不能管? 是吗? 江沛千唇笑了声, 只副扫过她朱红的唇, 我还以为, 你爱上我了。 江淫把电脑相册里的模特翻了个遍, 放下鼠标, 有些无奈的偏头看向杨淑, 陈阳昨天不是让给她找模特, 你那有合适人选吗? 杨淑正在修图, 闻声看过来, 摇头探道, 不是我说, 这个差事不好做, 时尚利人七刊封面, 一般都是娱乐圈知名女星, 她们只看流量, 我手上模特倒是有, 但缺乏知名度, 又不是完全符合折翼天使这个主题形象, 恐怕很难入得了她们的眼, 这话说到江淫心上去了, 她摇摆不定, 也是考虑这个因素, 屠修得差不多了, 杨淑撑了个懒腰, 去冲了两杯咖啡过来, 一杯递给她, 实在找不到合适人选就算了, 让陈阳自己为难去, 行吧, 江淫接过咖啡作一口, 对了, 这周五我爸生日, 我妈让我那天晚上下班带你回家, 她说, 给你包饺子吃, 你有空吧? 好啊, 有空, 杨淑在场馆没有亲人, 江淫偶尔会带她回家, 杨文女士很喜欢她, 你说你使了什么魔法, 让我妈那么喜欢你, 你也教教我呗, 省得她天天唠叨我, 杨淑已在她办公桌前, 沾沾自喜, 我讨人喜欢是天生的, 一般人学不来, 江淫吃笑一声, 抬头时不经意在杨淑侧颈上瞟过, 眼皮跳了下, 有些诧异地凑过去, 你这儿怎么红了一小块? 杨淑身形稍顿, 迅速拿头发遮住, 坐回自己位置上, 昨晚忘记关窗了, 蚊子钉的, 才刚入下, 晚上睡觉还冷着呢, 已经有蚊子了吗? 有啊, 你没被钉过? 杨淑认真给她建议, 今晚别关窗, 你也感受一下, 那算了, 我不需要, 江淫笑着撩起她颈尖的发, 嘖嘖着打去, 不过你家蚊子技术高超啊, 若非知道你母胎solo, 我还以为是哪个臭男人, 侵占了姐姐我的领地呢? 杨淑翻了个白眼, 拿开姜淫的小爪子, 乖, 好好工作。 她起身去洗手间, 见四下无人, 匆忙拨开散着的长发, 对着镜子照了照, 脸色顿时有点难看。 什么时候留下的? 江沛那条狗? 夜幕时分, 滑灯初上, 街上车水马龙与霓虹灯光, 共同勾勒出这座城市的缤纷多彩。 市中心一角, 泥土酒吧里, 抱着吉他的黄发少年, 正在舞台中央深情谈唱, 迷离灯光下暧昧的男女, 碰撞的酒杯, 皆成为这一鱼最美的点缀。 江沛悠然地坐在吧台前, 看调酒师杂耍一般玩弄手里的酒瓶。 冰蓝色液体滑入杯壁, 让起浅浅的波纹。 江沛直接在吧台上敲打几下, 端起酒杯仰头引进。 余光瞥见走过来的酒吧老板申子鱼, 他放下酒杯, 扫一眼万表, 现在是晚上八点零一分。 约好了八点钟, 尹碎这小子不守时啊! 深紫鱼眉骨头似的, 已在吧台前, 他很少迟到, 遇上什么意外了吧? 话音刚落, 一抹鼻挺的身影, 自拐角处朝这边而来。 这不来了吗? 尹碎冷着脸, 眉头微微皱着, 表情似有不渝, 酒吧经理, 小吴锦跟其后, 不停鞠躬道着歉。 两人走近, 深紫鱼看到, 尹碎臂弯处被酒染上污渍。 许氏刚从工作中抽身, 他穿的白衣西裤, 本是玉树临风, 清新俊逸的金贵模样, 此时却被这衣袖间的污渍带来些许狼狈。 江沛先笑为敬, 来就来了, 怎么还得挂点彩? 尹碎地态一眼, 叹气。 深紫鱼憋着笑, 端起老板的架时, 瞪向那经理, 谁那么不小心, 出这样的事? 经理忙道, 新来的服务生, 今天第一天上班不知分寸, 人已经被开了, 只是尹先生这边, 深紫鱼抬手, 让经理下去, 过来拍拍尹碎的肩, 别生气, 今晚店里的酒随便喝怎么样。 尹碎抬眼, 难得笑了声, 懒懒道, 行啊, 拿最贵的来。 深紫鱼, 沾上的是红酒, 很难清洗干净, 尹碎从洗手间出来时, 整条袖子湿了大半。 江沛把腿上搭着的外套扔给他, 尹总今天出事不利啊, 服务生不会是个女孩子吧? 跟性别有什么关系? 尹碎接下他的外套, 颜色款式很一般, 后背印有几个字母, JP baby, 江沛 baby。 尹碎挑眉, 唇角勤了一抹玩味, 什么时候改风格了? 这么骚? 我妹买的。 他对这件外套嫌弃得要命, 从来没穿过, 今天出门太急, 随手拿了这套, 没脸往身上穿, 所以一直在腿上搭着。 尹碎神情微顿, 又望一眼手里的外套, 莫名其妙笑了下。 提到江银, 江沛想起件事来, 看向尹碎, 听说你继妹找了个新男朋友。 身子鱼一听到是齐了, 碎哥跟他继妹又没什么关系, 他继妹找男朋友你, 怎么还挺关心? 江沛鼻端发出一声冷吃, 端着酒杯饮了一口, 颜色不太好, 狗东西踹了我妹, 想找我们尹总攀龙赴凤呗。 还有这事? 身子鱼当即拍桌, 十分愤愤不平, 这太过分了, 碎哥可不能让那狗东西得逞了。 尹碎和江沛身材相仿, 外套他穿上刚好合适。 他整理了下衣领, 手按在江沛肩头, 我知道。 有了尹碎的表态, 江沛心情好了不少, 他拖着腮, 将尹碎身上的外套上下打量一番, 直接敲着吧台, 挺帅的, 我妹买这衣服, 今天送你了。 不必。 尹碎在他旁边坐下, 端起调酒师递来的酒把丸, 想到背后的字母, 他懒洋洋的笑, 把江沛卑鄙穿在身上, 我怕别人误会, 我对你有情。 江沛给他竖起大拇指, 还是尹总厉害, 这衣服都骚不过你。 尹碎抿了口酒, 谈及正事, 网上引起轰动的尹氏旗下 非诚银品广告侵权事件, 你知道吧? 江沛神情稍愣, 我还以为你接手星途传媒, 就真的不管尹氏集团其他的事了。 我倒也不是那么大方的人。 尹碎晃着手上的酒杯, 严谨微锤, 毕竟是块肥肉, 而我是商人。 这个案子呢非诚还真找过我们律所, 我本来是不打算接的, 如果是你亲自找我江沛酒给他满上, 下巴一台, 我考虑考虑。 尹碎清扯唇角, 与他碰杯, 饮下那杯酒。 尹碎, 江沛和申子鱼同出C大, 江沛比他们俩大一介, 三人在校学生会认识, 进而建立起来的交情。 尹碎接手星途传媒后, 动作不小, 江沛从他手上接下不少案子, 关系因而更加亲近。 摇完工作的事, 三人从吧台一致南面的卡座。 酒喝开了, 大家天南海北地聊, 不知怎地又说起曾经学校里对尹碎穷追不舍的女孩子。 申子鱼, 若说起来, 最可惜的就是金融系那个小学妹了, 不知道叫什么, 但人我见过一回, 长得是真漂亮。 听碎哥的室友说, 那学妹若能再坚持几天, 很可能就把碎哥拿下了。 江沛当时在律所实习, 忙起来好几天不回学校, 所以不太了解这事, 事后他听人谈论过几句, 只当又是没营养的桃花新闻, 从没放在心上过。 如今听申子鱼说那学妹居然差点把尹碎给拿下, 江沛顿时来了兴致, 既然那么能耐, 最后为什么没拿下? 申子鱼耸肩, 放弃了呗, 据说是转学了, 反正后来没在C大见过他。 江沛还是不解, 那你怎么知道他在坚持几天就拿下了? 申子鱼凑过去, 小生说, 据说, 那女孩天天去碎哥宿舍楼下送早餐, 送了半个月突然消失, 大家都以为是欲擒故纵的把戏, 等了几天后, 碎哥没沉住气, 主动跑人家宿舍楼下, 结果那小学妹早就不在C大了。 江沛扑吃笑出声来, 有些幸灾乐祸, 没想到金融系清冷高贵, 不尽女色的尹大才子, 原来也有翻车的时候。 尹碎把玩卓手上的酒杯, 浅浅引了口, 对两人的谈论不以为意。 关于《时尚丽人》杂志找模特这事, 江沛认真琢磨了一天, 下班时突然想到大学室友初宁, 觉得他各方面都合适, 便主动约了他出来。 两人住处相隔有些远, 所以挑了折中的位置, 在迷途酒吧见面。 初宁是场馆卫视的主持人, 没做过模特, 听到江沛的建议时有些惊讶, 连连摇头, 我不行吧, 没有经验的。 我觉得你挺适合的, 而且时尚丽人在业界有知名度, 如果能跟他们合作, 对你未来的主持生涯兴许会有帮助。 江沛说着, 扯着他手撒娇, 你就试试呗, 全当帮我的忙了, 行吗? 听江沛这么说, 初宁思索着, 最后点头, 那好吧。 谢谢你小柠檬。 江沛顿时松了口气, 笑着给他倒酒, 这家鸡尾酒还不错, 而且度数很低的, 你尝尝。 初宁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打量江沛片刻, 才试着问, 你最近还好吧? 两人时常在微信上聊天, 前几日说起他和谢少远分手的事。 江沛正了下, 笑, 好得很呢, 告别渣男, 一身轻松。 初宁说, 你真能这么想就好, 就当是感情路上的一点小挫折, 迈过去就没事了。 挫折? 江沛忍不住朝他笑, 我觉得跟那种人分手是一种幸运。 两人聊了一会儿, 初宁看一眼时间, 抱歉道, 我晚上还有工作, 得回台里, 不能跟你多待。 江沛想到他主持的那个夜间栏目, 据说要到两点左右才下班, 不免有些关切, 你一个女孩子总上夜班不好的, 如果有机会掉到别处就好了。 初宁冲他笑笑, 资历总要一点点熬出来的, 不过我有信心, 以后会好的。 真不能说了。 初宁扫一眼万表站起来, 我还得回去准备稿子。 江沛挪了弩嘴, 无奈地点头, 那你自己路上小心点, 刚刚说的是别忘了, 回头我让他们杂志社的人联系你。 初宁走后, 江沛看时间还早, 回家也是, 自己一个人, 索性也不着急离开。 他百无聊赖地独自喝着鸡尾酒, 不经意在周围扫过, 目光落在不远处一个背影上时, 他顿了两秒, 脸上染过一丝亚然。 男人穿着浅咔色外套, 后背的字母很眼熟, JP Baby。 外套是前阵子江营逛街时看到的, 一看后背的字母, 就知道是为江沛量身打造的, 所以十分善心地买回来送给他。 这个品牌的衣服讲究独一无二, 所以是不存在撞衫的可能的。 显然就是江沛本人坐在那, 虽说酒吧里光线昏暗, 但看身形应该差不了。 还以为是大忙人, 天天跟工作打交道呢, 结果居然在这买醉? 他旁边没人, 就自己一个人坐在卡座, 一杯杯酒水下肚, 看起来还挺孤独可怜的。 不会是工作上遇到什么难事了吧? 也不说出来让他开心一下, 怎么就自己买醉了呢? 江沛善心大发, 打算过去打个招呼。 然后勉为其难, 坐下来陪他喝两杯。 这么想着, 他从座位上起身, 慢慢朝那边走过去。 站在江沛身后, 见对方一无所觉, 他伸手拍了下他脑门, 顺势夺过他刚举起的酒杯, 仰起头, 一饮而尽, 动作流畅迅速地仿佛行云流水。 随后, 他高傲地仰起下巴, 带着几分洋洋得意, 一个人喝多没意思, 求我呀, 我陪你, 下一秒, 与那双深邃忧尘的眼眸撞上。 这脸, 跟他脑海中预想到的江沛那张脸, 有点对不上号。 江沛未吐完的话, 灯石卡在喉咙, 小嘴微张, 几倍瞬间将至。 他还捏着抢过来的酒杯, 另只手从他头顶自然滑落。 空气在这一瞬间完全凝固, 身后的背景音乐似乎也消了声。 头顶滑美的灯带略过, 他看到隐碎那双莫如点漆的眼眸里闪过一丝亚然, 又很快归于平静。 须于, 他唇角扯了下, 双手抱臂放松地靠近沙发里, 静静凝着他此刻的表情。 那双眼冷冽而犀利, 望过来时似要将他整个人看穿。 江沛一时头皮发麻, 几倍窜起一股莫名的凉意, 浑身都开始不自在起来。 乖乖把酒杯放下, 他连连道歉, 对不起, 认错人了, 我以为是我哥, 话说一半, 他突然意识到, 在隐碎眼里, 自己算是有前科的人, 说话没有可信度。 没准还会觉得, 是他故意跑来, 占了他便宜, 还给自己找借口。 江沛突然觉得, 没有解释的必要了, 还是开溜要紧, 我还有事, 再见。 他转过身, 懊恼地双手捂着脸, 迅速逃离此地。 直到那抹身影消失在视线里, 隐碎收回目光, 端起, 桌上那支空酒杯打量。 江沛从洗手间回来, 发现只剩下隐碎一个, 老身呢? 隐碎只付扫过杯口落下的唇印, 将酒杯放下, 被叫走了, 估计在忙。 那不管他了。 江沛也没在意, 又给自己倒了杯酒, 刚刚说到哪了? 隐碎眠一眼只付上染着的珠红, 黏两下, 抬头, 忘了。 江沛, 从迷途酒吧出来, 司机已经在门口等候。 饮碎酒喝得不算太多, 但最近疲于工作没怎么休息, 此时借着酒劲上来, 难得已在车厢后座瞇上一会儿。 不多时, 手机在口袋里, 嗡声震动。 他掀起沉重的眼皮, 眼尾还染着淡淡的红韵。 摸出手机扫一眼备注, 他闭着眼懒洋洋地接起来, 爷爷, 你个小崽子, 今天下午的相亲为什么没去? 声音震聋发聩, 中气十足, 隐碎下意识将手机距离自己耳朵远了些。 仔细想了一下, 前几天爷爷好像确实给安排了个什么相亲。 他记得自己当时应该没答应, 更不记得相亲时间是今天下午。 他按了按眉心, 随便扯个理由, 工作太忙, 忘了。 什么忘了, 你就是不上心。 人家姑娘等了你一个多小时, 这让我怎么交代? 尹老爷子顿了会儿, 越想越生气, 现在在哪儿, 马上给我回来。 不给隐碎拒绝的机会, 电话直接被切断。 看来, 确实气得不轻。 隐碎无奈地叹了口气, 吩咐前面的司机, 回老宅。 说完又想起刚刚老爷子气急败坏的样子, 停顿两秒后道, 我记得前面那条路有家烤甜薯店, 爷爷喜欢吃, 先去买一些。 尹家老宅位于市区东南, 至今约有三四十年的光景, 是尹老爷子创立尹市企业之初, 在长管市买下的第一栋别墅。 房子近年来翻修过几次, 却仍是尹老爷子心头挚爱。 铁门打开, 车子驶进郁郁葱葱的院子里, 管家亲自过来打开车门, 看到尹隧谨慎道, 尹总可回来了, 老爷子在里面正发脾气呢。 尹隧随口嗡了声, 提着烤甜薯迈开长腿往屋里进。 尹老爷子扶着拐杖在单人沙发上坐着, 许是被气到了, 吹胡子瞪眼睛的, 脸色此时有些难看。 抬眸间看到走进来的尹隧, 整个人愈发阴沉。 手里的拐杖往地上点了几下, 小崽子, 你给我过来。 尹隧走上前, 把手上的东西放在水晶机上, 盒子打开, 浓郁的烤甜薯味道在室内飘散开来。 尹老爷子鼻子用力秀了一下, 撑着脖子往那边看。 尹隧余光撇过, 笑了下, 我来之前特地给爷爷买的, 还热乎着。 据老板说, 他家的烤甜薯可甜了。 他亲自把甜薯切开, 连勺子一起递上去, 送着尹老爷子跟前, 爷爷, 吃吗? 甜薯是金黄色的, 看上去外焦里嫩, 松软可口, 此时还蹭蹭往上冒着热气。 尹老爷子咽了下口水, 从尹隧手上接过来。 他已经很久没吃过这东西了, 还真有些想念。 用勺子挖了一口送进嘴里, 又甜又软又香, 老爷子眉眼都跟着舒展开来。 尹隧在旁边的位置坐下, 怎么样, 好吃吧? 老爷子往盒子里看一眼, 似乎有些失落, 你就买一个。 太晚了, 对肠胃不好, 不能多吃。 尹老爷子鼻端传来一声冷哼, 就一个这玩意儿, 你休想贿赂我。 今天这个事, 你就说自己错了没有? 阿姨送来刚泡好的茶, 尹隧端起来喝了一口, 又放下, 我没答应今天去相亲, 明明是您自作主张。 我前几天都跟你交代好了, 你赵爷爷与我交好多年, 养家算是门当户对, 你哪怕给我面子, 今天你也不能不去。 人家女孩子都去赴约了, 你连个面都没漏, 这怎么说都过去? 刚刚你赵爷爷打电话说这事, 我都不好跟人家交代。 尹隧有些无奈, 爷爷, 我确实挺忙的, 还没心思考虑这些。 再忙中生大事也得考虑, 也不小了, 你爸对此不闻不问, 我不得替你多操心。 说到这儿, 老爷子叹了口气, 我和你奶奶都这么大把年纪了, 还能活几年? 你若结了婚, 身边有个照顾的人, 我们也放心不是? 当然了, 你若能尽快再给我生个重孙出来, 那我俩就更高兴了。 尹隧, 老爷子又道, 你若不喜联姻, 其实我也不逼你。 当初为了公司, 强行把你爸和你妈凑在一块儿, 结果却, 尹隧眼底染上些许良意, 下额的线条一点点绷紧。 老爷子摆摆手, 哎, 不说这个了, 我的意思是说, 你若心里有喜欢的, 我和你奶奶也没什么意见, 既然不满意, 我们安排的, 那你就自己带回来一个。 尹隧垂眸, 听着老爷子的话, 撇一眼只附上尚未来得及喜趣的口红印。 痕迹比之前淡了很多, 只隐约还泛着淡淡的粉色。 他沉吟着什么, 半晌后抬起头, 爷爷, 我记得您有一副围棋, 是上好的和田玉。 那是前些年旁人送的, 尹老爷子不爱围棋, 一直收着不曾动过。 听他这么问, 老爷子便懂了, 你想要? 尹隧照实说, 过两天是我一位恩师的生日, 我想去拜访一下, 那位教授喜欢围棋。 老爷子对家里人向来大访, 也不多问, 吩咐家里的庸人去拿出来。 又坐了会儿, 两人谈起公司的事。 《非诚银品广告侵权案》 如今闹得沸沸扬扬, 尹氏集团股市下跌厉害, 你爸撤了几个高层, 白天他来过一趟, 言谈之间要你回尹氏。 尹隧端起茶水喝着, 脸上看不出情绪, 他怎么不去找那女人的儿子? 老爷子借这个机会 想缓和一下他们父子的关系, 窥探道, 说到底, 尹氏最后还要交到你手上的, 你继母想争也无用, 这是他和你妈离婚时 亲口允诺过的。 生意场上, 你爸还分得轻轻重。 尹碎没接枪? 老爷子该去休息了, 慢悠悠拄着拐杖站起身, 走至尹碎跟前, 拍了拍他的肩膀, 星途传媒已经被你经营得不错, 再处理好这件事, 就能让你在尹氏高层心里扎下根基。 临上楼前, 又回头嘱咐一句, 记住我说的话, 不想相亲, 就赶紧给我带回来一个, 别让我着急。 尹碎, 今年是江教授54岁生日, 因为不算大寿, 所以梁文计划一家人晚上吃顿饭, 简简单单地过。 江沛和江银兄妹两个工作忙, 如今也难得趁这个机会聚在一起。 周五正常上班, 下午惦记着回C大, 江银早早完成手头的工作, 一扭头见杨叔捂着肚子从洗手间出来, 看起来挺痛苦的。 江银意识到什么, 吩咐助理去接热水, 关切地问他, 你亲戚来了? 杨叔每次来生理期的第一天, 都疼痛难挨。 他在椅子上坐下, 整个人趴在桌上不想动, 有些抱歉地道, 我这情况今晚不能去你家吃饭了。 这都是小事。 江银接过助理送来的热水给他, 现在也到下班时间了, 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记得泡点红糖水。 最后回C大的, 只剩下江银一个人。 学校在郊区, 又恰巧赶上下班高峰, 江银到学校时, 天色已经暗淡下来, 天空是浅灰色的蓝, 月亮从云层里隐约冒出半个头。 静谧的校园里, 整齐的路灯点亮, 将茂盛的树叶照得翠绿, 来往的少男少女们。 三两成群, 谈笑着走过。 这所学校是江银自幼生长的地方, 虽然大学去了屁打, 但这里的一草一木仍是格外熟悉。 进家属院, 走至单元楼下, 江银看到门前居然停着一辆酷炫的蓝博基尼。 豪华跑车爱, 以前从未见过, 不知道谁家的客人这么有钱。 江银感慨着, 同人不同命, 提着给江教授准备的生日礼物, 进单元楼。 家里有人, 江银懒得拿钥匙, 直接咚咚咚敲门。 开门的是江沛, 一脸嫌弃的模样, 你再敲用力点, 把门卸了行不行。 江银给她一记白眼, 拨开她往里进, 我乐意, 你管得着吗? 江沛往门后面看了几眼, 眉心皱了下, 就你自己。 不然呢? 江银换了鞋, 把礼物放沙发上, 直接进厨房。 杨文正在切水果, 看到她问, 不是让你把杨叔带回来吗? 她今天身体突然有点不舒服, 就不过来了, 我让她回去休息。 江银说着, 用手去捏盘子里切好的水果, 被梁文拍了手背, 洗手没有就吃。 江银手背一疼, 不情愿地撇撇嘴, 不就没把您心中的准儿媳带回来吗? 这就拿我撒气了。 瞎说什么呢? 杨文称怪道, 随后又叹了口气, 你别说, 杨叔这姑娘, 我确实喜欢, 做我儿媳, 我是一百个满意。 她说完瞥一眼门外的江沛, 兴致勃勃, 你觉得怎么样? 江沛神情稍正, 漫不经心地硬, 我没什么觉得。 跟你的工作过吧, 对什么都不上心。 杨文给她一记白眼, 人家杨叔有样貌有学历, 条件多好, 没眼光。 江沛没接枪, 抄着口袋转身往书房走。 背后梁文还在跟江银续道, 杨叔孤零零一个人在场馆, 也不知道家里都有些什么人, 从没听她提起过, 如今身子不舒服, 也没个关心照顾的人, 其实这孩子也怪可怜的。 江沛几倍微僵, 陈寅片刻, 从口袋里摸出手机, 发微信过去, 哪不舒服, 我带你去医院。 杨叔, 哪都舒服。 看来是不需要关心。 江沛收回手机, 推门进书房。 江银靠在琉璃台上, 抱着果盘咔嚓咔嚓吃着水果, 妈, 我爸呢? 书房下棋呢? 跟我哥嘛, 还挺有闲情意志。 梁文一扭头, 发现刚切好的水果被她吃下去一半, 赶紧夺过来。 哎, 我刚摆好的盘, 你怎么吃上了? 她又切了点水果重新装上, 塞江银手里, 别吃了, 送书房去。 家里又没外人, 吃点水果怎么了? 江银不情愿地哼哼鼻子, 捧着果盘走向书房, 推门时, 学着影视剧里电小二的语气吆喝, 客观, 您要的裙果会脆一份, 来咯, 咔哒, 门打开, 江银笑眯眯抬眼, 十分热情地扫过屋内的人, 发现多了张熟悉的不应该出现在此处的面孔, 她嘴角僵住。 圆桌前, 江炳怀和尹碎二人相对而坐, 中间摆着下了一半的围棋。 江沛搬了个小板凳, 坐在尹碎旁边。 随着她刚才的吆喝, 三个人一起抬头看过来。 江沛直接捂着肚子笑叉了气, 你还能再憨一点吗? 江银? 回家到现在? 从来没人跟我说家里有客人啊, 还特码, 是尹碎。 上次酒吧里的事过去没多久, 如今又来一出, 还丢人丢到家里了。 江银一瞬间从脸红到了脖子, 耳根也随之发烫。 江炳怀乐呵呵打破这份僵局, 笑着跟她介绍, 这是我和你妈的学生, 尹碎。 又看向尹碎, 无奈道, 这女儿被我和你梁教授宠坏了, 没什么规矩, 让你见笑了。 没有, 挺可爱的。 尹碎说话时, 朝江银看过来, 四目相对间, 江银没察觉, 她这夸赞有几分真心, 倒像是在幸灾乐祸。 妈让我送水果。 江银硬着头皮, 把果盘送过去, 一刻不想久留, 转身就往外走。 书房门重新关上, 江沛笑着, 把水果推给尹碎, 兄弟, 我妹做演员的前置有没有, 你手上有资源的话, 给安排一个。 不用别的, 店小妹就适合她。 尹碎眼底含了抹笑, 拿牙签扎上一块草莓送入口中, 舌尖酸甜的滋味在蔓延。 妈, 不是说就咱们自己人晚上吃个饭吗? 家里有客人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江银一出来就埋怨梁文, 把责任推她身上, 仿佛这样, 自己的尴尬就能少一份。 尹碎怎么在我们家? 梁文在包饺子, 文声有点诧异, 你怎么认识她? 江银一噎, 舔了下唇, 兴徒传媒的老板, 看看新闻不就知道了。 梁文也没在意, 把手上捏好的饺子放在案板上, 他是我和你爸的学生, 上回我不是去你那做了顿晚饭, 回来的时候下雨了, 恰好遇上他送我回来。 当时他来家里坐了会儿, 随口说起, 今天你爸生日的事, 没想到他还挺有心, 今天就过来了。 梁文说着, 忽而往书房的方向看了看, 贴过来, 妈这个学生怎么样? 就比你大一岁。 江银警惕地往后退, 管我什么事? 妈的意思是说, 跑了一个谢少远,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看我和你爸的学生, 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比那小子强。 江银被他妈逗乐了, 隐碎不会就是你随便拎出来的那个吧? 那你可真会拎。 你看不上? 梁文一脸他不识货的表情, 我跟你说, 人家在学校可招女孩喜欢了, 学校那些女生都主动追的。 哦。 江银从冰箱里摸了根香蕉, 身子一蹦, 直接坐在琉璃台上, 那又怎样? 就他这样的, 追着求我我都不稀罕。 梁文喝笑一声, 称道, 天没黑, 做什么梦呢? 往哪坐呢? 一点女孩家的样子都没有, 赶快给我下来。 江银摸摸唧唧从琉璃台上下来, 又听梁文碎碎念了一句, 还指望人家追着求你, 你去追人家, 都不一定有戏。 江银手上刚包好的香蕉, 突然他就不香了。 他到底是不是亲生的? 书房的门打开, 江沛走到江银跟前, 极其自然地夺走他手里的香蕉。 咔嚓咬下去大半截。 又见兮兮在他发顶用力揉几下, 真懂事, 去给哥哥再包一根。 见尹碎也出来了, 补一句, 给你尹碎哥哥也拿一根。 尹碎站在书房门口, 抄口袋看着他们兄妹俩, 江银此时头发被揉得乱糟糟, 养着脸气呼呼瞪着江沛, 整个人像只炸了毛的小奶猫。 几根碎发被江沛揉得垂落在脸前, 随着他鼻端的呼吸一起一扶。 许氏觉得痒, 他突然嘟嘴吹了口气, 把那几根头发吹开, 眼睛依旧一措不措地瞪着江沛, 仿佛下一刻就会扑上去把人撕扯成两半, 然后折起来再撕成四份。 尹碎脑补了一下那个画面, 又看看他乱糟糟的头发。 不知道这会儿在他发顶顺着毛轻轻摸两下, 就像撸猫那样, 他会不会立马观顺下来。 他脑海中莫名其妙地, 蹦出这么一个猜想。 而此时此刻, 江沛顶着江沛要吃人的目光下, 愣是把香蕉吃了个干净。 还见兮兮把香蕉皮递过去, 生气了。 来,还给你。 江沛这下是真气炸了, 直接一个螺旋霹雳腿下去, 吃我一脚吧你。 江沛对他的招数了如指掌, 本来都要躲开了, 又怕做得太过火, 最后站着不动给他踹了一脚。 没想到劲还挺大, 江沛小腿一疼, 直接跳了起来, 江吟。 江吟跟没听到似的, 抬手蹭蹭鼻尖, 用手把头发捋顺了, 头也不回地去客厅的沙发上坐下, 拿遥控器, 胡乱换着频道。 身后传来梁文骂江沛的声音, 女朋友没见你领回来一个, 欺负你妹妹倒挺有本事的, 抱着腿跳什么跳, 进来给我帮忙。 有人给自己撑腰, 江吟心情很快平复, 唇角也得意地翘起来。 看到茶几上摆着香蕉, 他刚准备伸手去拿, 一只修长西白的手, 掀他一步探了过去, 摘下一半。 紧接着, 隐碎在沙发的另一段坐下。 无形中感受到压迫感, 江吟几倍一将, 视线一向前面的电视荧幕, 香蕉终究没再去拿。 书房隐约传来江炳怀在打电话的声音, 厨房里凉文在江佩尔边叙叙叨叨, 外面客厅里只有他们两个, 气氛莫名有些不自在。 江吟把电视音量又加大了一些。 饮碎慢条丝里, 吃完手上的香蕉, 将果皮丢进垃圾桶。 拿茶几上的湿巾擦了擦手。 电视上再播一个综艺, 江吟难得看进去时, 听到他眉头莫尾地问一句, 你平时拜神还是拜佛? 江吟一时没反应过来, 扭头看着他, 无辜地眨巴几下眼睛。 饮碎侧目瞧过来, 你不是说对我心中有愧, 所以每天都在家为我烧香祈福。 还说我事业顺风顺水, 有你的功劳。 他四下看看, 找寻着什么, 怎么也没在你家见到烧香的牌位? 怎么不说话了? 他两条修长的腿, 自然交叠在一起, 几倍靠在沙发背上。 明明是在自己家里, 江吟却莫名感觉到拘紧, 被一点点挺直了, 仿佛他才是这儿的主人。 我江吟咽了下口水, 随口胡舟, 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拜星星来着。 饮碎骨节分明的手指随意敲打膝盖, 声音散漫听不出情绪, 你睡前对着星星说两句话, 我就得把事业上的成就分一半功劳给你。 江吟努力挤出一抹纯真无害的笑, 我那天是说着玩的, 你事业成功是你自己的原因, 跟我没关系, 我没有功劳。 不要功劳了。 江吟迅速摇头, 不要了。 这样的话, 随碎一手按着沙发, 上身微微倾向他那边, 压低声音问, 你是不是还欠我点什么? 江吟呼吸烧停, 当时想到当初强吻他的那件事, 嘴角抽搐几下, 愣愣望着他根本接不上话来。 他现在只想找到个地方, 然后把头塞进去。 恰好这时江沟从厨房探身出来, 江吟, 看什么电视呢? 过来端菜。 等着, 马上来。 他迅速起身, 朝着厨房奔去。 江吟从来没像现在这样, 如此喜欢听到江沟用命令的口吻指挥他做事。 刚刚抢他相交的事全部抛住脑后。 他发现江沟这个哥哥一点都不讨厌。 简直就是小天使。 就在江吟心里朝江沟疯狂吹彩虹屁时, 江沟解下围裙从厨房里出来, 今晚你们吃吧, 我突然有点事, 要出去一下。 江吟端着菜放在餐桌上, 有点不爽, 你不吃饭了? 可是你若走了, 谁送我回市区? 一会儿晚了, 不好打车的, 还不安全。 江沟已经走到门口, 拿起衣架上的外套, 嫌弃地地态一眼, 谁让你自己有车不开, 活该。 当时下班高峰, 堵车很麻烦吗? 江吟跟她商量, 要不然你一会儿再回来一趟, 把我送回去, 我明天还得上班呢。 江沟没理她, 开门出去前, 她顿了会儿, 看向客厅的饮碎, 你不是也要回市区, 吃完饭送送她, 谢了。 江吟? 我拒绝行不行, 不需要问一下当事人意愿吗? 江沟饭前突然离家, 只剩下江吟和父母, 以及饮碎四个人。 跟饮碎同桌吃饭, 江吟有些不习惯, 全程低着头也不说话, 就吃自己的。 江炳怀坐下后发着牢骚, 那小子怎么回事, 要吃饭了, 突然跑得没饮, 什么事那么要紧? 梁文亲自给饮碎盛了碗汤, 饮碎受宠若惊地接过来, 谢谢梁教授, 我自己来就可以。 别见外, 就当自己家一样。 梁文笑硬着, 才不仅不慢接江炳怀的话, 他能有什么事, 我就在厨房说了他两句, 让他对感情的事上点心, 估计不爱听了。 他什么德心, 你还不知道, 一提这事, 就一堆工作要忙。 江吟加了只饺子进碗里, 我哥还没到三十呢, 那你急什么? 现在不着急, 再晚几年, 好姑娘都被人挑走了。 梁文觉得跟江吟说不通, 也懒得掰扯, 又笑呵呵给尹碎加菜, 来尝尝我煲的饺子, 玉米虾仁的, 江吟和江沛都爱吃。 谢教授, 我刚刚吃了一个, 确实很好吃。 是吧, 你喜欢的话以后常来? 还常来? 可别了吧? 江吟打了个机灵, 在心中赋匪。 梁文还在殷切地跟尹碎聊天, 你也毕业有四年了吧, 年龄上跟江沛没差多少, 家里人没催着结婚。 尹碎神情稍顿, 抬头笑了笑, 我爷爷唠叨过几句, 只是工作太忙, 也顾不上。 工作虽然要紧, 但婚姻大事也挺重要的, 做长辈的也是关心你们。 梁文顿了会儿, 又肆不经意地开口, 不过你这条件, 虽然暂时不打算结婚, 女朋友应该有了吧? 还没有。 那难怪你爷爷着急, 你看江沛也是这样, 我跟你江教授都快愁死了。 江炳怀听完立马撇清关系, 你可别往我身上推, 我没觉得发愁, 是你自己瞎着急。 行, 你们都不急, 就我一人急醒了吧。 梁文无语地横他一眼, 又用手肘撞撞旁边埋头吃东西的江炳, 纳闷道, 你啥时候吃饭这么安静过, 今天哑巴了? 江炳被迫抬起头, 真诚又无辜地目光望向梁文, 我饿。 吃吃吃, 你继续吃。 梁文加菜给他, 嘴里碎碎念着, 没心没肺的, 来的人话都不会说。 晚饭后切了蛋糕, 大家也没吃几口。 江炳和梁文一起把盘子收进厨房, 洗刷完出来时, 江炳怀和尹碎在沙发上坐着聊天。 江炳并不想被尹碎送回市区, 正寻思着怎么能不跟他一起离开架, 那边听到江炳怀说要找尹碎在下盘棋。 江炳这下乐坏了, 爸妈, 我回去还有几张图要修一下, 就先走了, 改天再回来看你们。 杨文擦着手从厨房出来, 你哥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你又没开车, 自己怎么回市区? 时间还早着呢, 我打车就行。 江炳说着, 已经到门口匆匆换了鞋, 不给父母留人的余地, 放心吧, 到家给你们打电话。 直到从丹员楼里出来, 江炳才觉得整个人松上一口气。 跟尹碎待一起这么久, 他可太窒息了。 C大南门前面的街道热闹一点, 打出租也相对比别处容易。 从家属院出来, 江炳穿过静谧的校园, 朝着南门方向走。 想到下班时, 杨叔肚子疼得厉害, 江炳有点不放心, 给他打了个微信电话过去。 杨叔刚醒来没多久, 听到铃声摸起床头柜上的手机放在耳边, 那边传来江炳关切地询问, 你怎么样了? 有没有好点? 杨叔声音还带着腥松的倦意, 现在好多了。 你刚睡醒? 那吃饭没, 要不然我去给你送点。 不用这么折腾, 一会儿点个外卖就行, 现在还不饿。 行吧, 那你好好休息, 红糖水记得喝点。 切断电话, 杨叔觉得口渴, 踏着拖鞋从卧室出去。 刚打开房门, 就发现客厅有动静。 他身形微致, 缓步走过去。 阳台的栏杆前, 趴着抹熟悉的身影, 一身黑衣黑裤, 手臂搭在栏杆上, 另支手举着手机在打电话。 客厅与卧室之间的隔音很好, 但许是为了怕吵醒里面睡觉的人, 他声音比平时小很多。 片刻后, 他收了线, 转过身来。 见杨叔站在那儿他神情稍愣, 迈开长腿走过来, 好点没。 杨叔缓步神来, 今天不是你爸生日吗?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江沛没说话, 去厨房把保温杯拿出来, 放在他手上。 杨叔在沙发上坐下, 睡衣吊带随着他的动作向一侧滑落, 露出尖头血色的肌肤, 凌乱的发丝散落其上。 江沛自然地帮他提上去, 锅里煮了粥, 饿的话盛出来给你。 杨叔嘴巴很干, 打开保温杯盖子, 要喝时闻到里面红糖的味道, 他诧异地抬眸, 你怎么知道我, 话说一半, 杨叔逐渐消了声。 也对, 这种日子, 他向来比他记得清楚。 就是没想到一向走肾不走心的江律师, 还有如此体贴入微的一面, 可太难得了。 江淫没想到这个点了, 打车的学生还挺多。 他在C大南门等了十分钟, 所有出租都被学生给截了糊。 江淫无奈之下, 准备给江沛打个电话, 问问他在哪儿, 刚拿起手机, 一辆车子停在他跟前。 酷炫的兰博基尼超跑, 当即引起了周围兰车人的注意。 车子恰巧就是江淫在单元楼下看到的那辆, 主人是谁, 如今已经很容易猜到了。 江淫本想装作没瞧见的, 这时窗子降下来。 夜幕下, 隐碎的眼眸深不见底, 声音却如这微凉的夜色不显情绪, 你哥说, 让我送你。 在江淫抬头望过来时, 他脾气地歪了下头, 示意他上车。 这时候给江沛打电话, 估计也会是这个结果。 算了。 江淫鼓起勇气开门坐进去, 准备趁这个机会跟隐碎缓和一下关系, 化解曾经的恩恩怨怨。 系上安全带, 江淫报了小区地址, 并很真诚地跟他道谢。 回市区的路上, 彼此无话。 江淫几次想说点什么, 但好像一直找不到突破口。 最后别搅得扯了的话提出来, 我爸, 不是要找你下棋吗? 你们结束这么快, 看来你棋艺真好。 隐碎于光瞥他一眼, 回市区有点事, 棋没下。 江淫, 安静两分钟后, 江淫再接再厉, 原来你跟我哥认识, 上回在酒吧, 你穿的确实是我哥外套吧, 我就说我是认错人了吧, 你当时还不信我。 隐碎, 我当时有说不信吗? 是你自己, 他停顿虚余, 不缓不慢吐出四个字, 作贼心虚。 江淫, 这个天儿, 好像聊下去很困难。 江淫最后决定放弃。 就在他打算一路无话到终点时, 隐碎主动开了口, 就是重提, 你是不是还欠我点什么? 江淫顿时警觉, 整个人作证了几分, 注意力都集中在即将而来的应对上。 果然, 该来的终究还是要来。 隐碎这人报复心未免太强了吧, 仿佛跟这件事杠上了, 他不给个说法就不肯罢休。 可是, 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 再说轻一下而已, 有什么大不了的, 说起来也是他初吻呢? 他是女孩子, 不比他吃亏。 恰好红灯路口, 隐碎停下, 偏头在他脸上审视片刻, 没什么要解释的。 江淫与他对视一眼, 堆起唇良无害地笑, 片刻后, 顾左右而言他, 想起来了, 你跟我哥是校友对吧, 关系是不是还挺好的? 你是我哥的朋友, 四手五入也算是我哥了。 隐碎挑了下眉, 直接在方向盘上敲打几下, 绿灯亮起, 他起步前行。 冷不丁耳畔传来一声舔死人的呼声, 隐哥哥。 碎哥哥? 隐碎哥哥? 趁着堵车的间隙, 隐碎终于扭头看他一眼, 平静开口, 有话就说。 江淫继续笑隐隐, 跟他掰扯,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句话, 你听过的吧? 我爸就像你亲爸一样, 我妈就像你亲妈一样, 你还跟我哥关系那么好, 就像亲兄弟一样, 那我和你之间的关系, 应该也就不存在欠不欠的了吧? 这么一套逻辑说下来, 江淫自己都信服了, 逐渐理直气壮, 盯着隐碎时, 目光也不再躲闪。 听你这意思, 隐碎反复思量着他的话, 瞬间似乎领悟到什么重点, 眉头一挑, 越有些吃惊的表情, 怎么有点像在求婚? 江淫, 你哪只耳朵听出来的? 我没有。 行吧, 我真没有, 你不要故意曲解我的话。 江淫急了。 隐碎唇角一勾, 轻轻吐了口气, 语调带着几分慵懒, 既然你分析得这么有理有据, 我上次捡到你手机的事, 就不找你要答谢了, 当你不欠我什么好了? 啊? 江淫意外地看着他利落分明的侧脸, 有些没缓过神来。 搞了半天, 他说的, 欠他, 是捡手机那事啊? 他还以为是, 怎么了? 隐碎修长西白的手, 随意把着方向盘, 沉思少请, 颇为困惑地开口, 莫非你以为, 我在说别的? 江淫炯, 第十二章, 众人走后, 只剩下江炳怀和梁文夫妻两个在家。 梁文洗漱过, 从卫生间里出来, 江炳怀摆了张床桌, 正一边研究着棋谱, 一边自己下围棋。 在梳妆镜前坐下, 梁文通过镜子往那边扫一眼, 沉笑, 隐碎着生日礼物, 可送到你心里去了。 江炳怀抬头, 抛了一个你不懂的眼神, 思索着落下一子, 才不急不缓地道。 围棋确实是讲究手感的, 棋子他有灵性。 梁文懒得听他在这儿胡扯八道, 忽而转过身来, 手臂搭在椅子靠背上, 老公, 你觉得隐碎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我今天不是试探着问了几句, 他还没女朋友。 江炳怀落子的动作一致, 抬起头来。 梁文站起身, 在床檐坐下, 我们盈盈现在也是单身, 你觉得他们俩怎么样? 江炳怀继续低头下着棋, 沉吟着, 好半赏才接话, 盈盈刚分手没多久, 你别着急了。 就是因为分手了, 我才想着给他再找一个。 不是都说, 想从一段感情里尽快抽身, 那就去再谈一段感情吗? 隐碎是你我的学生, 品行学识都不错, 也算是知根知底的, 不比姓谢的那小子强。 提起姓谢的, 江炳怀放下手上的棋子, 叹了口气。 江炳和谢少远在一起没多久, 谢少远就登门拜访过。 说实话, 那小子江炳怀见到的第一眼, 就不太喜欢。 他活了大半辈子,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自认还是能看透点什么。 谢少远那男孩他怎么看都觉得功力心有点重, 不像是那种脚踏实地的性子。 不过江炳怀自认比较开明, 不太喜欢过问儿女感情上的事。 既然是女儿自己看上的, 两人又刚在一起不久, 他也不愿意插上一脚, 做那种棒打鸳鸯的事。 谁能想, 那小子还真就被他给撂中了。 两人才在一起三个月, 就又跟别人在一起。 江炳怀对谢少远印象不好这事, 杨文也是知道的, 此时想了想, 凯叹, 你说盈盈这丫头选对象的眼光, 是不是不行? 江炳怀一顿, 摇了摇头, 他也就谈过那一次恋爱, 你这话就扯远了。 那肯定是不如咱们俩的眼光吗? 还是得替他参谋参谋, 别再出上回的事。 我看尹碎就真的不错, 靠谱, 你觉得呢? 江炳怀把棋子收起来, 尹碎确实不错, 但盈盈刚分手, 现在谈这个太早了, 恐怕他排斥, 还是再等等吧。 临近六月, 雨水逐渐增多。 细雨被风果斜着, 扑打在玻璃窗上, 凝聚成水滴, 在橙谷流下。 窗外的视野变得模糊。 午饭过后, 工作室老大江灵拍拍江银的肩膀, 递了份文件过去, 一个古装大IP剧风式要拍定装照, 算是近期比较大的项目, 我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 你和杨淑到时候一起过去。 好的灵姐。 江灵离开后, 杨淑瞥一眼文件, 脸色有些黑, 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抗拒。 怎么了? 江银打量他几眼, 察觉出他对这个活不太满意。 杨淑咬了咬唇, 美好气道, 上次我给洛欣拍杂志你还记得吧? 傻大牌说我拍得不好, 对我指手画脚那个。 江银还记得当时杨淑回来后的吐槽, 意识到什么? 指了指手上的文件, 不会这要巧吧? 风氏女主角? 杨淑忧愿地点头, 那天我听他和经纪人谈论过这事, 风氏的女主确实是他, 也太冤家路窄了吧? 老娘这辈子都不想跟他再遇上。 风氏是一部大男主剧, 女主角的戏份并不多, 一线女星不愿意接, 会选到洛欣这样的二线也不奇怪。 不过风氏是超IP, 如果洛欣演好了, 进一线的希望会很大。 江银拍拍他的肩安慰, 没关系, 剧组那么多人, 他应该不至于在人前太过分, 实在不行, 到时候我拍他。 杨淑无奈地叹了口气, 又忽而想起件事, 对了, 你知道风氏的男主是谁吗? 江银倒还真没关注过, 轻轻摇头, 谁啊? 对面桌的助理小和按着办公桌站起来, 隔着电脑屏幕只露出额头和一双澄澈的眼眸, 言语很是激动, 江姐, 我知道, 风氏男主是沈将, 前段时间刚拿影帝讲那个, 我男神。 他边上的小夏也一脸花痴地接话, 啊, 我也喜欢他。 杨淑愣了下, 笑着冲江淫道, 看到没, 沈将现在的影响力够牛吧, 粉丝无处不在。 小和双手捧着脸, 很是八卦地看过来, 江姐, 我听杨姐说, 沈将以前追过你诶, 那么帅你, 为什么不要啊? 好可惜。 小夏疯狂点头, 就是就是。 江银拿手上的文件, 一人在他们俩脑门上轻拍了下, 上班时间, 聊什么八卦呢? 分别你们俩的图修好没, 客户急着要呢? 赶紧干活。 风氏这两日已经开机, 正在拍摄当中, 定庄照也选在恒电拍摄现场进行。 项目比较紧, 江银和杨淑添梅亮就带着团队到达剧组, 与导演和编剧商讨角色, 了解人物内核。 为了拍摄更顺利, 江银又带着杨淑分别找重要角色进行交流, 时而拿笔记一些重点。 剧组的人很和善, 江银问什么, 大家也都热情地回答, 说一些自己对角色的把握和看法。 今日天气炎热, 太阳火辣辣挂在头顶, 晒得人眼韵。 小河过来帮江银打着遮阳伞, 递了水过去, 江姐, 喝点水润润嗓子。 江银拧开水瓶喝了一口, 杨淑拿着本子走过来, 其他几个主演已经沟通得差不多了, 只剩下男女主因为上午一直在拍戏, 还没时间沟通。 说到这儿, 杨淑顿了顿, 冲江银抛媚言, 这样吧, 你找洛欣, 我找沈将。 他和沈将其实也没什么, 但如果能不接触的话, 那肯定是再好不过的。 他冲杨淑比了个OK的手势, 没意见。 沈将和洛欣正在拍一段对手戏, 因为洛欣状态不对, NG了好几次, 导演气得直发火。 洛欣你到底行不行, 这演技能做你一号? 不能演换人。 洛欣被讯得脸一红, 洋眼泪汪汪的。 导演看准机会, 招呼机组人员准备, 情绪对了, 说辞。 洛欣猛了一下, 朝这边看过来。 导演呵斥, 看我干什么, 你看沈将, 说台词。 洋书往那边看着, 凑近江银耳边小声道, 导演好凶啊, 但是看到洛欣被骂我还挺爽, 上回拍杂志他可没少折腾我。 话音刚落, 他突然皱眉捂住肚子, 好痛, 估计刚刚太可喝凉水了。 江银无语地看他, 你亲戚还没走, 做什么腰啊? 洋书咬了咬唇, 可怜兮兮, 一直跟那些人交流, 话说, 多了口干嘛, 我想着, 这么热的天应该没事。 江银让小和扶着洋书去一旁休息, 抬头间, 沈将和洛欣的拍摄已经结束了, 各自被自己的助理围着, 防晒地水无微不至。 江银叹了口气, 自己主动走过去, 站在被围着的洛欣跟前, 礼貌打招呼, 洛欣小姐, 我是负责风式定装照的摄影师江银, 为了后面的拍摄, 我想找您聊一聊您扮演的施丹轩这个角色, 请问现在有时间吗? 不会耽误您很久的。 洛欣从助理手上接过墨镜, 在手上把玩, 看起来似有不耐, 有这个必要吗? 我又不是第一次接戏, 之前怎么没这么麻烦过? 定装照若能很好的诠释人物, 可以给服装到画人员带来灵感和启发, 有利于他们后期的工作开展, 风式既然是星途传媒花剧资打造的作品, 自然每个环节都需认真对待, 剧组找了我们工作室, 我们有自己的原则和工作态度, 也希望洛欣小姐给予配合。 哦! 洛欣直接把墨镜戴上, 冲她谦诚一笑, 可惜现在没空。 大摇大摆离开。 江银舌尖顶了下后槽牙, 深吸一口气, 平复情绪。 这时, 一把遮阳伞挡在她头顶, 沈将穿着剧组的服装, 白衣飘飘, 很有一股先锋盗骨的味道。 见江银望过来, 她温身开口, 我对施丹萱这个角色了解一些。 杨叔肚子不舒服, 本来江银一会儿也是要找沈将聊聊的。 面对工作, 她一向不会带入私人情感进去, 只把对方当作自己的模特, 于是礼节性笑笑, 这样也好。 身后舒然间传来躁动, 导演招呼着好像要迎接什么人。 沈将往那边看一眼。 风氏是星途传媒赤巨资拍摄的作品, 刚开机不久, 今天尹总要立临拍摄现场表示慰问, 应该是快到了。 她垂谋, 略显歉意地对江银道, 我去赢一下, 角色的事可能要等一会儿。 没关系, 你先忙。 江银也不知最近为何总能撞上隐碎, 莫名其妙的孽缘。 此时大小演员们一跃而上想要在隐碎跟前混个脸熟, 将入口整个团团围住。 有些名气的被导演安排在前排, 后排人只能点着脚, 盼着脖子往前看, 期盼待会儿, 金主能朝这边看上一眼。 江银不凑这个热闹, 看到杨叔在北面的树荫下坐着, 他走过去坐他旁边, 肚子还疼吗? 小和刚刚接了点热水, 喝过后好多了。 杨叔说着往那边看一眼, 瞧瞧这阵仗, 这么多娱乐圈大腕亲自迎接, 太有排面了。 一辆黑色宾利停在边上, 有人恭敬打开后车门, 西装笔挺的男人缓慢下车, 很快被导演和制片人迎上。 剧组里的男演员普遍个子高, 他站在人群中却依然比挺。 肤色在阳光下是自然的白, 跟人说话时浅笑着, 仿佛平易近人, 却又在不经意间流露几分疏离感, 让人心生敬意却不敢过度靠近。 沈江被导演叫了声, 上前跟尹碎说话。 两人同框时, 杨叔激动地扯江银的胳膊, 江江,你觉得他们俩到底谁帅? 说完不等江银回答, 自己摸着下巴撕存一会儿, 两人身高差不多, 气场上沈将弱了不少, 长相的话, 尹碎眼睛比沈将的深邃一点。 江银沈笑着截断他的话, 又不是让你挑男人, 你分析得还挺认真。 杨叔继续朝那边打量, 忽而撞两下江银的肩膀, 小声说, 尹碎这属于标准桃花眼, 多一分则显妖媚, 少一分则显寡淡, 据说拥有这种眼型的人, 天生都很痴情。 也许你说得对。 江银顺势望过去, 凯探道, 不过前提是, 他得先动情。 那边不知又聊了什么, 导演和制片人带着尹碎去拍摄现场, 人群渐渐散开。 沈将朝这边看过来, 跟江银招手。 江银抱着笔记本站起来, 你不舒服的话再歇会儿吧, 我去找沈将聊角色, 结束后, 咱们开始抓紧拍摄。 找位置坐下, 江银翻开自己的笔记本, 咱们先聊你扮演的角色吧, 男主角宁现, 是一个因为天生拥有一同被父母遗弃的孤儿, 面对工作江银向来很投入, 与沈将互相探讨彼此对角色的见解, 时而拿笔记录一些重点作为拍摄素材。 一场戏的取景恰好在附近, 尹碎站在一旁看他们拍摄, 目光不经意朝一边看去, 不远处的简易帐篷下, 沈将和江银两个人正忘我的交谈些什么? 那边在干什么? 剧组人员笑着解释, 尹总, 丰适的定装照委托给了灵运摄影工作室, 他们说了解角色更容易在镜头下捕捉人物灵魂, 所以提前找演员交流商讨。 我刚刚听江摄影师跟其他演员聊天, 发现见解也很独特, 很有专业水准。 江银还在侃侃而谈, 不时还会跟沈将比划些什么? 沈将就那么静静听着, 目光挫不开地凝视她的脸, 似乎是认真在听, 又似乎只是单纯地在看她。 阳光穿透, 树缝洒下细碎的光芒, 挥洒在两人发顶上, 画面看起来静谧又和谐。 尹虽没看出, 那个沈将在好好聊工作。 他淡淡收回视线, 声音不怒自威, 有没有专业水准要拍了才知道, 聊那些有的没的, 未必有用。 沈将不是主角吗? 待会儿不用拍摄。 一旁导演愣了两秒, 想起如今尹总在这儿, 是应该拍一场男主的戏乔翘才对。 盲队助理吩咐, 快去让沈将准备一下。 第十三章, 剧组人员喊沈将拍戏, 将尹恰好也聊得差不多了, 把手上的笔记重新整理一下, 去杨书那边商量接下来的拍摄。 沈将重新补了妆, 温习一下台词, 走向镜头前面。 导演本身对沈将十分赏识, 又想着他是星途传媒旗下的艺人, 便不住地在尹隧跟前夸赞。 尹总, 沈将在演技方面确实是没得说, 对角色的悟性也很强, 尹隧漫不经心地听着。 余光看到江尹去杨书那边说了些什么, 又利索地招呼人安排工作, 看起来还挺雷厉风行。 他没见过他工作时的样子, 跟记忆里的女孩有些不一样。 记得那一年在C大, 他总跟在他屁股后面, 脖子上挂着相机, 有时趁他不注意会突然偷拍他, 闪光灯一闪而过。 他回头瞪他, 他便做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揪一下耳朵, 然后甜甜地冲他笑, 我拍照技术好着呢, 未来时尚界的著名摄影师亲自给你拍照, 你可太有福气了。 尹隧不说话, 继续往前走。 他便癫癫地跟上来, 像个小画牢, 你生气了? 你别生气嘛。 大不了我以后拍之前先征询你意见。 或者, 我把刚刚拍的删掉行不行? 我删了? 我真的删了? 喂, 你就不能像征性的, 稍微阻拦一下吗? 尹隧停下步子, 他毫无征兆地撞上他的背, 抬头时, 鼻尖泛起淡淡的红, 幽怨又可怜巴巴的眼神瞧着他。 尹隧无奈地叹了口气, 心声不用军训吗? 你一个女孩子, 总跟着我干嘛? 我一个女孩子天天跟着你他揉着发酸的鼻子, 脸不红心不跳地把话说完, 相当理直气壮, 那当然就是看上你咯, 你又不傻, 还问出来干什么? 尹碎, 尹总, 您看这段效果怎么样? 导演的话, 拉回尹碎的思绪。 他抬起头, 视野所及早没了江银的身影。 由于事先做好功课, 定装照的拍摄比预想中要顺利很多, 大多演员也都十分配合。 只是轮到洛欣时, 进度陡然慢下来。 杨叔的吐槽果然是没错的, 洛欣很喜欢自我感觉良好的对拍摄指手画脚, 根本不听工作人员的安排。 杨叔脾气爆, 险些跟他吵起来, 被江银拦了下来。 杨叔气得去, 一边给其他演员拍摄, 这边交给江银处理。 江银吩咐人给洛欣补妆, 自己弯腰调视相机。 等洛欣重新站在镜头前时, 江银眉头青醋, 这眼影的颜色和眼线是谁画的? 还有脸上的妆是怎么回事? 化妆师一脸为难地走过来, 江姐, 是洛欣自己要求的, 实在没办法。 洛欣还在拿着小镜子, 沾沾自喜地欣赏着自己脸上的妆容, 甚至拿手机自拍了一张照片。 江银压抑着不悦, 朝那边倒, 洛欣小姐, 定妆照需要根据角色设定进行上妆, 希望你配合工作人员的安排, 把脸上的妆换掉, 我们要开始拍摄了。 洛欣跟没听到似的, 继续玩着自拍, 显然在故意无视她。 江银又叫了几声, 依然无果。 耐心逐渐消耗殆尽, 江银脸色沉了下来, 走上前, 声音疏然变得凌厉, 这是古装剧, 网红装很好看吗? 洛欣还对着手机镜头, 比着二的手势, 唇角笑意来不及收。 消化完这话是对她说的之后, 顿时恼羞成怒, 我还用你指教。 周围的人听到动静, 纷纷朝这边看过来。 江银毫不畏惧地看着她, 我今天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拍戏时在导演跟前, 你敢这么自作主张吗? 真不知道, 自己几斤几了。 洛欣没料到, 江银敢这么跟她说话, 气得拿手指着她, 你, 你什么你? 江银不耐烦地打断她, 风是把定装照的拍摄任务交给我们, 我们就要为出来的作品负责。 但是, 摄影并不只为你一个人, 你若这么有主张, 那随便你, 你自己找摄影师去拍。 反正等将来, 照片发出去, 网友发现你的形象与角色不符, 也只会说是你自身称不起施丹轩这个人物, 跟我没有半点关系。 哦, 对了。 江银不顾洛欣难看的脸色, 继续道, 如果你的定装照与角色不符, 导演会要求更换女主也说不定, 到时候, 请记得为自己的任性妄为买单。 洛欣不用拍了, 下一个。 江银丝毫不给她挽回的余地, 重新调整相机, 吩咐工作人员给下一位演员补妆。 江银在摄影圈的名气和威望还是有的, 工作人员看江银说话如此硬气, 直接把洛欣从台上请下来, 继续接下来的拍摄。 摄影棚门口, 林秘书压然地看着里面的局面。 洛欣是星途传媒旗下的艺人, 关于她的传闻, 林秘书多少听过一些, 演技有一点, 但没什么情商, 爱耍大牌。 她最近小伙了一把, 大家碍于她的知名度, 工作中也多顺着她哄着她。 今天在这位摄影师面前, 倒是难得碰一鼻子灰。 林秘书记得, 前段时间在同城酒店门口遇到的, 好像就是这位摄影师。 最近老爷子一直催老板相亲, 说不愿意就领一个回去。 林秘书觉得, 把眼前这位领回去应该就挺不错的, 无论长相气质还是能力, 都很能讨老爷子和老太太的欢心。 而且在同城酒店的时候, 这女孩恰好落魄, 老板又是把套房让给人家, 又是给人买衣服的, 八成是喜欢人家。 林秘书这般想着, 余光悄悄打量旁边的老板。 尹碎静静望着工作中行云流水的女孩, 半晌后, 难得千唇笑了下, 侧目对上林秘书的视线。 林秘书几倍一僵, 站直, 眼观鼻鼻关心。 尹碎面色早已恢复如常, 扫了眼万表, 转身离开。 林秘书赶紧快步跟上。 全程沉浸在拍摄工作中的江吟, 对这一切全然不知。 洛欣的戏并不多, 接下来一整天都没戏份, 全场在摄影棚待着, 但一直被江吟和杨书忽略, 没人搭理她。 江吟感觉到她几次试图过来跟自己接近, 又碍于面子, 不肯踏出那一步。 江吟当没瞧见, 只管忙自己的工作。 夜里忙到很晚才收工, 江吟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时, 被洛欣的经纪人, 教主, 为白天的事诚恳道歉。 经纪人很会说话, 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甚至把错全揽到自己身上, 为洛欣开脱。 一天下来, 江吟的气早就消了。 何况, 想在娱乐圈里混得长久, 她没必要因这点小事, 为自己树敌, 答应如果洛欣明天好好配合, 就继续拍摄。 坐上回家的车, 杨书感慨, 洛欣没什么脑子, 她经纪人倒挺会做人。 江吟靠在车厢后坐, 捏了捏发酸的脖子, 不太想说话。 累。 夜里, 尹随刚忙完工作回到家, 就接到老爷子的电话, 我前两天跟你说的是, 你别不放心上。 婚姻大事还是很重要的, 你要不自己带回来一个, 我和你奶奶, 还是要张罗着给你相亲的。 你若不喜欢赵家的姑娘, 其家也有一个, 比你小两岁, 人还在国外读书, 过几天会回来, 你觉得怎么样? 尹随去冰箱里拿了瓶酒, 起风后倒在吧台的高脚杯里, 喝了一口, 不怎么样?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还能不能抱上重孙了? 尹随被老爷子搞得颇有些无奈, 这种事怎么能急? 怎么不急? 我和你奶奶都八十多岁的人了, 过一天少一天, 过一天少一天, 没准哪天眼睛一闭俩腿一蹬, 爷爷。 尹随打断他的话, 放下酒杯纸腹, 按着秃秃跳的眉骨, 沉吟片刻, 妥协道, 我答应你, 过段时间给你带回去一个。 老爷子当即乐了, 外面还真有看上的。 那你早说啊, 少让我操多少心。 尹随随口嗡了声, 又听老爷子极其兴奋地开始八卦, 多大年纪了。 你们怎么认识的? 你孩子长得怎么样, 好看吗? 跟你搬不搬配? 现在, 你们俩是谈着呢? 在一起多久了? 那你什么时候把人领到家里来, 让我和你奶奶也见见? 好容易哄着老爷子挂了电话, 尹随在吧台前站了会儿, 琢磨着什么。 片刻后起身, 去沙发上坐下, 点开iPad, 发了份邮件。 随后翻找着通讯录, 拨了个电话过去, 杨教授, 这么晚了给你打电话, 有没有打扰到您? 没有没有。 手机里传来梁文乐呵呵的声音, 最近学校搞了个课题, 我晚上忙着写论文, 一般睡得都晚。 尹随应了声, 问, 是基于国内金融周期的视角, 对金融风险的课题研究。 呀, 你知道这个? 上次听江教授提过, 尹随顿了会儿道, 是这样的, 我手上有几个相关的新型案例, 都是一手金融数据资源, 应该对您研究课题有帮助, 刚刚发送至您的邮箱了。 杨文这几天, 确实未论文的事, 忙得焦头烂额, 此时正在电脑前坐着, 一听这话, 迅速登录邮箱, 果真收到了尹随发来的邮件。 文件里的资料, 恰好是他近期正绞尽脑汁, 四处搜罗的数据资源。 杨文高兴坏了, 心里十分欣慰, 这些资料实在难以搜集, 我都愁了好些天, 你帮我这么大一个忙, 这让我怎么谢你才好? 举手之劳而已, 能帮助教授就好,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挂断电话, 杨文便迫不及带回房间,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江炳怀。 江炳怀在梁文的逼迫下, 此时正四处脱关系 帮他找资料, 听说尹碎找到了, 倒是意外了一瞬。 以尹碎如今的地位, 搜集这些案例和数据资源, 确实要容易一些。 不过他工作那么忙, 上次来家里, 江炳怀也是下棋的时候随口一提, 没想到这孩子还挺上心。 梁文还沉浸在幸福从天而降的喜悦里, 忍不住拍拍江炳怀的肩膀, 老公, 尹碎这学生, 咱们俩还真是没白交, 他还挺有心的。 江炳怀沉吟着, 点头, 确实不错。 梁文, 那你说, 这么好的孩子, 不给咱们做女婿的话, 是不是还挺可惜的? 江炳怀, 丰适的定装照剧组要得及, 好容易拍摄完毕后, 大家还要加班加点地修图。 江炳工作向来容易忘我, 身体也总照顾不上。 等定装照终于上交, 江炳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身体突然病倒, 由于接连高烧, 不得不去医院输液。 原本这件事, 江炳是想瞒着江炳怀和梁文的, 输液的事也拉江沛陪着自己。 不料江沛嘴快, 他在三叮嘱, 他扭头还是跟父母说了。 当天输了液, 他被迫坐上江沛的车回家, 想到接下来要面临的劳道, 他心里一阵来气, 江沛我跟你有仇。 江沛握着方向盘, 语气永远都那么欠揍, 咱俩啥时候和平共处过。 江沛, 到家后, 梁文先是一番嘘寒问暖, 关怀备至。 渐渐地, 语气中开始带点责怪, 我就说你一个女孩子, 自己住外面, 不行吧, 这么大的人了, 还不知道好好照顾自己。 这些话江沛听的耳朵都起茧了, 吴雨道, 就是最近工作太忙了, 昼夜温差又比较大, 一不小心就感冒了, 其实不算什么大事。 怎么不算大事? 年纪轻轻的, 别不把身体当回事。 江炳怀也跟着接枪, 你妈说的没错, 一打消体质就不好, 发起烧来就不容易退, 平时得多注意这点。 实在不行, 你还是在家里住吧。 江沛当场急了, 这边离我工作地方那么远, 我上班也不方便啊。 再说了, 这次生病真的只是意外。 梁文还想再说什么, 江沛赶紧扶着额头一脸痛苦的样子, 妈我头好痛, 不行, 我得回屋休息一下。 她起身, 往卧室的方向走。 梁文无奈地在她身后喊, 那你这两天先住家里, 稍退了, 再回去上班。 啪, 卧室门关上。 梁文摇摇头, 手肘撑着扶手在沙发上坐着, 看向身后已在沙发靠背上的江沛, 医生怎么说的, 就是工作劳累导致的发烧? 江沛放下手机装进口袋, 不然呢? 梁文说, 以前工作也有忙的时候, 没见生病到跑去医院输液的地步啊, 我琢磨着, 会不会跟她前段时间失恋有关? 不会吧? 江沛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坐下, 翘起二郎腿, 眉骨头似的往后靠, 我也没看出来她有什么失恋后遗症。 梁文瞻她一眼, 她若真心里装着事, 还能让我们发现了? 见江沛不说话了, 梁文继续分析, 八成是因为分手的是难过, 所以才没命地工作, 把身体给搞垮了。 梁文这么说也不是没有道理, 将丙怀沉吟着, 叹道, 事情已经发生了, 就算真有情商, 那也得她自己慢慢走出来, 咱们也帮不上忙。 那可不一定。 梁文思蠢着, 跟老公和儿子道, 我最近盘算着, 给盈盈再介绍个对象, 好让她分分心, 你们觉得这主意怎么样? 江沛打量着梁文的神色, 总觉得是在一步步诱敌深入。 妈, 你是不是心里早有人选了, 那就直说呗。 心思被戳破, 梁文也不恼, 笑盈盈道, 我心里呢确实有个人选, 我觉得各方面都挺合适的, 而且, 你们俩也都认识的。 江沛与江炳怀父子俩互望一眼, 江炳怀想起, 她前两日说的话, 不太确定地问, 你不会还说尹碎吧? 杨文一拍大腿, 对, 就是她。 江沛差点没被口水给呛着, 撮合江炳跟尹碎。 能行吗? 怎么不行? 年龄差不多, 样貌也般配, 多好啊! 再说了, 这八字都没一撇呢, 我现在不是想着, 先让他们俩处一下试试吗? 试试。 江沛觉得, 她妈这是在痴人说梦, 她都没见尹碎, 跟哪个女孩亲近过, 能跟江淫试试。 尹碎怎么想的, 咱们也不知道, 你总不能以老师的身份压迫人家跟尹音相处吧? 这恐怕不合适。 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 你妈是那种人吗? 咱们就是搭个线, 让他们俩单独见面, 彼此了解一下。 梁文看向江沛, 我觉得尹音这边的思想工作我来做, 尹碎那边, 你去探探她口风, 她若真不乐意, 那就算了。 突然被交代了任务的江沛, 好半天没回过神来。 让她去问尹碎要不要跟她妹出个对象。 就尹碎那不尽女色的性子, 她跟江淫就上次见过一面, 彼此之间应该也不熟悉。 这能成。 江沛摸了下鼻子, 微微作证了些, 妈, 我是觉得吧, 前段时间尹碎不是来过我们家了吗? 她跟尹音也算见过了, 如果他俩看对眼的话, 现在估计早就有火花了, 也不用你撮合。 如果至今雅人都没火花, 那估计希望不大。 那怎么能一样? 杨文说, 当时尹音刚结束上一段恋情, 见尹碎的时候, 谁都没往男女关系上想。 现在就不同了, 这回咱们挑明了说, 就是让他们俩以出对象为目的, 重新认识一下, 说不定就有火花了呢? 江沛, 主要我也是那天之后才生出的念头, 若是早有这想法, 上回尹碎来我们家之前, 我就给安排上了。 说起这个, 杨文也是挺后悔的, 实在不行, 咱们就忘记上次见面, 让他俩重新相亲一次呗, 喝个咖啡聊聊什么的。 江沛, 杨文, 反正我就是看上尹碎了, 觉得他跟我们银银合适, 事情就这么说定了, 我改天劝劝银银, 尹碎那边你也试着问问。 江沛也不知道怎么接枪, 只能看向一直沉默的江炳怀, 爸, 这是你怎么看? 你爸他听我的, 事情就这么定了。 杨文说完直指江沛, 施加压力, 你若完不成任务, 以后就不用回来了。 江沛, 江沛因为身体的原因, 再加上本身太过劳累, 缺乏睡眠, 当天晚饭都没吃就睡下了。 第二天请假没去上班, 杨文上午没课, 亲自给他煲了汤。 江沛起来时, 已经接近十点钟, 阳光躲藏在窗帘背后。 次拉一声将帘子拉开, 被阻挡在外的光线一跃而入, 墨地将室内空间照得明媚亮堂起来。 刚洗漱过, 杨文把包好的汤送去他卧室, 温声细语的。 银银, 起来把汤喝了, 妈包了一上午呢? 丝毫不知道, 昨晚家庭会议内容的江沛, 面对杨文女士, 突然地体贴入微, 简直受宠若惊, 坐在床边从老妈手里捧起此碗, 闻着浓郁的香气, 她突然觉得生病其实也挺幸福的。 看着江沛一口一口把汤喝完, 杨文接过来递了纸巾, 才笑呵呵地开口, 昨晚我和你爸还有你哥商量了一下, 觉得你现在一个人总忙工作不是个事, 都不知道重视身体。 要不然, 妈给你介绍个对象吧, 多个人照顾你妈也放心。 幸好此时喝完了汤, 不然江沛估计要被呛到了。 江沛将纸巾丢进垃圾桶, 重新到床上躺下, 钻进被子里, 现在不就挺好的, 谈什么对象, 我没时间。 把空碗放在床头, 杨文朝他烫过来, 没时间就从工作中分出来一点吗? 天天这么拼命, 身体怎么能吃得消? 何况你都这么大了, 确实应该谈的恋爱。 我不需要, 你去找我哥吧, 他比我还大, 也没谈恋爱呢。 江沛用被子把头蒙起来, 表示抗议。 你哥是你哥, 你是你, 怎么就不愿意了, 难不成你还想着那个姓谢的? 江沛身形微棱, 拽着被子的边缘拉下来, 露出巴掌带一张精致明艳的脸庞来, 无奈又觉得好笑的反驳, 我还想着他干嘛? 那你就听妈的, 再找一个。 杨文扯着江沛的被子, 防止他再次把头蒙起来, 连人选妈都给你挑好了, 你见过的, 就我和你爸的学生, 上回来咱们家吃饭那个, 饮碎。 江沛拒绝的话还没说出口, 说而争中两秒, 感觉猴头被梗了一下, 不得已做出一个吞咽的动作, 好半天才问, 你说谁? 饮碎。 不会吧, 他妈可真有眼光, 而且真敢想。 我不同意。 江沛翻了个身背对着梁文, 将自己重新包裹得严严实实。 后面梁文无论再说什么, 江沛一个字也不接, 听烦了就捂着耳朵喊头痛。 让他去跟饮碎相亲, 他估计得尴尬F发到, 需要拨打120送进急救科。 梁文没法子, 也知道这种事不能急于一时, 只能等待下次时机, 那你先休息着。 妈说的是, 你慢慢考虑。 当天下午, 江沛直接在家中待不下去了, 趁梁文去上课的机会悄悄溜走, 继续回工作室上班。 撮合你跟饮碎。 办公室里, 杨叔声音拔高了不少, 被江沛使了个眼色, 才立马压低声音, 那不是挺好的吗? 既然他是你爸妈的学生, 又跟你哥关系好, 那不就知根知底的, 比谢少元可强多了。 江沛见他态度转变如此之快, 无语地揭腔, 上次你不还说人家的身份地位, 咱们不敢肖想的吗? 此一时比一时啊, 如今你妈既然这么跟你说, 那估计就是对你们俩的事有几分把握, 最起码你妈能帮你使上力。 就尹碎这样的, 有机会你还不牢牢抓住。 江沛想到让他跟尹碎接触, 再谈个恋爱, 不由打了个机灵。 可算了吧? 当初没追上, 他现在可不吃回头草。 尤其曾经强吻过他, 如今看到他就挺尴尬的, 他实在不愿跟尹碎有任何过多的接触。 何况, 他觉得这事就是他妈自己一时兴起, 谁知道尹碎自己怎么想的? 可能就是他妈剃头弹子一头热, 人家根本没这想法。 阿T! 江沿偏头打了个喷嚏。 整个人看起来没精打采的。 杨叔也没心思跟他说别的了, 关切地问, 你身体还没好, 怎么就过来上班了? 说着摸了下他额头, 滚烫。 昨天刚输过夜, 看来今天又反复了。 江沿下午来上班的时候, 感觉还好好的, 没想到说发烧就发烧, 毫无征兆。 他按了按眉心, 确实有点不太舒服。 赶紧起来, 我陪你去医院。 杨叔去老大江陵的办公室, 打了声招呼, 回来把江沿从座位上拉起来。 午后的太阳毒辣, 灼灼至烤着, 江沿却手脚冰凉, 掌心直冒虚汗。 他来上班之前化了妆, 此时却根本无法遮掩脸上那份病态的憔悴, 眼窝他陷着, 上下眼皮子黏糊的仿佛睁不开, 因为强打起精神赶往医院。 他狭长好看的眼眸, 此时也没什么精神器, 里面凝着淡淡水汽, 瞧着怪让人心疼。 到医院医生要求输液, 杨叔去缴废取药时, 江沿在休息区的长凳上坐着, 拿外套蒙住脸。 不远处, 谢少远搀扶着一瘸一拐的尹应福朝这边走过来。 谢少远写的剧本尹碎看都懒得看上一眼, 尹应福便回去央求了尹父, 想让他帮帮忙。 尹父倒是出面介绍了几个导演, 可那些导演更看重尹碎的面子, 大概是尹碎下了什么话, 那些人愣是不愿意给谢少远机会。 尹应福去找尹父哭求, 尹父却说自己也没办法, 只能让他去找尹碎。 为了谢少远, 尹应福也算豁出脸面, 今天亲自做了蛋糕, 在星途传媒公司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 好不容易见到尹碎, 他连听他说话的机会都不给, 就跟不认识他一般, 直接把他当空气忽略掉。 尹应福还狼狈地摔了一跤, 磕破膝盖, 只能被谢少远带着过来擦药。 尹应福觉得自己惨兮兮地, 朝着谢少远撒娇, 我这可都是为了你, 虽然事情还没办成, 但我一定会想办法的, 你得对我好点。 什么时候对你不好了? 谢少远看到远处的座位, 扶着他走过去, 温声道, 你受伤走路不方便, 先在这边坐一下, 我去缴费。 相隐恍惚间, 感觉好像有人坐在了他旁边, 说话声音有些耳熟, 还没想起是谁, 他本能地扯下了遮住脸的外套看过去。 尹应福被谢少远搀扶着坐下, 偏头对上姜吟的视线。 姜吟, 呵, 这是什么破缘分? 看姜吟脸色有些差, 谢少远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什么, 姜吟已经淡定地重新把脸遮上, 似乎多看一眼, 都觉得厌恶。 谢少远要出口的话梗在喉头, 很快脸色归于平静, 对着尹应福轻声道, 要不你去那边坐吧, 这边有太阳比较热。 他声音温柔得, 仿佛没有半点脾气, 标准的国民好难有人设。 姜吟在心底冷嘲了声, 唇角凉凉地牵扯一下。 不嘛。 尹应福黏着嗓子撒娇, 我腿擦破了很疼的, 不想走那么远, 我就坐这儿, 你快去取药吧。 谢少远没办法, 只能道, 那你乖乖坐着, 我很快回来。 脚步声远去。 姜吟本来没什么兴致搭理尹应福, 再加上身体的原因, 这会儿蒙着脸睡自己的。 没想到, 对方倒是很乐意跟自己攀谈, 语气高高在上的。 姜小姐, 听说你是给人拍照的。 我和阿远, 最近刚好打算拍情侣照, 找你们工作室怎么样? 声音过躁得很, 姜吟重新把外套拉下来, 不耐烦地盯着她。 尹应福继续道, 钱那不是什么问题, 不过我对技术的要求可是很高的。 说完沈氏的目光打量姜吟, 你这水平能胜任吗? 尹小姐是吧? 姜吟散漫看着她, 很善意地提醒, 你可能不知道, 我是个人像摄影师。 尹应福? 意思就是说, 姜吟挽了下耳边的发, 冲她浅浅笑了下, 我摄影机前的模特必须得是个人。 你敢骂我? 尹应福直接站了起来, 气得面容扭曲。 姜吟, 你一个三流摄影师, 连拍我的一根手指都配不上, 还真当我给你面子呢? 姜吟凯叹着摇了摇头, 确实, 面对乱七八糟的物种, 我连她一只爪子都懒得拍。 你尹应福气得伸出手, 打算给姜吟一个耳光。 身后脚步声传来, 辨认出来人, 她迅速收手。 谢少远刚到跟前, 尹应福已经变了一张脸, 梨花带雨地哭诉, 阿远, 这个女人太过分了。 我想着你当初选了我, 多少有点对不住她, 就想帮她们工作室介绍项目, 也算替你给她些补偿。 她不愿意就算了, 居然还冷嘲热讽地骂我。 姜吟懒得接枪, 就那么冷冷看着这女人出神入化的演技。 好一朵青春不做作的爵士白莲花。 谢少远帮她抹去眼泪, 目光落在姜吟身上, 似有些无奈, 姜吟, 我确实有对不住你的地方, 但如今已经成这样, 你这是何必呢? 姜吟本来不想搭理这两人, 此时却彻底被谢少远这王八蛋给气到了。 她哪来的脸, 这么跟她说话? 她强撑着有些虚弱的身体, 从座位上起来, 站在谢少远跟前, 你还能再无耻一点吗? 谢少远注视她片刻, 刻意压低了声音, 你少说两句, 尹应福什么身份你不知道吗? 得罪她你有什么好处? 她这副关心的口吻 让姜吟莫蒂一阵反胃, 没忍住, 伸手一个巴掌打在谢少远左脸上。 谢少远没有防备, 生生瘦下这一耳光, 脸被打得偏向右侧。 姜吟, 你干什么? 尹应福气地要冲上来, 被谢少远拽住手腕。 姜吟用了十足的力道, 收回时指尖微微发颤, 却平静抬头, 击翘地看向她。 这一巴掌, 本来早就该给你的, 是我懒得脏了自己的手, 不过今天觉得, 还是送给你比较好, 你觉得呢? 谢少远指腹蹭了下有些麻木的嘴角。 看到围观的行人, 她觉得面子挂不住, 态度冷淡下来, 姜吟, 凡是亮丽而行, 见好就收, 你别太过分了。 你也不过是个小小的摄影师, 既然要在娱乐圈混下去, 何必跟尹家作对? 她说完没看姜吟, 牵起尹应福的手, 两人恩恩爱爱地远去。 呵, 她跟尹家作对? 谢少远这就把她自己当成尹家的人了吗? 杨叔拿着要回来时, 这边已经恢复平静, 只姜吟捧着脸, 情绪不是很对。 怎么了? 杨叔揉揉她脑袋, 刚刚护士搞错药了, 耽误了点时间, 是不是身体难受了? 姜吟摇摇头没说话, 整个人都被那对狗男女气得胃疼。 尤其谢少远最后那句, 她越想越气, 居然还敢拿尹家来吓唬她。 不就是个妓女吗? 有什么好得意的? 在尹碎跟前, 还不是连个屁都不敢放? 尹碎, 对了, 今天早上, 她妈跟她说什么来着? 吊瓶已经书上, 杨叔在她旁边坐下, 你怎么不说话了? 姜吟还在仿佛思考着什么, 因为生气, 她胸前明显地起伏着。 虚语, 她突然下了某个决定一般, 认真看向杨叔, 郑重地开口, 叔叔, 我决定了。 杨叔? 姜吟拿起手机, 拨通了梁文女士的电话, 妈, 你今天早上说的那个事, 我仔细想了想, 还是有几分道理的嗯, 我答应了。 那边收了线, 杨叔十分摸不着头脑地看着她, 什么情况? 姜吟把手机装回口袋, 眼睛眨巴几下, 平静道, 我妈要安排, 我跟尹瓃相亲, 我现在答应了。 杨叔, 为什么? 刚才不还态度坚决吗? 姜吟还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 咬牙切齿, 搞死那对狗男女。 杨叔, 姜佩原本觉得梁文女士 根本劝不动姜吟, 这样的话, 她也就没有必要 跟尹瓃提这个事情。 没想到小丫头居然答应得还挺快。 接到梁文的催促电话, 她只能当天晚上约了尹瓃去酒吧。 姜佩又仔细想了想这件事, 尹瓃给她当妹夫, 其实还是相当可靠的, 对姜吟而言, 应该也是个很好的选择。 不过她没给人牵过线, 也不太会这种事, 只能在闲谈间借着酒劲试探性地跟尹瓃提了一嘴, 我妈想把我妹介绍给你, 你觉得怎么样? 尹瓃喝酒的动作一顿。 姜佩跟她说实话, 我妹前阵子不是失恋了吗? 最近天天忙着工作, 也不好好照顾自己身体, 病了一场。 尹瓃眉头饥不渴地猝了下, 张了张口, 什么也没问。 姜佩继续道, 所以我妈就想着, 让她再谈个恋爱, 纷纷心, 别总想着工作的事。 手臂搭在尹瓃尖头, 上回在我家, 你不是过一次吗? 你觉得怎么样? 尹瓃沉吟片刻, 还没接枪, 姜佩又补充一句, 如果你以后打算取个门当户对的, 搞商业联姻, 给自己增加筹码, 我也理解你, 今晚这话就当我没说过。 尹瓃灌了两杯酒。 她呢? 她捏着酒杯的力道收紧, 顿了会儿才问, 你妹妹也愿意。 愿意呀, 不然我今天能跟你说这个。 姜佩听她这么问, 突然觉得有戏, 不由挑了下眉, 姜佩那丫头是个严控, 我觉得八成看上你了。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深入了解一下? 夜晚的天穷被霓虹灯光映的透亮, 几颗星子稀疏点缀在周围。 风将云层吹散, 轻盈柔软, 棉花糖似的洒满夜空, 浅瘴而温柔。 回到家, 引碎换掉衣服去洗了个澡。 擦着头发出来时, 接到姜佩的电话, 考虑好没? 引碎沉默片刻, 晚些告诉你。 行吧, 那你慢慢考虑。 接断电话, 引碎吹干头发, 从衣帽间里出来。 在床檐座下, 她拿起床头摆着的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女孩被以大树, 扎着马尾, 红裙灼灼, 灿然笑对镜头。 恍惚间, 她一起那个午后, 她在树荫下的草地上看书, 她兴冲冲跑过来, 有些小抱怨, 哎呀, 你怎么又换地方了? 不过没关系, 闻着味儿我就知道你在哪儿。 引碎被她的形容, 逗得有些想笑, 你是小狗吗? 姜吟跟姜佩护对习惯了, 也没想那么多, 直接对回去, 那你就是, 那臭烘烘的什么味儿? 雨碧, 她发现引碎笑意淡下来, 抬头瞪着她。 她醒过神来, 赶紧改口, 不是不是, 你是香的, 我刚刚的意思是说, 我和你心有灵犀。 引碎没理她, 低头翻着手里的书, 找我有事吗? 有啊。 她从书包里翻出一张照片, 递过去, 我拍得我自己, 好看吗? 一只漂亮的手伸在她眼前, 肤色西白水嫩, 大拇指夹盖修剪得整整齐齐, 上面还有白色的月牙。 她正捏着一张照片, 照片里的女孩宁靠娇俏, 笑盈盈的。 拍照技术, 确实还挺不错。 引碎心里这般想着, 把目光收回, 继续翻着书。 江银捏着照片, 继续在她眼前晃, 你喜欢吗? 求我的话, 我可以送给你的。 引碎抬头, 你不求我的话。 江银俏皮地眨了眨眼, 我也可以送给你。 不需要。 引碎拿笔在书上做着笔记。 江银扁了扁嘴, 手绘照片, 主动在她旁边坐下, 故意紧紧挨着她。 在引碎看过来时, 她像征性地稍微往远处挪了零。 零一公分。 引碎, 在心底叹了口气, 也没说她。 江银盘着腿, 手肘撑在腿上拖着腮, 看她认真学习的模样, 师兄, 我都追你半个月了, 你什么时候做我男朋友? 引碎写字的动作没停, 随后又翻了一页书, 我什么时候说, 一定会答应你了。 江银双手按着草地, 上身前倾凑近她, 用认真的商量口吻道, 那你现在说。 我听着呢。 随着她靠近。 两人的额头险些撞在一起, 引碎写字的动作终于停了下来。 她睫毛很长, 浓腻卷翘, 眨洞间像两把刷子, 眼睛灰斜灵动, 一眨一眨看着你时仿佛会说话。 阳光穿透树缝落下来, 能清晰看到她脸上一根根细白的绒毛。 她皮肤很好, 脸上没化妆, 泛着淡淡的粉色, 像树上刚刚摘下来的水蜜桃子。 不知道用手戳一下, 会是什么感觉。 引碎这般想着时, 握着笔的食指不自觉动了一下。 近距离接触, 她能感觉到她清浅的呼吸, 鼻端萦绕着的, 是她长发间飘来的清甜奶香味。 引碎呼吸稍停, 缓缓拿起手里的笔, 轻轻戳在她额头的位置, 稍稍用力往后面推, 把那张凑自己太近, 超出安全距离的小脸一开。 她喉结微动, 耳根莫名被太阳晒得有些灼烫, 偏头避开她水灵灵目光的注视, 让我说什么? 你就说, 姜银微微作证了些, 轻轻嗓子, 用很深情的目光教她, 姜银, 我一定会答应做你男朋友的, 你再坚持一小小下。 她大拇指和食指黏起来, 比了比。 引碎唇角积不可地扯了下, 又很快拉平, 我暂时还没这个想法。 姜银皱起眉头, 渐渐有些不太乐意了, 你怎么这么烦人啊? 这样你让我追到什么时候? 她声音逐渐变小, 似乎挺委屈的, 都半个月了, 引碎没过追人这么没耐心的, 把半个月说得仿佛有半年那么久, 觉得无奈又好笑, 半个月我就得答应你吗? 那你说再追多久能答应? 暂时不知道。 你怎么欺负人啊? 谁欺负你了? 姜银以前从没追过人, 一天都没有。 对她来说, 半个月真的挺久了, 没想到引碎居然这么难追。 从小到大, 喜欢她的人多了去了, 她从来都没这么讨好过一个人。 她不服气, 总觉得自己有点委屈。 引碎! 她突然奶胸奶胸地叫她, 在她看过来时, 气势莫名弱下去不少, 只能靠嗓门来给自己增加底气, 你不答应会后悔的。 引碎被她搅和得, 也没了学习的兴致, 把书本和尚放在一边, 觉得她生气的时候还挺可爱的, 又故意板着脸逗她一句, 哦! 显然被气到了, 姜银等着她, 塞帮子鼓鼓地向吹了气。 后来也不知哪里生出来的勇气, 她盯着引碎看了好半场, 突然扑过去, 捧住她的脸, 不由分说, 亲了下去。 事情发展太急, 引碎根本没预料到, 她扑过来的动作又猛, 引碎直接被她撞得躺在了草地上, 她整个人压过来, 唇贴着她的。 引碎当即愣在那。 她那张脸近在咫尺, 鼻尖碰着她的, 唇半间是柔软温热的触感。 她浓密的眼睫颤了几下, 睫毛扫在她肌肤上有些微痒。 姜银缓缓掀起眼瞼, 小心翼翼看向她。 四目相对间, 她好像终于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一张脸迅速涨红, 猛地从她身上起来, 撒腿就跑。 引碎还躺在草地上, 头顶一片白云快速从湛蓝的天空飘过, 没多久遍布了踪影。 下风吹过树梢, 鸟儿唧唧喳喳叫着, 树上几片翠绿的叶子盘旋着落下来。 仿佛隔了一个世纪那么长, 她停止跳动的心脏材终于开始苏醒。 越跳,越快。 等她想起来找她算账时, 周围早没了她的踪影。 而她刚刚坐过的草地上, 安安静静躺着她刚刚拿来给她的照片。 接下来一连几天, 尹碎都没再过她。 原本以为, 她只是因为害羞才躲着她, 后来她一直不出现, 又有些像在玩玉琴故纵。 尹碎原本不打算吃她那一套的, 可不知怎的, 那几天做什么都提不起劲, 心情总是没来由的烦躁。 她好像, 真的轻而易举, 被江银拿下了。 明明就追了短短半个月, 她居然开始念念不忘。 几日不, 就起相思。 她一直不肯再来, 尹碎干脆亲自找去她宿舍楼下。 这才知道, 她转学了。 在非礼她之后的第二天, 毫无征兆地离开。 追她的那半个月, 就像是她的一场游戏。 说结束, 就结束了。 没心没肺的。 尹碎站在落地窗前, 拿醒酒器给自己倒了杯酒。 透过玻璃杯壁, 望着里面酒红色的液体, 恍惚间, 她仿佛又看到那个在她跟前蹦蹦跳跳的红裙少女。 江沛说她答应跟她相亲, 尹碎还挺意外的。 前几天还躲着她, 怎么突然就改了主意? 她举着高脚杯, 仰头灌了口酒, 性感的喉结随之滑动。 回眸扫一眼照片上巧笑嫣然的女孩, 她忽然又觉得, 答案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 不过, 她竟然敢朝她这边踏出这一步, 就在没有后退, 逃离的机会。 尹碎拿起手机, 拨了个电话, 喊律师, 帮我你一份协议, 尽快。 江沿当时在愤怒之下, 给梁文女士打了这么一个电话, 但事后平静下来, 她又觉得有点后悔了。 为了谢少远和尹应福那样的人, 去跟尹碎相亲, 这个买卖她, 怎么想都觉得好像有点滑不来。 跟异性相处甚至恋爱, 那肯定得怎么舒服, 怎么来吧? 可她和尹碎之间有着那样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往, 如今还能舒舒服服相处吗? 她毕竟曾经追过她, 还在恼羞成怒之下亲过她, 如今再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着实有点为难人了。 她脸皮也没厚到那个地步。 而且, 尹碎除了当初不肯答应做她男朋友以外, 也没得罪过她, 说到底, 还是她后来轻薄人家的行为比较过分。 所以, 她也没必要把人家当作自己报复, 那对狗男女的工具吧? 这很不道德。 江银越想越觉得自己冲动了。 晚上躺在床上, 她翻来覆去的, 有点睡不着。 她打开床头灯, 她这鞋从卧室出来, 梁文还在书房里研究论文。 江银走过去, 敲了敲房门。 梁文推了推鼻梁上的眼睛, 抬起头, 怎么还没睡, 还发不发烧了? 江银走过去, 搂住梁文的脖子撒娇, 妈! 梁文放下手里的笔, 有些好笑地拍拍她的背, 你发个烧智力, 也下降了。 怎么跟小孩子似的? 江银咬了咬唇, 你安排我跟尹碎相亲这个事, 我又想了想, 觉得还是算了。 梁文一听, 把人从怀里拉开, 你这怎么又变卦了? 白天还答应得好好的。 白天那是一时冲动, 我现在是深思熟虑过的结果。 江银思索片刻, 试探着问, 妈, 这应该是你一时兴起的主意, 人家隐碎不知道吧? 梁文看向她, 无奈道, 已经让你哥找她问了。 那她怎么说的? 说是考虑一下, 我觉得, 考虑就代表可能性很大, 毕竟没有直接拒绝。 江银反而松了口气, 跟她妈持相左意见, 人家考虑一下的意思肯定是婉拒呀, 可能是不好回得太干脆, 博了你和我爸的面子。 被江银这么一分析, 梁文觉得, 好像也不是没这个可能。 但随即一想, 又觉得隐碎应该不是拖泥带水的人, 真不愿意, 还是会主动拒绝的。 她正想在说点什么, 江银已经转身往门口去了, 她不同意就算了, 这是咱以后就别提了, 不然跟上赶着试得多不好, 妈我先去睡觉了。 梁文, 回到卧室, 关上房门, 江银才后之后觉得发现一个问题, 她这样算不算, 又被隐碎拒绝了一次。 这么一想, 她心头闷闷的, 莫名又憋屈了一回。 好气哦。 不过同跟隐碎相亲, 然后尴尬地相处比下来, 被她婉拒也不是那么的难以接受。 反正被她拒绝的, 她都已经习惯了。 江银躺在床上郁闷了几分钟, 很快想通这一点, 叔叔伏伏睡了个好觉。 第二天周六, 江银打着哈欠从卧室出来时, 难得看到江沛在客厅沙发上坐着看电视。 江银四下看看, 就她一个人。 爸妈呢? 江沛头也没回, 学校有讲座。 江银随便呕了声, 近洗手间拿牙刷挤了点牙膏, 余光看到江沛起来去了厨房。 她刷着牙根过去, 看她从冰箱里拿了菜清洗, 含糊不清地问, 你要给我做饭吗? 这么好? 做给我自己的, 没你份儿。 江沛眼皮都懒得抬, 一副嫌她很烦的表情, 好好刷你的牙去。 江银哼哼鼻子, 回洗手间把门关上。 周末在家懒得化妆, 她做完护肤去客厅沙发上坐着, 电视上放着人语自然。 自从工作忙起来之后, 她也没有追剧的习惯, 索性就那么将就着看, 全当打发时间。 这时, 手机铃响是梁温打过来的, 问她今天身体怎么样了。 江银把电视调成静音, 烧已经退了, 放心吧。 那你周末在家待着, 别乱跑。 你身体没恢复要好好吃饭, 怕你自己点外卖, 我让你哥回来给你做饭, 她在家吧。 江银眉头上挑, 朝厨房看一眼, 在家, 坐着呢。 接了电话, 她颠颠跑去厨房, 扶着门框看她, 嗯哼, 还说不是给我做的, 某些人呀, 就喜欢口是心扉。 江沛把切好的菜装盘, 要不是看你是病号, 谁乐意伺候你。 江银心情不错, 也不同她计较, 你忙里抽空, 回来给我做饭, 我还是很感动的。 如果下一届国民好哥哥选举投票, 我肯定选你。 这就感动了。 江沛看一眼锅里的粥, 杨妹望过来, 那你待会儿, 不得对我感激涕零。 江银。 江沛直指自己, 幸好你有个好哥哥, 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蛇, 说服了饮碎, 答应跟你相亲。 她说完笑嘻嘻的邀功, 怎么样, 有没有感动的想哭? 江银。 想哭有一点, 感动是半分都没有。 江沛盛了碗粥, 给她放餐桌上, 先喝这个, 菜一会儿就好。 江银皱着一张脸, 跟在她后面, 根本没有吃饭的胃口, 她真的答应了。 为什么呀? 你这什么意思? 江沛直接在餐桌前坐下, 向后一靠, 你不是看上人家了吗? 我这都说通了, 你怎么还挺不高兴的? 我, 江银, 都成年人了, 你可不能出而反而。 江沛拿手机发了个地址给她, 她明天下午三点有时间, 这是地址。 江银突然不知道说什么。 她是真的没有想到, 饮碎居然会答应, 而且答应得这么快。 为什么答应跟她见面呢? 按理说她应该还记恨她才对。 江银一惊, 脑子里冒出一个猜想。 这里面, 不会有什么陷阱吧? 她终于要对她出手了。 江沛回厨房炒菜, 江银越想, 心里越不安, 跑去厨房问她, 哥, 我问你个事。 江沛眼皮, 都懒得抬, 吞吞吐吐, 什么大事? 就是, 江银斟酌了一下言辞, 问道,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有一个你不喜欢的女生突然强吻你, 你会怎么做? 你脑子稍糊涂了吧, 这什么乱七八糟没营养的问题。 我前几天在网上看到的, 你就回答我一下呗。 强吻我, 不喜欢的女生。 江沛捶下来的眼瞼缓慢抬起, 勉为其难回答江银这个问题, 那她死定了。 江银腿软了一下, 后背靠着门框, 面上没什么起伏, 斟酌着又问, 都说物以类聚, 你和尹碎是兄弟, 这个问题如果让她来回答, 是不是也差不多? 说完怕江沛察觉什么, 她又补一句, 这不是要相亲了吗? 我先从你这儿了解一下她的为人。 她? 江沛冷吃一声, 在案板上拍着蒜泥。 看她搁这副表情, 将一末地生起一丝希望, 她是不是比你温柔? 比你和善一点? 江沛把刀放下, 扭头看过来, 估计那女生会死得更惨。 江沛要炒菜了, 把人推出去, 这种事根本就不会发生在尹碎身上。 你这问题能帮你了解她个屁? 你若真对她感兴趣, 明天下午自己了解她去。 尹碎得多没本事, 才能让不喜欢的女生给抢吻了。 不喜欢的女生, 两米之内都靠近不了她。 这都什么弱智问题, 女生遇见喜欢的异性, 脑回路都会变得这么奇葩吗? 江沛心里嘀咕着, 打开油烟机, 起锅烧油, 准备炒菜。 江沛银隔着玻璃门, 还在厨房外面傻傻地站着, 片刻后又拉开门缝, 最后一个问题, 你跟尹碎说, 同我相亲这事的时候, 她答应得爽快吗? 江沛愣了下, 思索着开口, 我昨晚找的她, 隔了一夜就答应了, 你觉得算不算爽快? 江沛, 完了, 肯定是想了一夜, 怎么报复她? 如今想到办法了, 然后就答应了。 江沛感觉整个人 被一盆冷水兜头浇下来, 透心凉。 她明天发烧了, 不能去跟她见面行不行? 作者有话要说, 尹大灰狼, 碎, 你敢的话, 试试。 江小绵羊, 尹, 市中心某高档富士公寓, 装修轻奢的客厅里, 光线略显暗淡, 只沙发旁一盏落地灯散发着微弱的光, 浴染出几分暖色的光圈来。 寒冬从公文包里取出文件, 递上去, 尹总, 结婚协议按照你的要求你好了, 但这份协议是不具备法律效益的, 所以我额外你了份离婚协议出来。 尹碎接过来放在腿上随意翻阅, 看到离婚协议几个大字时, 莫名觉得有些刺眼。 片刻后, 他把结婚协议自己收着, 离婚协议又递还给寒冬, 这个先存放你那里, 如果有需要, 我会再联系你。 寒冬结果重新放回公文包, 心里一团疑惑, 愁愁半赏, 还是问了出来, 尹总是要协议结婚吗? 这种事怎么不交给江沛来做? 寒冬和江沛是同事, 都是律所的合伙人。 尹碎和江沛是校友, 且关系亲厚, 平时手上的案子也全都交给江沛来做。 如今突然找上寒冬, 他实在有些受宠若惊。 我相信寒律师的能力。 尹碎笑了下, 这次麻烦寒律了, 这件事还希望你能保守秘密, 包括江沛那边也最好别提。 好的, 我明白。 送寒冬离开, 尹碎抬步往楼上走。 推开卧室的门, 手机响起震动, 江沛打来电话, 明天见面的时间地点, 我都跟我妹说过了, 你自己也别忘了, 放我妹鸽子可不行。 不会。 尹碎应了声, 写着衬衣扭扣, 静衣帽间。 江沛此时应该没什么事, 也不急着挂电话, 继续跟尹碎闲聊, 偷偷跟你说个事, 我妹八成真看上你了。 尹碎站在镜子前, 解下第二枚钮扣, 神情微微一致, 抬头望向眼前的镜子, 唇角牵扯一抹弧度, 怎么说? 她今天跟我打听你来着, 看上去对你还挺好奇。 说起这个, 江沛顿时有了话题, 不过你说现在的女孩子, 打听人问的问题, 怎么还挺奇怪, 都是些没营养的东西。 你猜她问我什么? 尹碎没接枪, 把手机外放搁在衣柜的边角, 把身上的衬衣换下来, 穿上一件宽松的浴袍。 江沛, 她居然问我, 假如你被不喜欢的女生给抢吻了, 你会怎么做? 你说这问题是不是还挺弱智的? 我回答这问题, 都觉得是一种对自己智商的严重侮辱。 尹碎眼皮跳了一下, 问, 你怎么答的? 我能怎么答, 当然说那对方会死得很惨了。 你的性子我还不了解, 去年你刚接手星图传媒的时候, 有个女艺人在饭局上装醉往你怀里, 道, 直接被你血藏了, 至今没有出头之日。 那若是谁敢抢吻你, 她能活? 大概是喝了酒, 江沛今晚上话格外多, 我觉得这么一说吧, 显得你手身如玉坐怀不乱, 估计我妹对你还挺放心的。 你孩子不都喜欢那种, 只对自己一个人好, 对别的女生不屑一顾的男生, 我看你就挺符合的。 怎么样, 我这算不算提前帮你, 在我妹心中留下了比较完美的形象? 饮碎, 对了。 江沛又想起旁的, 上回我听完老生说, 那个金融系追你的小学妹, 我还挺不放心的。 有句话说得好, 得不到的总是在骚动, 既然你当初对那小学妹上了心, 如今不至于还牵挂着吧? 我跟你说, 这可不行, 江淫是我亲妹, 你既然答应跟她见面, 就别想那些有的没的, 否则可就有点不尊重人了, 就算咱俩是兄弟, 我也不答应。 饮碎从衣帽间出来, 随口硬着, 我知道。 又聊了几句, 江沛挂断电话, 饮碎去浴室洗了个澡, 回来后掀开被子, 靠坐在床头, 拿iPad点开邮箱处理工作中的相关邮件。 处理完看了下时间, 晚上十点钟, 从床头柜的抽屉里, 拿了个手机出来, 她习惯性点开微博。 是一个注册的小号, ID为, 风过刘恒, 你过刘欣, 只关注了江淫一个人。 点进她的微博主页, 她在十分钟前转发了一条锦礼, 并配字, 锦礼锦礼快显灵, 急需好运保命, 看我虔诚的卡茨兰大眼睛, 合掌, 再往下翻, 她半个小时前点赞了一条微博, 内容是, 为什么这世上就没有后悔药可迈? 隐碎响起江沛刚刚的那通电话, 看来被她割下得不轻。 谋中笑意一闪而过, 给她那条锦礼微博点了个赞。 翻开评论, 下面还挺热闹的。 思索着, 她也留了一条, 只付一点发送出去。 想到明天即将面临的相亲, 此时此刻的江淫躺在床上, 根本就无法入睡。 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如果去赴约, 明天见到隐碎以后, 她大概率会死得很惨。 可如果她明天不去, 那就等于是放她鸽子, 可能会死得更惨。 两条路, 都是死路。 江云翻了个身, 重新拿起手机点开微博, 试图再多转发几条锦礼, 好让她明天之行能够顺畅一点。 刚刚转发的那条微博下面评论已经很热闹了, 她随意地翻看着, 猛然瞧见一个熟悉的ID。 风过刘恒, 你过刘欣, 前程拜锦礼, 需要闭眼宁神, 先把你的卡茨兰大眼睛合上, 这还是迄今为止, 这个粉丝第一次评论她的微博。 这人应该确实只是个单纯喜欢她的小粉丝, 估计性格比较内向, 平时不太爱说话。 江云看看她的评论, 再看一眼自己的微博配字, 仔细一想, 她说得好像还挺有道理的。 应该闭着眼睛用心去膜拜, 才比较有诚意。 江云偶尔会跟粉丝互动, 再加上对这个熟悉的ID新生好感, 她直接回复她, 那我现在闭眼, 会破坏运道吗? 她大概在线, 回复得还挺快, 估计已经破坏了。 江云, 作为一名合格的死忠粉, 这时候难道不是应该安慰安慰她吗? 居然还打击她? 假粉? 绝对是假粉。 放下手机, 江云双手交叠至于脑后, 盯着天花板静静思考明天的相亲。 不知道她到底能不能顺利躲过这一劫。 实在不行, 她现在找尹碎提前聊聊。 反正隔着网络, 总比明天当面有安全感。 不过, 她没有尹碎的联系方式。 她爸妈和哥哥应该有, 但张不开口去要。 就在这时, 手机叮咚响了声。 江沛推荐了个微信明片过来, 你相亲对象的微信, 加一下。 明天见面的事, 自己跟她联系还真巧, 念什么来什么。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江云主动添加了尹碎的微信。 那边兴许在忙, 一直没有通过。 江云继续刷着微博上的搞笑视频, 打发时间。 大约十几分钟过去, 手机上方弹出消息提示, 对方通过了她的好友申请。 本以为她会跟自己打个招呼, 等了三分钟, 一个标点符号也没发过来。 盯着两人的聊天对话框, 江云舔了下唇, 敲字过去, 在吗? 尹碎, 你先说什么事, 我再决定在不在, 江云脑子飞快转着, 手指在键盘上敲击文字, 尹总, 我父母他们不知道, 咱们俩其实早就认识, 所以才安排我们相亲的。 尹碎, 嗯? 嗯是什么意思? 江云在编辑框里敲字又删除, 有些不知道怎么跟她说。 这时, 尹碎又发消息过来, 明天我有事跟你聊。 江云从她的信息里, 读出了明天我有账跟你算的危险气息, 越发越哭无泪。 不会真如她猜想的那般, 要找她报复吧? 江云, 是这样的, 我生病了, 那是帮我算了一挂, 我明天出门会发烧。 尹碎, 你可以不来。 江云没想到她居然这么好说话, 心里一喜, 嘴角还没来得及翘起来, 紧接着尹碎又发来一条, 后果自负。 当天晚上, 江云睡着后, 做了个梦。 她梦到自己, 被尹碎用绳子绑起来, 她手里, 拿着小皮鞭, 阴森森笑着站在床头, 躲呀, 你怎么不躲了? 江云直接吓醒了。 次日, 前去赴约时, 江云反复给自己做着心理建设。 尹碎应该不至于会因为之前的事, 跟她父母和江沛闹翻。 也就意味着, 她就算报复她, 大概率也只会是小小的报复一下, 让她当众出个丑什么的, 不会做得太过分。 这么一番自我安慰, 还真让她又找回不少勇气。 江云按照江沛给的地址到达约定地点, 是一个看起来很高档的饭庄, 院内绿树匆匆, 脆意盎然, 石子扑就的曲折小鹿, 喷泉在艳阳下折射出彩虹一样的光。 江云报了尹碎的名字, 被服务员带进二楼一间包厢。 害怕再被尹碎挑到错处得罪她, 江云提前二十分钟到达。 尹碎还没到, 她独自在空位上坐下。 位置临窗, 恰好能看到外面枝繁叶帽的景致。 适者送了几盘茶点进来, 又默不作声离开。 江云还不知道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 此时也没胃口吃东西, 只是觉得口干,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是一种特制的糯米茶, 后味清爽回甘, 齿颊留香。 江云又捧着喝了一口。 房门之雅一声被人推开, 紧接着传来脚步声, 自信又稳重的步伐, 气场很足, 不像是服务员的。 江云挤杯烧姜, 把手上的茶放回桌上。 耳派一股风掠过, 尹碎已经在他对面的位置坐下, 手上的文件顺势放在桌上。 距离稍远, 江云看不清他拿的文件是什么。 他今天没穿西装, 一件休闲的白色灰条纹衬衣, 袖子卷起至小臂, 露出的肌肤是冷色的白, 手指骨节明晰, 瘦而修长, 窗外的阳光照过来, 能清晰看到他手臂上凸起的青色血管。 尹碎坐下后, 便自然地靠在椅背上, 流畅的下河一扬, 朝他看过来。 江云觉得, 此时似乎应该要说点什么, 但他们俩这不干不尬的关系, 好像说什么都别扭。 最后干脆选择沉默。 怎么? 尹碎冷不丁冒出来一句, 江云顺势抬头, 对上他漆黑如墨的眼眸。 他懒洋洋看着他, 声音听不出情绪, 前几天还管我叫哥哥, 今天就连个招呼都不会打。 第十八章, 都被他这么说了, 江云冲他大大方方地笑, 用商量的口吻道, 那我叫你哥哥, 你今天能对我好点吗? 尹碎抬眼, 你这么怕我对你不好, 看来对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 很有自知之明。 江云顿时笑不出来了。 不过话题既然都提到这儿了, 江云觉得, 今天有必要彻底了结一下, 免得日后提心吊胆的, 总担心他哪天报复。 他抿了下唇, 把头捶下去, 我那天? 真的是一时冲动。 谁让他那天气到他呢? 他当时就觉得, 如果不亲下去, 就对不起自己半个月的辛苦付出。 一时冲动, 就不需要付出代价了。 江教授和梁教授, 以及江大律师, 他们三个人绝对没想到, 好心好意给安排的相亲, 此时此刻, 已经完全脱离他们掌控, 变成了讨债还债的局面。 既然开始算账了, 江云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开口, 那你说说看, 赔精神损失费还是要别的赔偿。 或者, 你想我怎么样? 尹碎喝了口茶, 拿起手边的文件, 我确实有件事需要你帮忙, 如果你答应的话, 这事就过去了。 与毕, 他把协议放在江云跟前。 江云看着桌上的文件, 最上方几个大字格外醒目, 结婚协议。 江云恶然抬起头, 有点没反应过来, 时, 什么意思? 尹碎重新靠回椅背上, 下拜一阳示意她, 可以先看看协议。 江云平复了一下心绪, 认真看起上面的协议内容。 为了应付家里人, 两人协议结婚, 期限为半年。 半年后若离婚, 尹碎名下所有财产, 他想要什么随便拿走。 江云瞳孔莫的放大, 仔仔细细又看了一遍, 确实是这个意思。 江云被吓得不轻, 捧着水杯喝了一口, 结果发现, 杯子是空的。 他正要续杯, 尹碎拎起水壶给她道, 怎么样? 江云要笑不笑地看着她, 感觉此时眼前发生的一切 比昨晚上被她绑起来的那个梦, 更不真实。 今天这乡亲, 到底是什么神展开? 他捧着水杯喝了口, 还挺不可思议的, 为什么找我? 家里老爷子催得紧, 目前我还没找到 携手一生的那个人, 所以需要半年的缓冲期。 尹碎给自己倒了杯茶, 俊逸的脸上不见波澜, 你刚好不是欠我点什么吗? 那这个, 忙你帮就挺合适。 江云其实还从没有想过要结婚, 此时整个人完全惊呆了。 所以昨晚尹碎说, 有事情要找她聊聊, 指的其实是这件事。 半年后, 你若还是没找到携手一生的人呢? 江云舒尔问道。 尹碎垂下的眼睫颤了下, 捏着茶盏的纸结, 微微使了些力, 她抿了口茶, 又缓慢放下, 到时候, 去留随你。 听起来不是什么难事, 还能轻松化解两人之前的恩怨。 那她要答应吗? 江云捧着水杯, 暗字里打起自己的小九九。 原本她答应她妈跟尹碎相亲, 是为了在谢王八和尹白花面前出口恶气, 以后让他们俩对她毕恭毕敬, 服服贴贴。 但后来又觉得, 一来她和尹碎有恩怨, 二来把尹碎当成自己扬眉吐气的工具人不太合适。 结果谁能料到, 现在尹碎主动要跟她结婚, 反过来把她当成应付家里人逼婚的工具人。 如果互相利用, 那她也没必要心存愧疚了吧? 顺便还能因着这事把两人曾经的恩怨一笔勾销, 两全其美地买卖。 江云又打亮起对面的尹碎, 她今天的着装很随意, 衬衣领口开了颗扣子, 隐约露出好看的锁骨。 她肤色很白, 薄梗到下颌的线条流畅漂亮, 凸起的喉结冷硬锋利, 轻微滑动间带着点际域的性感。 在网上, 是很有做妖孽祸水前置的一张脸, 桃花眼有黑深邃, 微垂的眼角和微微上翘的眼尾形成极其完美勾人的弧线。 眼角周围浮现着淡淡的粉, 同人身处运着朦胧微光, 似罪非罪, 引人深陷。 许是身份的原因, 她很擅长做表情管理, 此时懒散随意地坐在那儿, 大大方方任由她打亮, 一平一蹴间表情细微不可查, 整个人惊娇又贵气。 江云曾经喜欢隐碎这张脸。 如今时隔多年, 她其实依旧喜欢这张脸。 还真旧, 没什么抵抗力。 作为一名资深眼狗, 引碎的颜值, 那还是很符合她审美的。 否则当初也不会厚着脸皮去追她。 大学那会儿, 她只一眼就喜欢上了, 一心想要追到她, 然后谈一场甜甜的校园恋爱。 可惜结果不遂人愿, 以失败告终。 如今不一样了, 现在可是引碎主动说要跟她结婚的。 再往后言无耻的程度想, 星途传媒总裁, 超级大帅比引碎, 她现在在跟她, 求。 婚。 说起来, 当初追她没追上, 还是江云多年来的一个心结。 如果两个人协议结婚了, 引碎为了让她配合着, 在家人跟前做恩爱夫妻的假象, 必然有求着她的时候。 如此一来, 风水轮流转, 她作为被她拒绝过的人, 翻身浓奴把歌唱, 是不是还挺有成就感的。 总而言之, 这笔买卖, 对她而言, 好像不亏。 考虑得怎么样了? 引碎散漫的声音响起, 打破了江云脑子里天花乱坠的各种想法。 考虑好了。 在引碎的注视下, 江云矜持地喝了口茶水, 慢悠悠把杯子放下, 这才抬头指示她, 我不答应。 她得预据还饮一下, 顺便试探试探, 引碎想跟她结婚的诚意有多大。 毕竟, 现在是她求自己帮忙的, 她得看看她能求她到什么程度。 这也决定了, 以后两人真的结了婚, 她的家庭地位能有多高。 如果引碎好话都不愿说两句, 直接说那算了, 她再去找别人。 这就说明她是个可以轻易替代的存在, 结了婚对她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 更别提在那对狗男女跟前出气了。 若是如此, 这婚, 不结也罢。 虽然她有言又有钱, 离婚后给的条件也挺大发, 但她也是有骨气的好吗? 不愿意。 引碎食指随意交扣着放在桌上, 没心机不可见地拧了下, 抬眼, 为什么? 反正引碎不知道, 自己也需要用她来对付那对狗男女的事, 将引所幸肆无忌惮, 装出很为难的样子, 就因为以前那点事儿我就得跟你结婚半年, 我觉得自己亏了。 这是对我半点好处都没有, 你这是在欺负人。 说到这儿, 她顿了顿, 你这明摆着是有求于我, 总得给点好处吧。 包厢里陡然安静下来, 引碎不知道什么态度, 就那么盯着她那张脸, 半赏没给回应。 江吟被她看得莫名心虚, 垂下眼睫, 避开那道灼灼的视线。 两人彼此无言, 等待变得有些煎熬。 江吟刚刚燃起来的小得意一点点浇灭下去。 看来, 也没什么诚意嘛。 若是这样, 以后真结了婚, 她未必就能帮她出气。 江吟思索着, 渐渐没了耐性, 觉得今天这相亲实在没意思。 就在她打算, 不管引碎是否报复自己, 都坚决不答应, 甚至直接起身走人的时候, 一道声音才终于传出, 那再加一条。 江吟抬起头, 引碎的五官利落分明, 窗外的阳光落在她细碎的发间, 眼窝很深, 上眼皮拉出很深的褶皱, 细碎发丝垂落下来。 眼神交汇间, 引碎性感的薄唇清起, 慢悠悠道, 前阵子慈善拍卖会上, 我拍下了一款文莱国王钻石纪念机。 提起这个, 江吟的目光灼灼, 煞时间明亮了起来, 一颗心雀跃着提了起来。 当时拍卖会她在的, 对那个相机眼馋得不得了, 可惜没钱。 最后引碎以一千万的价格给拍下了。 江吟有些紧张地看着她, 等着她未完的话。 引碎愿意退让跟她讲条件, 已经让江吟很满意, 这相机毕竟珍贵难得, 她就不奢求引碎会送给她了, 如果婚后肯借她玩玩, 她就很开心。 那个相机, 迎上她成彻又充满期待的眼神, 引碎唇角机不可见地扯了下, 不急不缓地开口, 给你当聘礼。 抱着很有可能会被报复的心态来相亲, 如今却签了份结婚协议回去。 江吟到现在还觉得有那么点不真实感。 从包厢里出来, 她后之后觉得想起些什么, 停在楼梯口, 在引碎身上仔仔细细地打量, 结婚这时, 不会有诈吧? 引碎越过她往楼下走, 相机都给你了, 还嫌吃亏? 吃亏吗? 江吟暂时还没有觉得。 她把手机塞进包包里, 跟上去, 我是怕你太小气, 让我跟你结婚应付家里人是假, 打算每天一百种方法折磨我报复我才是真。 这样的话, 我不就跳进火坑了? 引碎突然步子停了下来, 将引险些撞在她后背上, 幸好抓住旁边的扶手, 及时站定。 待她转过身来, 她抬起头, 无辜地眼睛眨巴几下, 你怎么突然刹车, 追尾了兜, 行车不规范, 亲人两行类懂不懂? 一看就是新司机上路。 引碎垂眼凝视她一会儿, 继续往前走, 嘴上说着, 怕我报复你, 我看你言行倒是挺嚣张的, 不知道真怕还是假怕。 真怕啊。 将引一蹦一跳跟上去, 但是婚后你如果折磨我属于家暴, 我是可以去告你的。 对了, 我哥就是律师。 其实将引到目前为止, 心里确实已经不怕她了。 好歹也是星途传媒的总裁, 她自己亲口答应, 签了协议, 就不再计较以前的事, 那肯定还是说话算话的。 而且将来想要她陪她在家人面前演戏, 可有乖乖求着她的时候呢。 想想有朝一日, 被隐碎求着说好话, 将引就高兴得屁颠屁颠的。 那感觉, 可太爽了。 楼上下来, 恰好一个喝醉酒的人往楼梯口进, 将引沉浸在自己的活跃思绪里没防备, 肩膀被人撞了一下, 跨在肩上的包包掉在地上。 她刚刚放手机时包包拉链望了拉上, 随着这一摔, 手机连同几样随身携带的东西掉落在地。 那罪汉已经扶着楼梯扶手往上面走了。 将引肩膀被撞得挺疼, 不过也怪自己没看路, 只能自认倒霉。 她弯下腰, 将掉出来的东西一样一样重新塞回包里。 不多时, 一只修长西白的手探了过来, 捡起地上一个黑色柱状小喷壶, 朝她递过去。 认出是隐碎的手, 将引头也没抬, 笑迎迎伸手去接, 多谢。 指尖刚碰到她的小喷壶, 隐碎不知怎么回事, 突然又把东西收了回去。 将引抬头看过去。 她将那玩意儿拿在手里细细打量, 一字一句念着上面的文字, 防狼喷雾。 将引几倍一将, 她定了定神, 冲隐碎挤出一个单纯无害的笑容, 女孩子出门必备嘛, 你别多想。 我多想。 隐碎还在打量那玩意儿, 看上去像新买的, 应该是为今天之行特意准备。 意思就是说, 用来对付她的。 来跟我相亲, 还带个防狼喷雾。 隐碎一时被气笑了, 见她望过来, 她直指自己, 行, 跟我说说, 我是什么狼? 昨天将佩把话说成那样, 将引确实心有不安。 她害怕自己今天真得会死得很惨, 所以在来的路上买了个这玩意儿, 以备不时之需。 谁能料到, 这就被隐碎给发现了。 怎么不说话了, 我是什么狼? 隐碎又问了一遍。 将引此时满满的求生欲, 脑子迅速转着, 斟酌应该回答哪种狼才能让她不那么生气。 你是那个, 她顿了两秒, 一时间也不知中了什么鞋, 脱口而出, 新郎? 隐碎? 将引为自己的机智点赞, 继续补充, 马上不是要结婚吗? 所以你很快就是新郎了, 新郎? 也是郎? 不知道这个回答有没有取悦到隐碎, 总之, 她没有再继续追根究底, 跟她计较。 从饭庄出来的一路上, 两人肩默不言, 看起来好像还挺和谐。 到门口, 将引打算跟她分道扬镳, 先溜围上。 还没来得及跟她道别, 隐碎像是察觉她的意图一般, 提前开了口, 我送你。 将引赶紧拒绝, 没关系, 不用麻烦的, 我自己打车就行。 我想, 我们需要谈一谈婚期的事, 顺便见见你父母。 今天吗? 将引定在原地, 她没想到需要这么急的。 家里人催得紧。 服务员已经提前把车开到门口, 隐碎接过车钥匙, 打开副驾的门, 侧目望着她, 你父母同意之后, 我们近期就去领证。 将引坐在隐碎的副驾上, 这会儿才逐渐意识到, 她刚刚签下的, 是结婚协议, 不是谈恋爱协议。 结婚, 是去民政局登记领证的那种。 她当时根本就没想那么多。 领证结婚啊, 这太突然了。 隐碎提醒她系安全带, 她随手扯过来给自己系上, 沉默片刻, 问, 需要这么着急吗? 确实挺急。 隐碎往那边看一眼, 快一点也挺好, 那个相机也能早点到你手上。 提起相机, 将引有些不确定的眼神瞬间染上微盲, 甚至有了点等不及的小期待。 她没再纠结, 只是侧目看过去, 那, 婚礼要办吗? 隐碎打着方向盘, 将车子驶离饭庄, 婚礼筹备需要时间, 目前太过仓促, 可以等以后再补办。 将一认真思索了一会儿, 其实也就半年而已, 以后还会离婚, 倒也不用这么折腾, 婚礼能省就省吧, 怪麻烦的。 而且, 隐碎和她差不多都算公众人物, 本来就不是正经结婚, 还是低调点比较好。 驾驶位上, 隐碎俊逸的脸上情绪紧绷, 好看的唇形, 拧成一条直线。 虚余, 她诞生道, 再说吧。 姜云也没太把这个事放在心上, 她手肘支着车窗, 上衣是宽秀的雪纺衫, 随着她的动作衣料往下滑, 露出纤细白嫩的手腕和雪偶般一截小臂。 她揉了揉脑壳, 在思考接下来的问题, 今天就跟我爸妈说结婚的事吗? 不需要缓一缓? 我怕吓着他们。 停在红绿灯路口, 隐碎抽空往这边看, 目光在她精致细嫩的小臂上淡淡掠过, 意味不明地道, 你能嫁出去, 梁教授应该非常欣慰。 听听, 这说的是人话吗? 姜云本来还想对回去, 但仔细脑补了一下梁文女士 听到她跟隐碎结婚消息时的反应。 很可能, 真的高兴大于震惊。 毕竟, 今天这场相亲本来就是梁女士一手促成的。 肯定巴不得她能跟隐碎恋爱结婚, 这样她就能当甩手掌柜了。 没准还得一拍大腿来一句, 你可算把自己嫁出去了。 姜云面子上多少有点挂不住, 憋了半天, 慢吞吞地给自己晚尊, 我爸, 他还是很舍不得我的, 突然要结婚, 他肯定接受不了。 隐碎看着前方的路, 若有所思片刻, 这么看来, 今天说服他们的难度有点大。 那当然。 姜云说, 你想娶我, 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 姜云找回一些底气, 微微作正一些, 心情逐渐好转, 甩锅地语气道, 虽然我签了结婚协议, 但这种事, 肯定不能让我家人知道吧? 你说要结婚, 但我可做不了我爸妈的主, 怎么说服他们, 你还是自己看着办吧? 隐碎余光往那边瞥了眼, 唇角微微扯了一下, 没说话。 这时, 她口袋里手机嗡嗡地震动起来。 她开着车不太方便, 跟姜云道, 帮我拿出来, 看谁打的。 她手机在裤子口袋里, 姜云看一眼, 轻轻嗓子, 你让我拿的, 可不是我占你便宜? 说着, 她轻声过去, 摸向她裤子口袋, 把手机掏出来。 看一眼备注, 她念出上面的名字, 秦夕。 接一下。 姜云? 让她接? 莫非是不太重要的电话? 手机一直在震动, 姜云也没来得及多想, 点击绿色的按钮接起来, 喂, 您好。 尹碎神情稍愣, 借着堵车的间隙看她一眼, 旋即无奈笑了下, 什么也没说。 手机那边出其安静。 姜云等了会儿, 困惑的眼神看向尹碎, 不会是骚扰电话吧? 尹碎修长指节, 把着方向盘, 眼尾上挑, 散漫应了句, 不是。 许是听到尹碎的声音, 手机里终于有了动静, 碎哥牛逼。 然后直接挂断。 是个男人的声音。 姜云正愣愣的, 感觉一头雾水, 好半天才想起来问一句, 谁啊? 发小。 姜云在联系刚刚那人的反应, 急了, 那你干嘛让我接? 前方路口红灯, 尹碎偏头过来, 似笑非笑地眼神看她, 语气里带了点无奈, 我让你帮我接通, 谁想到你就放自己耳朵上了? 怪我咯? 那你不能把话说清楚吗? 你这话本来就有奇异。 姜云心里发虚, 只能靠嗓门来增加气势。 许氏被自己的行为尴尬到了, 姜云接下来一路都格外沉默。 直到车子驶入C大家鼠院, 停了车, 尹碎才拿起手机给秦熙回电话。 秦熙接听后, 没提刚刚的事, 声音带着些疲惫的哑, 今天刚回国, 晚上聚吗? 恐怕不行。 尹碎看了下万表, 要出个差, 晚上的飞机, 过两天回来给你电话。 行, 那你先忙。 电话结束, 两人一起从车里下来。 姜云回忆起刚刚那通电话的备注, 疏忽间想起些什么, 你这发小, 不会是Whole Life老板吧? 尹碎意外了一瞬, 你认识? 我给Whole Life珠宝拍过广告, 听过名字, 没见过真人。 前段时间, 同城那个时尚晚宴, 不就是Whole Life主办的吗? 尹碎嗚了声, 跟他一起走进单元楼。 刚刚的事不过是个无伤大雅的小插曲, 接下来要面临的, 好像才是大事。 到家门口, 姜云刚要敲门, 一犹豫又缩了回来, 不太确定地看向尹碎, 真的今天跟他们说。 要不缓一缓, 我们再仔细商量商量。 尹碎静静站在那。 看起来比他淡定许多, 早晚不都得说。 姜云想想, 也确实是这个道理。 他深呼吸几次, 平复心情之后, 主动往后退了一步, 朝着尹碎做出请的首饰, 来哥哥, 你上。 下午的天有些阴晴不定, 太阳不知何时躲到云层后面去了, 隐约探出小小的尖角, 天穷泛着灰蓝色的光。 轰隆隆响起一声闷雷, 太阳整个缩进云的背后, 把自己藏了个严严实实。 江家的客厅沙发呈悠行, 江炳怀和梁文坐在主位中央, 左边是江吟, 右边是尹碎和江沛。 两人突然说要结婚的消息, 确实震惊了江家所有人。 气氛安静了两秒, 看室内光线有些暗淡, 杨文推推江吟让他去开灯。 江吟起来去旁边按了开关, 头顶水晶吊灯顺势亮起。 江炳怀微垂着头, 双手暴毙沉吟着什么, 半晌没有表态。 江佩拿手机回复了几个工作上的微信, 抬头肩手臂搭在隐碎肩上, 兄弟,你今天吃错药了? 今天才相亲, 怎么就直接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这进展未免太快了些。 这么着急给他做媚妇, 江佩觉得这很不真实。 杨文笑了笑, 看向隐碎, 本来你们年轻人决定什么, 我们大人是不过问的, 不过婚姻毕竟是大事, 是不是还是稍微仓促了些? 江吟望一眼对面的隐碎, 他端端正正坐着, 气度斯文沉稳, 面对此时的局面依旧表现得相当从容。 杨教授, 江吟是您和江教授的掌上明珠, 我很感激您愿意促成我们二人今天的见面。 但我想, 您既然有此安排, 必然也是为着江吟的终身大事考虑, 奔着结婚的目的去的。 隐碎抬眼看向江吟, 上次江教授生日时在家里见到, 我便觉得隐隐可爱, 心生好感, 今日又与他单独聊了聊, 对他越发喜欢, 也愿意代替梁教授和江教授照顾他, 给他安稳和幸福。 江吟听的脸发红耳发热, 目光不觉间避开了他的视线。 没想到隐碎还挺会编的, 草稿都不打谎话, 张口就来。 若非早知道两人是协议结婚, 他估计还真能被他这番认真深情的话给感动得心跳加速, 非他不嫁。 隐碎还在继续说, 家里老爷子本就对我的婚事催得紧, 我也希望能尽早结婚了却老人家一桩心愿, 所以今日才会唐突跟二位说起此事。 虽然提的是着急了些, 但还请教授放心, 婚礼的事我一定会用心筹备, 风光大半, 不会让江吟受委屈的。 旁边江沛听得都愣了, 摸着下巴将人仔仔细细打量着。 他总觉得, 这小子今天不正常, 这番话说的, 他鸡皮疙瘩都快起来了。 不过, 依照他对隐碎的了解, 他今天这表现看来是动真格的。 江沛又去打量江吟。 隐碎从来不尽女色, 如今突然就要结婚, 江吟这丫头给他灌迷魂药了。 听完隐碎这番话, 梁文女士脸上的表情, 从刚刚的犹豫逐渐转化为 丈母娘一般标准慈善的微笑。 他拍拍江炳怀的胳膊, 很是自豪地道, 瞧瞧, 我的眼光还是不错的吧, 隐碎是个有担当的孩子。 江炳怀脸色也已经缓和, 没了少请开口, 你的心意, 我和你梁教授听明白了。 隐隐自幼被娇宠着长大, 虽然也到了结婚的年纪, 但婚姻大事不是儿戏, 不仅仅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也是两个家庭的事。 他换了个坐姿, 态度一如从前那般宽和, 两家的差距还是有些悬殊的。 你家里人对此是什么态度你知道吗? 隐碎还未接枪, 江吟的手机梳而响起, 他迅速减了音量。 老大江灵打来的, 应该是说工作上的事。 看隐碎应付自如, 这边应该也不需要他插什么嘴, 江吟接着电话回了卧室, 灵姐,怎么了? 身体怎么样了? 还发烧吗? 已经没事了。 江吟关上卧室的门, 去书桌前坐下, 听到江灵说, 那就好, 前段时间你和杨叔盲定装照的事, 确实都辛苦了。 等你身体差不多了, 咱们工作室的人一起聚个餐, 给你们庆功, 想吃哪家你和杨叔随便挑。 行啊, 那我肯定不客气。 谁让你客气了? 江灵在那边称笑着, 又道, 还有个喜讯要跟你说, 丰适的定装照, 你们完成得不错。 如今他们的制作方已经决定, 把接下来的宣传照, 也交给我们工作室, 甚至有意向跟我们保持长期合作。 江灵是江吟和杨叔的师姐, 在摄影界的名气也是响当当。 去年江灵创办了灵运摄影工作室, 邀请杨叔和江吟技术入股, 与工作室一融俱融, 一损俱损。 丰适制作方和主投资方皆是星图传媒。 星图传媒旗下一人众多, 资源更是不胜美举, 能跟这样的企业长久合作, 对他们工作室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 江吟逐渐笑逐颜开, 嗅到了金钱的味道, 那挺好的, 咱们工作室以后的发展都不用发愁了。 谁说不是呢? 江灵也高兴。 两人又闲聊了几句, 挂断后江吟心里琢磨着, 忽而冒出一个猜想。 星图传媒与他们工作室合作, 跟尹碎不会有什么关系吧? 说到尹碎, 江吟才想起外面的人还在聊她的终身大事, 不知道谈得怎么样了。 她急急忙忙拉开门出去, 尹碎已经起身走至门口, 江炳怀和梁文也在门口相送。 梁文看到江吟, 忙到, 吟吟去送尹碎到楼下。 江吟随口硬着, 跟尹碎一起从家里出来。 江家在三楼, 见此时电梯还没到, 两人一起顺着楼梯通道往下走。 你跟我爸妈, 都谈妥了吗? 嗯。 尹碎抄着口袋走在前面, 等我这次出差回来, 安排双方家长吃个饭, 把婚事定下, 然后选个日子去领证。 说到这儿, 尹碎顿了须鱼, 回头看她, 婚礼筹备需要时间久, 暂时办不了, 如果觉得太冷清的话, 可以等领了证, 我们搬去新房的时候 请朋友一起到家里吃个饭, 稍微热闹一点。 江吟寻思着她的话, 抬头, 所以婚礼还是会办的。 可是, 如果真按你跟我爸妈说的用心筹备, 等能办婚礼的时候, 咱们俩都该离婚了吧。 说到这儿, 江吟抿了下唇, 突然有些发愁, 我爸妈看起来挺高兴的, 不知道到时候离婚了, 他们会不会难受。 她突然觉得自己这是做得草率了, 回忆慢慢上涌。 隐碎神情烧盾, 静静望着她, 片刻厚道, 到时候, 我会给她们交代的, 放心吧。 你能吗? 能。 她继续抬不往楼下走, 看起来挺自信的。 行吧, 我就信你一次。 江吟感觉她是不少, 见她步子快, 她蹦蹦跳跳跟上去, 对了, 你怎么就如此, 轻易把我爸妈搞定了。 那个, 她抬手揪了下耳朵, 吞吞吐吐一会儿, 我刚刚没在旁边, 以前的事, 你没跟他们说吧。 走至一楼安全通道口, 隐碎推开门, 测了测身子, 让她掀过, 眉尾上扬了一下, 以前什么事? 就是, 以前的事呗。 你追我的事? 能不能不要说得这么直白? 她一个腼腆害羞的小姑娘, 不要面子的。 撇一眼她微炯的神色, 隐碎无声笑了下, 率先从丹员楼里出来, 停在眼下, 没有。 她回头, 迎上江吟望过来的目光, 唇角一勾, 给你留点面子。 江吟心情顿时敞亮不少, 癫癫追上来, 真的。 她还挺怕, 刚刚爸妈态度不坚定, 然后隐碎嘴快把这事给说出来的。 毕竟如果说, 她曾经对隐碎穷追猛打, 喜欢她喜欢的不得了, 是说服她父母最快的办法。 隐碎垂眸, 拧着她巴掌大的小脸, 真没有。 那你跟我哥关系那么近, 跟她说过没? 她激动之下, 扯住了隐碎的衣袖, 尖尖地下巴扬起, 脸色在夕阳下白里泛着红, 眼睛狭长, 眼尾自然向上勾着, 平添几分明媚与撩人, 只是那水灵灵的眼瞳里, 此时带了点忐忑与紧张。 隐碎扫了眼捏着她袖角的那双手, 纸洁白嫩如葱根, 薛瘦又好看。 两人凑得近, 她能隐约嗅到她身上的清甜味道, 淡淡的, 鱼韵悠长。 隐碎锋利的喉结冻了下, 声音被她无意间放轻, 浮现一抹, 她自己都不曾察觉的温柔, 也没有。 与毙, 她看到江云整个人在一瞬间放松了下来, 抚了抚心口, 那就好, 那就好。 就江佩那狗性子, 如果知道她追过隐碎, 还失败了。 她能笑话她二十年。 她可不想永久性活在江佩的阴影里, 想想都可怕。 得到想要的回答, 江云心情不错。 她突然发现, 尹碎还是相当稳重的, 知道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可太讨人喜欢了。 心情舒坦了, 江云连笑容都变得如暮春风, 那你慢慢走, 路上开车小心点。 对了, 你多久出差回来? 三两天。 尹碎看着她, 似笑非笑道, 订婚的事, 我出差回来会尽快安排的, 你倒也不必那么着急。 谁着急了?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着急了? 我明明就是, 跟你客气寒暄一下。 尹碎没给她解释的机会, 已经上了车, 从车窗内探头看她一眼, 发动引擎驱车离开。 江云站在眼下, 望着她远去的车屁股, 伸出大拇指和食指, 闭上一只眼睛, 隔空对准驾驶位的方向。 瞄准, 发射。 尹碎握着方向盘扫一眼后视镜里的人影, 摇摇头, 散漫笑了声。 收回目光时, 她余光在副驾的位置看了眼, 上面躺着一款女士包包。 是今天相亲时, 江云背的那个包。 送走尹碎, 江云重新乘电梯回家。 江佩靠墙在家门外面倚着, 双手抱怀, 吊铃铛的样子, 瞧见她从电梯里出来, 冲她勾勾食指, 丫头, 你过来。 江云莫名其妙地走过去, 怎么了? 江佩指指她, 转一圈我看看。 江云站着不动, 你有病吧? 我琢磨半天也没想明白江佩微微轻身, 迎合着她的身高, 隐碎看上你什么了? 她为什么刚见两面, 就突然要跟你结婚? 你给她灌迷魂汤了? 因为我漂亮啊。 江云挽了下耳边的发, 高傲地抬头, 无比自信, 这天底下, 有我拿不下的男人吗? 说出来我都不好意思, 隐碎跪下来求我结婚, 又是鼻涕又是眼泪的, 说上次来我家见了我之后就害了相思, 喜欢我喜欢得不得了, 还说没我不能活, 我都不好意思拒绝, 这才勉为其难, 勉为其难怎么样? 安全通道的门被人从里面推开, 隐碎拿着她的包包迈开长腿走过来, 神色平静地盯着江云。